第1851章突破封王 可惜的是 这种变化是循序渐进的 并非一蹴而就 短时间内对我的实力影响不大 对战局也影响不大 看了一会 聂云摇头 这些一族带来的元气虽然很多 但那物世界吸纳的速度有限 和人吃饭一样 需要一口接着一口 不可能一瞬间就吃成胖子 这些元气帮助他提升实力是一定的 只不过需要一定时间积累 现在战斗正在进行 他的实力只要不是瞬间飙升 达到更高境界 就对眼前的局面没太大影响 嗯 我可以试着 突破封王啊 正打算出去和诸多一族战斗 聂云突然疑愣 那物世界变化 虽然不能一撮而就让他实力眨眼功夫就有巨大突破 但帮他突破封王屏障应该不会太难吧 毕竟他现在的实力距离封王也只有一线之隔 只要能够突破 实力必然会有极大的飞跃 试一下 想到这点 聂云也不着急出去了 反正一族被他弄死这么多 就算混沌王等人依旧不是对手 短时间内肯定不会出现太大问题 与其现在冲出去帮不上大忙 还不如趁机冲击封王 盘膝坐在地上 精神沟通系海中的三千丹田 所有丹田都围绕主丹田缓缓旋转 那物世界也一样 并未因为变得更为宽阔 空间法则变得坚固 就脱离了轨道 只不过此时的那物丹田和主丹田距离更近了 似乎随时都能融合在一起 蜂王看了一会 聂云精神沟通体内力量 开始冲击蜂王强者的那道屏障 虽然还没达到这种级别 但因为有蜂王分身的缘故 他对蜂王力量境界已经掌握了很多 知道如何才能突破 如何才能晋级 那物世界中的力量流淌在整个气海 让他身上的气息越来越强 气海就好像一个巨大的水缸 里面充满了代表实力的元气液体 他的肉身接近蜂王 本身实力依旧只是主宰 这种元气液体 只占据了气海的三分之一左右 别说蜂王 距离全部填满 都还有很大一段距离 不过 此时有了那物世界力量的支持 液体如同江河汇聚 飞快增长 促十分钟就超过了一半 继续加快 换做别人有这么快的进步速度 做梦都会笑醒 但是聂云并不满足 因为他知道外面的战况耽误一分钟 就多一分钟的危险 当即眼神一凝 一族尸体全部爆开 伴随他的呼喊 刚才被斩杀的一族尸体 同时炸开 无数元气狼烟一般涌向那物世界 如果说以前元气汇聚速度只是溪流的话 现在绝对变成了江河 强大的冲击力 让他全身一颤 体内经脉出现了裂痕 修炼和吃东西一样 需要循序渐进 一下吃的太多 身体会出现各种不适 吞噬元气也是同样道理 他本身的吞吐量 只能维持主宰级别的灵气运转 此时偏偏要用蜂王力量进行 自然有些吃不住了 不过聂云也是大毅力之人 咬紧牙关 眼睛烟红如血 通龙 就在他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 脑中突然一声爆炸 像是小鸡灼开了困住他们的鸡蛋壳 一股无名的玄傲冲击脑海 强大浑厚的力量瞬间在经脉中游走 说不出的疏爽 突破了 聂云脸色一洗 眼睛亮了 此刻 他知道自己终于突破了那层桎 变成了一位实打实的蜂王强者 这种实力 在如此强大的异族面前或许不算什么 但代表了一个突破 没有异族的身躯 没有混沌认可 同样可以成为蜂王强者 丽云潜星突破 不知道外界的战斗已经到了白热化状态 一下失去三分之一的诸多一族 仿佛知道了危机 明白再不拼命 弄不好都会死在这里 全都爆发出超出平常的战斗力 这样一来 混沌王等人就有些坚持不住了 众人缩成一团 再无法对他们进行攻击 只能进行被动的防守 至于弹台灵乐 聂同和那未摆着大人的战斗 依旧焦灼 这未摆着不知用了什么秘法 和之前的金色血液王者一样 双眼赤红 力量大增 原本站到上风的弹台灵乐 此时反倒有种节节败退之感 快要抵挡不住 弹台灵乐都挡不住 聂同更不是对手 遭到重击 气息萎靡地站在一边 如果不是强大意志力坚持 肯定早就倒地不起了 我承认你们有些手段 不过 好运气也就到此截止了 土著就是土著 再怎么努力 都无法避免被斩杀的命运 摆着战道上风 眼中冷漠的光芒闪烁 一声冷漠的吼叫 手中的战斧狠狠向弹台灵乐批来 登登登登 背剧力一撞 弹台灵乐脸色一僵 焦躯不由自主地向后退去 脸色一红 血液从嘴角一出 这是他自从战斗以来 首次负伤 嘿嘿 躺下吧 见他受伤摆着没有停手 手中的巨斧 反而越来越快 凶猛的力量宛如飓风 一下又一下 连续猝食招过后 但台灵乐已经手臂发麻 有些抬不起来了 他的实力虽然超过对方 但没有合适的兵器 进行蛮力对碰的话 还是吃了大亏 不要伤害嫂子 看到摆着的速度越来越快 攻击力也越来越强 聂童一咬牙再次冲来 断裂的修罗剑向巨斧赢去 轰 虎口裂开 半截修罗剑化作一道流光被震飞出去 聂童胸口一扁 再也坚持不住 倒飞出去 对方的实力已经远超过他 即便再努力也无济于事 死吧 将聂童急飞 摆着满是阴狠 手中的斧头借助余力 向弹台灵乐批来 完了 看到这招的力量 但台灵乐露出凌然之意 没想到刚刚复活 又要死亡 而且还要死在一族的手上 嗡 正觉得难以抗衡 下一刻就会死亡 突然脚下的混沌海洋战斗起来 一股伟岸的力量猛然激荡 众人眼前一道白色光芒闪烁 仿佛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太阳 第1852章混沌同庆 咕咕咕咕咕咕 耀眼的白光过后 整个混沌海洋如同发生了巨大海啸 澎湃的力量激荡不休 变成一团团花朵模样的气云 这是怎么回事 混沌海洋的浑浊气流 怎么变成了花朵模样 我也不会知道 活了一万万年 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 难不成看到一族入侵 混沌海洋发怒了 但是怎么感觉不像 倒像是为什么事情庆贺 庆贺 不会把一族入侵 混沌海洋应该恐惧才对 庆贺什么 所有人都是一呆 就连一族都停住了手上的攻击 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突如其来的变化 在他们眼中 混沌海洋是规则的化身 没有任何感情 突然出现这种变化 仿佛在进行某种庆祝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是混沌同庆 这 居然是真的 混沌王仿佛认了出来 嘴唇哆嗦 混沌同庆 那是什么 对于混沌海洋的密史 典故 绝杀王知道的并不多 满是疑惑地看向混沌王 混沌海洋能够封王 说明有一定的意念 这种意念没有自主意识 只能维持海洋的稳定和规则 正常来说 对我们影响不大 也不会因为我们的实力增加而发生变化 但一种情况除外 混沌王嘴唇哆嗦 混沌海洋土著生灵 突破了海洋桎梏 达到另外一种境界 也就是达到所谓的超越混沌 这股意识就会动摇 觉得与对方已经与他平级 给予庆贺 这就叫混沌同庆 超越混沌 绝杀王脸色一正 我原以为只是传说 没想到是真的 居然真有人能够做到这点 混沌王喃喃自语 警钉着眼前发生巨大变化的混沌海洋 满是不敢相信 超越混沌 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拥有超越混沌海洋的力量 绝杀王还有些不太明白 超越混沌的意义有很多 要是真达到超越混沌海洋的实力 这些一族 真就不用害怕了 不是超越混沌海洋的力量 而是超越混沌海洋的规则 混沌王摇摇头 接着道 就好像在混沌海洋中想要获得 蜂王实力只有一个方法 那就是获得海洋认可 得到蜂王俘路 除了这个办法 绝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这是海洋定下的规则 如果有人不借用俘路 就直接突破达到这种境界 就等于超越了规则 海洋对他的束缚力自然也会大大降低 不用蜂王俘路 直接突破 绝杀王眨巴眼睛 如果以前这样告诉他 肯定会觉得对方疯了 但有了眼前这些异族在前 对于不需要蜂王俘路就突破 也有了一定免疫力 当然 心中虽然有了概念 一想到突破蜂王的艰难 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有些不明白 到底如何突破 想要不借助蜂王俘路就达到蜂王实力 首先要不借助为本源大道达到主宰级别 至于以后如何突破 我就不知道了 似乎看出了他的疑惑 混沌王解释一句 正想继续说下去 脑海中突然浮现一个人影 看来能够做到这一步的 只有他了 你说的是 聂云 绝杀王也明白过来 除了他 还会有谁 混沌王点头 一脸苦笑 要说这个混沌海洋 还有谁能做到这点 恐怕也只有那个少年了吧 这倒是 绝杀王也点点头 作为蜂王强者 他们都无法做到超越混沌规则的事 但不知为何 真有人能够做出 他们会同时想到那个少年 这个少年之前的实力或许不比他们强 但成长实在太快 拥有太多传奇了 要不是他 绝对没任何人能够做到这点 即便弹台灵月这位天位王者 都恐怕无法做到 这不是盲目 而是一种从内心生出的信任 虽然不知道为何会有这种感觉 但他们知道 这种感觉绝对没错 混沌海洋出现眼前这种情况 必然是那个少年做出了某些惊天动地的事情 二人都是意念交流 速度很快 眨眼功夫就搞明白 眼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眼中同时生出了期待之色 能够超越混沌海洋规则 是不是再不用害怕这些异族了 可恶 居然有人超越混沌海洋规则 这种是即便我走过这么多世界 灭沙锅这么多生灵 都从未见过 到底是谁 混沌王能够认出眼前的混沌同性 那位摆着大人更能认出 目光阴沉如水 眉毛不停跳动 带着阴森的冷意 此时他也顾不上继续斩杀弹台灵月了 目光紧紧盯着眼前的海洋 生怕闹出这么大动静的人 突然出现给予他致命一击 虽然这个所谓的超越混沌 实力可能还比不上他 但有了这种能力 代表了以后的成就 绝对会在他之上 一定是他 与摆着战斗的弹台灵月 见对方停手 急忙后退 喘了几口 调云呼吸 此时这才发现混沌海洋的变化 显然有些震惊 光滑毫无瑕疵的玉面上 带着疑惑之色 片刻后 心中陡然冒出了一个人影 虽然不太相信 但除了他 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人 能够凭借自己的实力 突破混沌海洋的规则 成为风亡强者 不过 对方实力变强于否 他因为没有之前的记忆 并没有太大感觉 只是觉得一个认识的人突破了 一定是聂云大人 哈哈 混沌海洋有救了 不错 有这种天才 这些异族注定要完蛋 我就觉得聂云大人刚才没出来 一定在做什么 没想到弄出这么大动静 太厉害了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但混沌海洋这个样子绝对预示我们和异族的争斗即将获胜 大家冲啊 将这些可恶的异族 全部赶回他们的老家 雁辉同龄等人 一个个放声大笑 混沌海洋这边 原本有些萎靡的气势 再次燃烧起来 一个个与异族战斗的强者 再次充满了坚韧和力量 虽然他们不知道混沌海洋突然发生变故到底出现了什么事 但亲眼见到聂云的可怕和天赋 全都坚信地认为 眼前的一切 必定是他弄出来的 也只有他才能弄出来 混沌海洋普天同庆 绝不是庆祝异族攻击 肯定是庆祝他做出了什么让人难以置信的事情 相对于混沌海洋这边的兴奋 异族众人露出了惶恐之色 他们和燕辉等人不同 很大一部分人都知道混沌同庆的事 能够在自己所在的混沌海洋突破规则 只要不陨落以后都绝对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 就像他们的普天老祖 据说当初也是突破了自己所在世界的规则 才达到了今天这种地步 这种强者亿万年亿万生灵不出一个 出现一个 必然攜带大气韵大力量 与这种人战斗不是找死吗 想通这些 再加上刚才肉流亡者和金色血液亡者的死亡 所有人都产生了退却之意 杀 异族的变化也看在混沌海洋众人眼里 知道机会来了 再次呼啸着冲了上去 一时间战斗继续进行 只不过刚才混沌海洋有些抵抗不住 而此时形势逆转 抵挡不住的已经变成异族了 外面战斗的如火如荼 纳雾世界的聂云并不知道 他的突破带来了这么惊人的变化 此时正悬浮空中 灵魂扫过每一寸肌肉 感受身体的变化 第1853章实力变化 突破蜂王 气海的宽阔程度和以前有了明显变化 其中蕴含的力量更加澎湃汹涌 如果把现在的力量和主宰使笔 两者绝对可以说是天上地下 不可同日而语 尤其是灵魂 伴随实力的突破 也得到了极大滋养 原本距离蜂王只有一丝 此时也成功晋级 精神移动就蔓延出去 比以前强大了醋背不止 拳头轻轻一捏 力量沿着气还缓缓向经脉流淌 一股强大的感觉油然而生 之前他的实力 虽可以和蜂王强者战斗 但也只是混沌王 绝杀王这样的普通王者 和涅童比起来 也还差上一截 更别说金色血液王者 以及那未摆着大人了 如果不是将对方骗到那物世界 想要将其斩杀 几乎不可能 此时 力量贯通全身 一举一动都带着雷霆之势 猜得不错 再次遇到金色血液王者 即便不动用那物世界 也能一战 也就是说 虽然刚刚突破蜂王级别 却已经有了超越涅童的实力 这道金色的细线 虽然变得暗淡了不少 仍然带有腐蚀生命的力量 以我现在的实力 依旧没办法彻底驱除 低头看了一眼手臂上的金色细线 聂云摇了摇头 伴随实力增加 对抗这道金色细线的能力逐渐增强 甚至已经能将其短时间压制 不过 血液无法彻底清除干净 而且稍有不慎 遭到反噬 还会出现大危险 这家伙的金色血液有这种剧毒 它怎么能够活下来 而且还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感到现在的实力都无法驱除血液留下的痕迹 聂云经不住奇怪 金色血液王者的实力对于它现在来说 只能说相差无几 不会超出太多 实力相同为何血液中的剧毒清除不掉 先不管这些了 不知外面的战局不知什么样了 研究了一会实力变化 聂云知道这道金色细线虽然厉害 短时间内却已经对它没了威胁 经不住松口气 手掌一抖 炼化的长枪在手心嗡嗡凝响 精神一动 离开了纳物世界 外界的情况不知什么样 必须尽快出去看看 不然弟弟但台灵月有什么事 终生难安 嗯 刚回到混沌海洋 还没来得及四处观看 聂云突然愣住 以前进入混沌海洋 受到各种各样的桎梏 凭借实力畅游 虽然感觉不大 时间久了依旧会有很大压力 但现在 站在其中 仿佛周围的混沌气流认可了它 精神一动就可以随意控制 丝毫都不觉得吃力 何在那物世界有些类似 有种虎啸山林 龙进入海洋之改 仿佛这一刻 它凌驾在各种各样的规则之上 混沌海洋作为诸多世界的起源地 拥有各种各样的规则 例如人的生 老病 死 喜 怒 哀 乐 就是一种不可改变的规则 凌驾在这些规则上方 好像他已经可以超脱生死 混沌海洋都无法将其束缚了 怎么个情况 聂云有些发呆 就算突破蜂王 也没这种变化吧 他现在的感觉 可以随时脱离混沌海洋 甚至还可以和混沌海洋平起平坐 这种冲击力实在太大 即便他早有准备 依旧觉得不可思议 先不管了 回头再仔细研究 摇摇头 将这种奇怪的感觉抛开 聂云知道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抬头向眼前的战场看去 眼前的战斗和之前 他离开时没太大区别 好像混沌海洋这边的人 更加有信心了 士气更加高昂 反而义族士气有些低迷 奇怪 聂云搞不明白 就算刚才将义族斩杀了三分之一 也不应该有这种情况吧 难道自己突破的功夫 还发生了什么让人意想不到的事 看完混沌王等人 目前没太大危险 松了口气 看向正在和摆着战斗的 战斗灵月聂童 这位摆着大人不知动用了什么手段 眼睛血红 整个人气势比刚才凶猛的多 只不过战斗灵月和聂童也力量十足 暂时没露出太多败香 看来没耽误什么 见他突破的功夫 众人并没受到太大损伤 聂云放下心来 刚才就害怕一出现看到满眼狼藉 出现这种情况 算是最好的结果了 先对付那位摆着大人 只要他被斩杀 其他的异族不足为律 看了一圈 聂云立刻锁定了范围 这位摆着 是异族之中实力最强的首领 如果能将其斩杀 众异族群龙无首 肯定会立刻溃败 到时候再配合其他人将其斩杀 就会变得简单不少 这家伙实力强大 即便有了进步 也不是对手 必须小心翼翼才行 最好能够偷袭 做出决定 聂云并未鲁莽地冲过去 而是目如刀锋 暗暗推算 这头摆着 实力太强 虽然他突破封王 有了很大进步 但比起对方还是差了一大截 必须小心行事 争取一级成功 隐藏 精神一动 聂云悄悄向摆着飞了过去 他利用隐匿师天赋 将自己融在混沌海洋的气流之中 按照道理 隐匿师天赋对摆着这种强者效果不大 可以施展出来 聂云自己都吓了一跳 这一刻 仿佛他和混沌海洋融合在一起 整个人可以随时化成混沌气流 出现在眼前的任何地方 这 连他自己都搞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 他和阿玉王等人交过手 也有一头蜂王分身 明白即便蜂王强者振折三界 这种变成混沌气流融入海洋的能力也是没有的 如果真有这种能力 也不至于连一些没达到蜂王的人都杀不了 处处陷入被动 怎么自己突破后出现了这么多变化 多了这么多手段 变成混沌气流能更好地隐藏 再偷袭摆着的话 应该会增添很大的胜算 顾不上详细观察变化 聂云身体一纵 比直向摆着飞了过去 此时的他 如同一团混沌之气 任何人都没看出来 第1854张偷袭成功 三界战场被弹台灵月经历摆着的战斗 原本稳固的世界早已塌陷 此时四处都是汹涌的混沌气流 和混沌海洋融于一体 聂云未装成混沌之气 简直神不知鬼不觉 就好像一滴水融入大海 哪怕对方实力再强 也难以发现 100米 50米 20米 10米 直到距离只有10米的时候 对方依旧没有发觉 聂云眼睛亮了 凭借他现在的实力 这么短的距离 已经可以给对方致命一级 全身力量集中在一个圆点 手掌缓缓伸出 猛低一阵 变成一道海啸般的力量 他未装成混沌之气 金色长枪 真血王冠未装不成 动用这两件兵器 虽然能让战斗力大增 却更容易曝露 给对方缓冲的时间 所以考虑再三 还是决定用自身实力攻击 施展力量 卫装的身形也就无法隐藏 瞬移一般突兀出现在空中 掌心紧贴着对方 蜂王级的力量和肉身 废水一般咆哮 与对方一接触 立刻涌出 什么 百折正在和念云 念同战斗 没想到后面会突然多出一个人 脸色一变 来不及躲闪 全身力量同时集中在后背 瞬间在体表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光模 哼 偷袭成功 念云怎能留情 眼睛一瞪 力量从气海沿着经脉疯狂冲出 他的手掌也变成了暗金色 天手师天赋 咔嚓 咔嚓 摆着身后的光模 在他全力攻击下 发出一连串脆鸣 蛋壳斑碎裂 摆着虽然实力远胜过他 但全身力量几乎全部放到正前方弹台 灵月和念同身上了 根本没想到背后有人偷袭 仓促之下形成的光模 最多只有本身力量的十分之一 这种程度如何挡得住此时的念云 扑 光模破碎 念云手掌狠狠硬 在对方的背心 摆着脸色一红 一口鲜血狂喷 从战斗到现在 他第一次负伤 而且如此厉害 好机会 念云偷袭成功 但台灵月和念同同为超级强者 怎能放过机会 同时手掌一抖 两道剑气笔直刺来 将摆着的所有能够逃避的道路全部封死 但台灵月刚刚突破封王 还没有合适的兵器 虽只是并止作剑 力量却比念同更强 甚至比念云偷袭的掌力更加浑厚 剑气所到之处 混沌海洋都发出轻轻战斗 好像要将其彻底撕裂 啊 三面夹击 摆着如同受伤的野兽 双眼赤红 一声嘶吼 身体猛地一缩 避过了但台灵月最强的剑气 不去管念同的招数 反而手掌猛地向回忆抓 对念云撕扯过来 但台灵月和念同的攻击 封锁了所有逃路 他最多只能躲避一个 两者选其轻 选了用身体承受念同的招数 甚至趁机对念云进行攻击 要说和他战斗的众人 他最想杀谁 肯定是念云 如果不是他偷袭 就算战胜不过对方二人 也能从容离开 不至于身受重伤 随时都会被人斩杀 扑斥 猎童的剑气刺入百折的身体 蹦出一道雪花 同一时刻 后者的手掌也来到念云面前 将周围的空间全部封锁 这一抓蕴含百折全身精华和力量 一出现念云就感到自己的瞬移 再无法施展 整个人像是被禁锢在琥珀中的虫子 全身僵直 无法动弹 雷霆九州 知道真要不动 任由对方这一爪劈下 任何实力都没用 肯定会被当场格杀 念云再顾不上其他 双眼一瞪 也露出凶狠之意 一拳迎上去 他最强拳法 雷霆九州 虽然这拳里面没有雷霆之势 却带着他刚刚晋级封王的所有力量 比之前的天守师偷袭更加强大 一招使出 即便是他 都有种全身发软 力量耗尽之感 轰 拳掌交集 以二人为中心的空间瞬间塌陷 出现了一个环形的法则空白区 撤 正和一族战斗的混沌王等人 看到这段空白区 瞳孔全部一缩 一声高呼 洗刷刷后退 哗啦 他们反应很快 退得也快 没受到太多伤害 与他们战斗的一族就不同了 足有数十头一族强者 被遮到法则空白区扫中 惨呼都没来得及发出 变成飞灰 法则空白区 连法则都没有 这些人实力封王都没达到 自然抵挡不住 好险 看到这一幕 混沌王等人擦了擦头上的冷汗 一脸亥然 多亏他一直关注着上方的战斗 这才逃过一劫 否则 即便是他这种实力 被眼前的法则空白圆环扫中 同样要立刻毙命 好强 暗自庆幸的同时 心中也满是惊讶 可摆者对攻产生如此强大的法则圆环 空中那个聂云 又该拥有什么实力 呼 挡住对方的手掌 聂云感到全身细力都被抽空了 体内的五脏六腑 仿佛瞬间离开了自己应在的位置 鲜血从口鼻 眼睛不要浅的涌出 扑 倒飞出去 整个人如同一滩烂泥 虽然晋级疯亡 但对方的实力依旧比他高尚不少 要不是刚才的偷袭起了作用 让其全部实力发挥不出来 这一下恐怕就会被活活击杀 哥哥 看到聂云正面借助对方一爪 身受重伤 聂同眼睛立刻红了 半截修罗剑上的剑气变得更加耀眼 浩浩荡荡的杀气沿着刚刚刺中的伤口 凶猛地刺了进入 通龙 剑气进入伤口并没继续前进 而是直接炸开 蕴含他无穷木火的剑气 瞬间侵入摆着全身经脉 扑扑扑 连续吐出三大口鲜血 摆着不停后退 刚才凌人的气息有了逐渐消散的趋势 被聂云偷袭正中后心 又受到聂云全部实力的雷霆九州 此时又中了聂同暴怒一剑 饶是他实力强大到极点 依旧没坚持住 没立刻毙命 已经算是修为深厚了 哼 兄辨二人的攻击连连的手 一侧的蛋台凌月一声呵斥 玉手翻舞 一掌劈下 这招如刀 辉煌的气力蔓延一万万公里 还没来到面前 就将摆着身体表面的皮肤 压得有些惨白 可恶 没想到我摆着纵横天地 驰骋万界 灭掉无数大小世界 却要死在这样一个地方 我不甘心 看到这招 摆着知道再没力量抵挡 一声长呼 声音轰动九州 将周围的混沌气流都激荡开来 扑吃 但台凌月没因为他的呼喊而停手 不过手掌形成的刀器 被这道临死前形成的怨气激荡 微微一偏 将他一条手臂当场斩落 并不致命 如果不是他 你们杀不了我 手臂被斩 摆着眉头眉皱以下 转头盯向受伤的聂云 目光中带着无穷无尽的恨意 不错 要不是哥哥偷袭 我们根本不是你的对手 猎童点头 他已经看出对方生机逐渐消散 随时都会死亡 就没乘胜追击 你的实力的确强大 我不是对手 但台凌月也停止攻击 道 哈哈 没想到我如此人物 居然死在一个刚刚突破锋芒的小家伙手里 不过 也没什么可悲的 能够出现混沌同庆的人物 岂会简单 以后的成就肯定无可限量 能死在你手上 也算值了 摆着一笑 虽然满是不甘心 却也没办法 猎童 但台凌月 别和他废话 你忘了那些古诗了 他肯定在拖延时间 想要使用什么诡异的手段 见他凶悍的镜头消失 不再动手反而废话 念云心头警惕之意大增 急忙喝道 他身受重伤 即便牧生之气都没调节好 此时全身瘫软如泥 根本用不上力气 只能提醒二人 千万不要被对方的态度麻痹 不错 但台凌月还没明白过来 念童如何不知 瞳孔一缩 他拥有修罗王的记忆 知道那些古诗拥有死而复生的能力 眼前这得摆着与他们同一种族 甚至实力更胜一筹 如果也拥有这种实力的话 别说重伤 就算死了 都不能掉以轻心 可恶 听到念云的话 看到念童的表情 摆着脸上立刻露出阴谋被发现的怒吼 全身肌肤一瞬间变成了古铜色 仅剩下的一个手掌 心轻易抖 一只巨斧突兀从念童身后出现 呼啸着劈来 他居然不知何时将手中的兵器藏在了念童的身后 打算对他进行偷袭 巨斧已然达到蜂王级别 再配合他的力量 真要被击中 即便念童的实力 恐怕也只有隐恨当场 好歹读 如果不是念云提醒 念童必然被对方临死前的话迷惑 没有意识到 弄不好就会被击中 他一死 念云重伤 再利用些手段的话 刚才的情景或许就会转变 哼 不过 得到哥哥的提示 念童已经知道了对方的目的 早就做好了防备 身体一晃 平移了数百里的距离 躲过巨斧的攻击 同时半截修罗剑在斧头上面轻轻一搭 哗啦 巨斧在他力量的冲击下 立刻向百折头上飞去 第1855张昏迷 百折本身就受了重伤 偷袭念童用尽了全力 因此 巨斧的速度极快 甚至有种撕裂空间的错觉 念童躲避 又加了靶 原本就浑厚的力量变得更加强大 这一下百折就倒霉了 没料到对方非但躲过去 还能将力量加持上来 再想逃避已经晚了 巨斧如同射出的弓箭一般 带着无法阻挡的速度 一直劈了下来 啊 一声惨呼 摆着身体就被巨斧劈成两半 尸体倒在地上 神魂俱灭 一个超越念童的超级风亡强者 被自己的兵器 自己的攻击当场斩杀 说出去让人虚惜 灼烧 剑摆着死在自己的阴谋手里 念云并未放松 而是手指一点 一道火焰涌出 瞬间将地上分成两半的尸体 烧成灰烬 有了古师的经验 先将尸体烧毁再说 不然 如此厉害的家伙 再次复活 他们可没希望再将其再斩杀第二次 毕竟 对付这家伙最重要的转折点 就是他的偷袭 重新复活 警惕偷袭 能不能战胜都也未必了 呼 烧掉尸体 念云等人这才松了口气 对望了一眼 各自从对方脸上看出一丝笑容 不得不说 刚才实在太凶险了 稍有不慎 满盘皆输 扑通 烈云倒在地上 压在心头的压力消失 这才觉得无穷无尽的疲倦涌上来 眼睛都似乎有些睁不开了 可摆着应对一拳 破坏了他体内的大部分生机 要不是已经晋级到封王级别 恐怕现在已经死了 牧生之气 强忍住 没进入昏迷 念云调动 牧生之气 恢复体力 紧接着耳边传来各种各样的呼喊 其中保护 念云大人的声音距离他最近 也最响亮 不过 此时的他已经削弱的一点力量都没有了 甚至眼皮都睁不开 只能不管不顾 继续恢复伤势 牧生之气虽然能够让人瞬间从中伤变得健康 但他这次受的伤实在太重了 而且体内还有摆着留下的无数暗镜 只有先将这些东西驱逐出去 才能逐渐恢复 糟了 闭上眼睛 念云正在缓缓调动力量驱除对方在他体内留下的暗镜 突然一股强大的力量猛地从手臂传过来 瞬间冲击全身 感受到这股力量 他脸色一变 之前融入手臂的金色血液 竟然在这时候发起了进攻 金色血液 如同剧毒一般 对人的灵魂力量都有极大的腐蚀作用 突破蜂王后 这种腐蚀虽然减缓了 却没彻底清除 念云本来打算伴随实力增强 一点点解决 或者询问蛋台灵月找寻解决方法 做梦都没想到刚才的战斗伤势太重 再也无力抵抗其中的毒性 瞬间 那种让人昏沉的剧毒之力冲入脑海 念云心中只说了一句 就忍不住一黑 重重倒在地上 陷入了昏迷 昏迷前 听到醋到风声 似乎又有不少人来到跟前 着急地喊着名字 不过 他什么都不知道了 不知过了多久 念云缓缓醒了过来 这才发现 平躺在一个软床上 眼前没有战场 也没有一族 而是无数鲜花 芳香扑鼻 这是哪里 我的身体怎么样了 念云并未站起 而是灵魂内视 观察体内的情况 怎么会这样 精神在体内环视一圈 念云立刻一脸沮丧 他的伤势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但那种蕴含剧毒的金色血液 已然突破了手臂桎 流进全身 这种情况 相当于剧毒已经渗入骨髓 即便他有蜂王实力 也没办法解决了 难道刚突破蜂王 就要被毒死 念云有些无奈 刚刚突破蜂王 本以为实力大净 没想到就出现这种情况 想想都让人无奈 嗯 不对 我现在的身体 并未出现大碍 心中正有些不甘 突然脑中灵光一闪 不对啊 金色血液的剧毒融入全身 连骨髓都沾上了 按照道理 应该再也无法苏醒 直接死亡才是 怎么这些剧毒停在上面 并未继续腐蚀他的灵魂心脏 有人用大手段 帮我封印住了这些剧毒 想到这点 念云看清了体内的情况 似乎有人用大手段 将这些剧毒封印住了 这些毒气 短时间内不能动弹 这样做 虽然能让他短时间内 性命无忧 但全身实力也相当于 被彻底压制住 无法动用 也就是说 现在的他除了肉身之外 刚刚突破的蜂王实力 根本无法使用 一旦使用 封印破裂 剧毒入侵 弄不好就会死亡 没想到我也会有这天 苦笑着摇头 手掌一推床边 轻轻坐了起来 念云抬头看去 眼前是个巨大的花园 似乎有人听到他醒来的声音 空气一动 几个人引飞了过来 当先一个 正是聂童 这是哪里 异族怎么样了 列云急忙问道 此时的聂童伤势完全恢复 精气神十足 经过之前的一战 似乎又触碰到了某个桎梏 随时都会突破 摆着被杀后 剩下的异族不足为虑 已经被我们全部斩杀了 列同忙道 全部斩杀 列云松了口气 既然他这样说 那些异族肯定全部死了 剩下的那些异族 联合起来虽然战斗力不弱 但摆着金色血液王者和肉流王者死亡 一定给了他们很大打击 群龙无首 自然再挡不住 列同等人 被全部斩杀 肯定也只是时间问题 我昏迷多长时间了 心中一动 想到一个问题 列同伤势完好 异族全部被斩杀 按照情况 应该不少时间了吧 三个月 哥哥已经昏迷三个月了 听到询问 列云犹豫了一下 道 三个月 列云一愣 重生以来 除了涅槃 还从没有过昏迷这么长时间的经历 看来当初受的伤的确很重 金色血液剧毒 的确够厉害 越人呢 知道自己昏迷了多长时间 心中感慨一下 列云随即抬头 看了人群一眼 眉毛不由皱起 眼前的一群人中 居然没有弹台凌月 第1856章去了一族 他 去寻找解决你身上金色毒液的方法了 列同犹豫了一下 道 寻找解决毒液的方法 看来我身上的毒气应该是他封印的吧 听到弹台凌月为他奔走 聂云心中生出一道暖意 对方忘记过去 能做到这点 算有一个良好的开始了 凌月嫂子交代让你这段时间好好休养 千万不要动用力量 否则 一旦毒气彻底解开 就算真正找到解决方法 恐怕也没办法救治了 列同交代 放心吧 我不会鲁莽的 列云笑了笑 突然想起什么 眉毛一抬 封印怎么样了 这三个月一族有没有再次入侵 这是他最担心的事 从肉流亡者口中知道了不少讯息 明白这次入侵的这些人同属于一个叫做普天的势力 这个势力强大无匹 摆着如此势力 在这个势力中可能都算不上高手 将这么多人斩杀 一旦给这个势力知晓 再次派前队伍过来 甚至只要派出一个超过百折的高手 混沌海洋就会承受不住 陷入巨大灾难 封印灵月嫂子已经重新加固了 目前并没有一族入侵 哥哥你就放心吧 列彤笑了笑 不能掉以轻心 这些一族好像有一个巨大的组织 必须提前防备 见他有些不在意 聂云警惕的道 好 知道哥哥一向不会无地放使 聂彤点了点头 哥哥 你刚刚恢复 还是好好休息吧 不用了 这么长时间没动 也该活动一下 聂云笑了笑 向外走去 昏迷了三个月 他感到整个人的身体都有些僵硬了 对了 这是哪里 三界我怎么从未见过这样的地方 向前走了几步 聂云停下来 眼前漫山遍野都是各种各样的植被花草 空气中生出一道淡雅之戏 十分好闻 尽管进入三界的时间较短 很多地方都去过 这种所在 还第一次见到 这是 聂童有些尴尬 犹豫了片刻 不知如何回答 这是灵秀山 人群中一个声音见他回答不出 道 灵秀山 聂云眨巴眼睛 看了一眼聂童 又看了一眼人群中的灵秀大帝 笑了起来 这 灵秀大帝说这里适合养伤 环境好 我就带你过来了 见他的笑容有些古怪 聂童连忙解释 我知道 聂云也不多问 不管聂童的目的是什么 能将自己带到这里 说明和灵秀大帝的关系已经有了进步 至少在向良好的方向发展 对于聂童 他一直感觉有很多的亏欠 从前是开始 自己这个做哥哥的 都没好好照顾他 反而一直被他照顾 现在他成为一代封王 又有如此美丽的女子相伴 算是有了一个很好的结局了 当然到底能不能和灵秀大帝走到一起 还需要时间的魔力 对于聂云来说 能在一起 真的就完美了 混沌王 绝杀王他们呢 走了一会 聂云突然想起并未看到这两位王者 经不住有些奇怪 此时的混沌海洋 随时都有可能被一族攻击 丙端实力按照正常情况应该聚集在一起 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怎么这两个王者和许多强者都不见了 甚至燕辉 同龄等人都不在 这 聂童挠头 言语之无 过了半天都没说出一句 怎么了 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聂云眉毛一皱 没 有 哥哥你就放心吧 怎么会有事情瞒你 聂童尴尬一笑 连忙低头 看到他这副样子 聂云心中一跳 聂童是他弟弟 最为熟悉不过 虽然现在变成了修罗王 地位修为都增加了无数倍 二人之间的感情还是那种单纯的兄弟情谊 这种感情下 对方隐瞒没隐瞒自己 能够一看看出来 他撒谎的时候 从不敢直视自己的眼睛 现在明显就是这种情况 既然你不想说 那我就自己寻找答案 见他不说 聂云知道他肯定有苦衷 盯着眼前的地点 我先问你第一个问题 但台灵月去哪里寻找解决毒液的方法了 意识到对方有事情隐瞒 各种思绪在脑海一转 已经明白了很多事情 但台灵月作为天位王者 能够掌控整个混沌海洋 如果海洋中真有能够解决他毒液的方法 用不了多久就能找到 不可能还要专门花费时间寻找 再说 虽然现在不知道混沌王等人去了哪里 但看聂童的样子 肯定也和此事有关 否则 聂童也不会这样支支吾吾 毕竟要是为了对付一族 没必要隐瞒 就算聂云现在实力不能动用 肉身力量还是可以使用的 单凭肉身灵魂 他也有封王战斗力 也可以做不少事情 他去了 去了 聂童脸色长到通红 说不出话来 嗯 去了哪里 见弟弟这种举动 念人眉毛一扬 心中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 难不成 刚才的猜测是对的 全身肌肉一下绷紧 拳头不由自主地攥起 声音有些发颤 他 是不是去了一族 解铃还虚系铃人 自己身上的金色毒液 是一族强者沾惹上的 如果真想解决 混沌海洋恐怕很难找到办法 唯一的方法就是一族 可是一族高手如云 其中什么情况谁都不知道 没有准备贸然进入其中 危险之大 可想而知 即便但台灵月身为天位王者 稍有不慎恐怕也会直接陨落 神仙难救 哥哥 聂童脸色一紧 想要说什么却说不出来 是还是不是 聂云不理会他的犹豫 目光如电 是 犹豫了一下 聂童知道瞒不过哥哥 只好承认 去了一族 怎么去的 难道通过封印 怎么这么鲁莽 心中虽然猜出来 真正听到对方确认 聂云还是心头一紧 满脸着急 在一族摆着这样的强者 都算不上高手 就这样过去 不是找死吗 第1857章青城 做我妻子好吗 你为了混沌海洋山中剧毒 随时都会失去性命 林月嫂子和混沌王等人 作为混沌海洋的一员 也应该做些什么 再说 不将一族的危机解除 这样的情况 以后肯定还会再次出现 进入一族 一来寻找救治你的方法 二来 也想查探一族的底细 然后再想办法对付 见哥哥已经猜出 聂童知道隐瞒也没有任何意义 道 去一族是在必行 可也要提前准备一下 找些一族的人 弄清楚那边到底什么情况才行啊 知道对方说得不错 聂云并不反对进入一族 只是没想到这么快 百折等人全军覆没 一族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与其被动挨打 还不如主动出击 至少也要先搞清楚 一族到底什么情况 都有什么实力才行 否则 一直在这里等着 早晚都会被对方面杀干净 李说的这些 也都想到了 上次战斗时 抓了不少一族 只是那些人宁死不屈 到最后都没问出什么 加上时间紧迫 只好先过去走一步算一步了 列同道 这批一族灭亡 不知下一批会什么时候出现 如果和上次时间一样短 任何办法都没用 所以 即便对一族不了解 有些危险 进入其中也总比在这里等死要好得多 他们去了多长时间了 知道弹台灵月等人已经进入一族 此时埋怨也没用 聂云冷静下来 灵月嫂子将你身上的毒气封印柱 就带混沌王他们去了 让我留在这里照顾你 聂同道 封印柱毒气就去 岂不快到三个月了 列云心中一紧 三个月时间 可以发生很多事情 万一他们进入其中就遇到一族队伍 恐怕早已经全军覆没 带路 我要去一族 吐出一口气 聂云道 去一族 哥哥 你才刚刚醒过来 而且实力不能动用 去一族危险实在太大 还是我去吧 你在这里等着 聂同吓了一跳 忙道 他身体被剧毒侵袭 实力无法动用 进入一族别说找人 弄不好就会陨落 怎么可能答应 不用说了 就算你现在能够拦住我 我自己也会去 还是准备一下 一起走吧 打断弟弟的话 聂云神色中带着果断和决然 哥哥 见他这副表情 聂同知道再无法劝阻 与其到时候 哥哥自己偷偷过去 没人保护 还不如他现在跟着 兄弟二人在一起 也能相互照顾 不用紧张 当初我们兄弟 从天地六道来到 邪悦至尊狱 能够打出一片天地 一族就算再强 也未必不可以 拍了拍弟弟的肩膀 聂云笑了起来 不错 猎童眼睛一亮 露出自信之色 当年他们从天地六道出来 对混沌海洋同样一无所知 结果不也一样达到今天这种地步 成就了无上辉煌 什么事情 都是走出第一步难 一旦踏出 也就没那么可怕了 哥哥 什么时候出发 想明白怎么回事 聂同对一族之行 再没有畏惧 反而露出期待之意 走之前 我还有一件事要做 聂云抬头看向远方 不知想些什么 哥哥你先处理你的事情 我准备去一族的东西 见他还有事情要做 聂同逝去的不再多问 带着灵秀大帝等人转身离开 眨眼功夫 一个人影都不见了 全都消失得干钱净净 这群家伙 聂云摇摇头 看来聂同也从单纯少年变成人精了 他只说了有件事要去做 就带着众人离开 很明显看出自己要做的这件事 牵扯隐私 呼 感慨一声 身体一晃 聂云进入纳物世界 精神移动 一座山峰从眼前巨大的光照中磨溢出来 山峰上方 一个女子正安静坐在岩石上慢慢修炼 听到动静 缓缓睁开了眼睛 聂云 看到她的身影 女子脸色一喜 露出倾国倾城的容貌 落倾城 她这些天一直在纳物世界的时空拢去修炼 外界过了不到半年时间 她已经修炼了几千万年的时光 配合无数灵药和宝物 已然达到2999条大道 2999条大道 半步主宰巅峰 只要找到魏本源大道 随时都可以突破成为主宰 以怎么有空来看我 这些年一直努力修炼 就是为了追赶眼前这位少年的脚步 所有相思都变成了动力 这才让她这么短时间 达到如此境界 几千万年时间达到这种境界 和聂云比起来差得太多 放在三界 却绝对算得上超级天才了 若清成名谋的双眸紧钉着眼前的少年 生怕自己看错了 对不起 这么久都没过来看你 见她目光中蕴含的激动 聂云有些愧疚 她固执的这个时空拢躯 与外界的时光差是一亿倍 自己在外面时间不长 但是对方却已经带了几千万年了 这么多年见不到思念的人 即便有修炼做动力 恐怕依旧会觉得遥遥无奇 无比漫长 你肯定有更重要的事要去做 再说 不停修炼也就忘了时间 若清成玩耳一笑 美丽的眼眸如同星辰般璀璨 听到她的话 聂云心中一痛 这个女孩从弃海大陆就跟在自己身后 一路走来 一直都在身后默默帮助 从未要求过什么 哪怕心中带着无穷无尽的思念 依旧什么都不说 这份情谊 已经将她的内心彻底融化 知道她和弹台灵月的感情 这个女孩不再奢求和她在一起 只想最简单的能够看上她一眼 结果如此简单的要求 都这么长时间没有做到 你是不是要离开 看到聂云目光中带着复杂的味道 若清成猜到了什么 郊区不停站斗 她 是不是又要离开 和当初离开天地六道一样 虽然不知道聂云要去做什么 但二人相处了不知多少万年 若清成对她的心思知道的一清二楚 上一次离开天地六道去未知的混沌海洋 就是这种表情 如今再次出现 肯定又要离开 你是过来和我告别的吗 那个地方危险不危险 若清成眼眶一红 扑在聂云怀中 满是不舍和交集 我不让你走 真想去 带上我好吗 你不能去 聂云摇头 若清成现在虽然有半部主宰巅峰的实力 但在一族 连普通士兵都算不上 别说她 就算主宰进入其中 恐怕都会危险重重 她不愿意这个女孩出现任何问题 我要求 我要和你在一起 哪怕死了也在所不惜 若清成带着前所未有的坚定 上次让她离开 自己在天地六道整日担心 这次再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哪怕会死 也要在一起 先别着急 其实过来找你 是有一件事求你 见她这副样子 聂云摇摇头 叹息一声道 我知道你想求我照顾好你的家人 不要和你一起去 上次我答应了你 这次我不听 也不会答应 落清成紧紧抱住眼前的少年 生怕他突然离开 我不是让你照顾我的家人 而是求你 轻轻抚摸怀中女孩乌黑柔滑的秀发 聂云停顿了一下 脸上露出淡淡的微笑 而是求你 做我的妻子 不知 你愿意不愿意 做你的妻子 若清成一愣 郊区颤抖 眼泪瞬间流了下来 再也遏制不住 第1858章离开 哥哥 混沌王他们就是从这里进去的 破碎的三界战场前 聂同指向眼前的封印 手掌一斗取出两枚蕴含特殊印机的浴符 我担心你醒来后一定会跟着过去 就提前准备了两个浴符 使用这个 封印就不会阻拦 轻松穿梭到另外一边 还是你了解我 走吧 见他提前将东西准备好 聂云笑了起来 伸手接过御符 来到封印跟前 此时的三界战场 经过三个月的恢复 除了那些法则空白区 其他地方再次充满了混沌之气 看气流涌动的样子 重新诞生一个新世界 也只是时间问题 至于眼前的封印 果然已被重新加固 看样子不光但抬灵月出手 混沌海洋这边所有强者都动用了力量 此时的封印比之前阿玉王燃烧灵魂 时还要坚固 即便是他力量能够动用 都无法破开 更别说现在了 为了防止咱们被异族抓住 这个御符只是一次性的东西 只要通过封印就会自动毁灭 所以我们过去后 再想回来就很难了 见哥哥拿着御符站在封印前 似乎感觉到什么 聂同解释 这样做最好 聂云点头 这个御符应该是弹台灵月炼制 上面蕴含他的气息 与眼前的封印交相呼应 能够让他随意进入其中不受阻碍和攻击 但这种力量是可以消磨的 只要走过封印 力量就会完全消失 御符也就重新变成白纸 化成粉末 看来弹台灵月他们考虑得很周全 异族的情况不知什么样 万一进入其中就被抓住 来回都能通过的御符落入对方手里 就等于给混沌海洋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使用这种单方面进入的御符 虽然进入者会有很大威胁 却能短时间内保证混沌海洋的安全 也算不错了 进去吧 看了一眼已经明白这枚御符怎么使用 聂云手腕一转 正要催动其中的力量进入封印 就听到一声着急的呼喊 聂云转过头去 正是洛青城 那天在纳乌世界对他说出自己决定后 洛青城幸福的差点昏过去 等了这么多年 就等着他这个承诺 终于苦尽甘来 怎么可能拒绝 当天 二人就回到灵秀山 并将聂孝天 洛湛豪等人从纳乌世界带出来 举行了婚礼 聂孝天等人经过这段 时间的修炼 最差的也都达到了宗主级别 进入至尊域丝毫不受压力 他们都知道洛青城一路走来对聂云的依恋和爱慕 见他们终成眷属 一个个由衷的高兴 尤其是洛湛豪 见女儿的愿望终于完成 作为父亲 替他感到幸福 灵秀大帝本来见到弹台灵月刚走 聂云就迎娶其他人 有些鄙夷 听到洛青城的不离不弃后 眼睛也有些湿润了 心中再无芥蒂 一个女人不求回报 为了这个男人生死不惧 就应该获得幸福 拥有幸福 如果连这种幸福都得不到 结局也未免有些太惨痛了些 灵秀大帝为了等待修罗王 不惜耗费了亿万年的时光 懂得这种付出 自然也理解洛青城的决定 二人相处了不久 就成了很好的姐妹 婚礼的规模说大不大 说小却又不小 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参加婚礼的人 都是聂云的老朋友 没邀请外人 总共不到一百人 对于他的身份来说 规模算是比较小了 但这些人论起实力的话 几乎囊刮了整个混沌海洋最高武力 要说规模小 足可以让无数人羞愧而死 当然 对于规模 聂云并不在意 在意的是给了洛青城一个沉默 一族之行生死未卜 谁也不知道那边什么情况 如果真要死了 一了百了 什么都不用考虑 但活着的人就可怜了 必然伤心欲绝 聂云知道洛青城的秉性 既然认定自己 死亡也不会更改 与其浪费他一生 还不如给一个沉默 也等于给自己一个交代 大婚过后 聂云并未着急离开 而是让聂同准备更多的东西 自己也做足了准备 首先他直接将魏本源大盗打入洛青城 父亲聂孝天等人体内 让他们顺利突破到了主宰境界 和服暗潮猜测的一样 当初的修罗世界 也有八道魏本源 世界破碎后 那些主宰陨落 这些魏本源就被修罗王放在了一个地方 本来伴随世界本源消散 也会毁灭 结果 聂云炼化了修罗世界的核心 并将其再次进化到至尊欲级别 所以 这些魏本源再次能够利用 进入深区 就能让2999条大道强者突破 主宰和半部主宰巅峰 虽然只差一线 两者却有天地之差 他去一族 弄不好就会陨落 肯定不能将他们放在那物世界 放在混沌海洋 自然让他们拥有更强实力 才能放心 让他们突破后 聂云也没停歇 又利用那物世界的复制能力 弄出了无数主宰神兵 将他们一个个包裹的严密无比 又炼制了数百枚蕴含 蜂王意念的玉符 还不放心 最后将蜂王分身留下 才算松了口气 虽然聂云现在的实力不能动用 但单凭肉身和各种手段实力不弱于蜂王分身 留在自己身边用处也不大 还不如放在这里保护他们 再者 分身和本尊同一个意念 留在这里也能更好地陪伴父母亲人 除了安排好混沌海洋这边 金色血液王者 肉流王者和百者死亡后 也各自留下了蜂王神兵 帮助聂同炼化了一柄 剩下的让蜂王分身炼化 和另外一个分身炼化 这样一来 无论混沌海洋还是他自身的实力 再次得到提升 聂云 带着我吧 我是你的妻子 应该和你共同经历危险 裸青城景丁着眼前的少年 目光中带着坚定 我答应你 一定会回来 放心吧 至少我还没实验过 见他这副样子 聂云知道对方担心自己 生怕以后再也见不到 唯唯一笑 他曾答应裸青城不少事 的确从未实言 这次一族虽然危险 但他并不害怕 相反还带着浓浓的期待 认为一定能够活着回来 小心 骆青城还想说什么 嘴唇哆嗦了几句 最终只留下这样一句话 他虽然很想跟着去 但也知道他的实力跟过去 只会拖后腿 与其那样还不如就此作罢 天地六道的所有生灵 我都放在一个小世界中了 你留在这里好好督促 他们修炼 一旦再有一族来到 蜂王分身会将你们带到 混沌尽头躲藏 即便想和他们战斗 也要等我回来 见他答应 聂云笑了笑 交代一句 天地六道炼制成蛋台 灵月肉身后 其中所有生灵都在纳物世界 为了他们的安全 聂云重新炼制了一个小世界 将他们放入其中 这个小世界和当初的天地六道一样 只不过花费了更加多的层次 一旦修为达到 就能立刻飞升进入另外一个世界 这样以来能够让人拥有更大的目标进行修行 也能防止世界压迫力太大 将弱小者灭杀 好 知道聂云这样做是为混沌海洋保留香火 避免被一族全部灭杀 若清成点点头 走了 知道耽误时间越长 越不想离开 聂云也不犹豫 哈哈一笑 催动手中玉符 身体一晃 进入封印 嫂子再见 猎童眼睛也是一眨 紧跟了过去 二人瞬间消失在眼前 进入了一族世界 第1859章饥饿 封印加持了混沌海洋 无数强者亿万年的力量 辽阔无边 有了玉符 二人走在其中畅通无阻 很快就来到边缘 这个封印是当初的修罗网巩固的 根据记忆 另外一边有着让封王强者都为之色变空间压迫 即便当初他的实力也没前进太远 被迫无奈地停了下来 看着封印那边的世界宛如迷雾中一般 隐隐约约看不清楚 聂同道 当年一族入侵 修罗王发现了这处裂缝 是连通另外一个世界的桥梁 这才花费大代价将之封印 至于那边的世界 他才走了几步就被迫回来 没敢继续前往 倒不是他胆小 实在是怕他进入其中会引起一组警惕 到时候派遣更多的强者过来 小心吧 无论前方多危险 聂云二人都不会停歇 也就没有畏惧的必要 聂云当先一纵 立刻从封印中走了出来 咔嚓 刚离开封印 一股巨大的力量猛地撕扯过来 聂云脸色一变 直接趴在地上 扑哧扑哧 巨大的压力撕扯下 他身上的血管 皮肤像是被刀子划过 血液流淌 让他瞬间变成了血人 好重的压力 感受到身体受到的损伤 聂云并不害怕 知道这是一足空间压力大造成的 躺在原地不动 深呼吸了几口 调整自身的同时 悄悄观察周围 眼前所在的位置 好像是个山谷的裂缝 因为湿气过大 四处都是迷雾 有些看不清楚 周围空气中的力量 如同刀锋一般在体内肆虐冲撞 让他呼吸都有些困难 这股空间虽然很大 对我们这种实力来说 影响不大 关键是与咱们体内的力量有冲突 这才如此难过 猎童也没好到哪里去 和聂云一样躺在地上 不过他似乎看出了什么 说道 嗯 猎云点头 他说的不错 这个空间的力量虽然比混沌海洋 三界要强 却也不至于直接将它们压得趴在地上站不起来 主要原因很简单 是它们修炼的力量体系和这个世界的力量格格不入 一进入其中 力量顿时产生冲突 才导致它们有力气施展不出来 先将我们体内的力量转化成适合这个世界的 不然就算进入其中也很容易被人发现 又观察了一会 猎云心中推算出转化的方法 传递给猎童这是转化的手段 眼前这个世界的力量 和当初从契海大陆进入天地六道时一样 天地六道修炼心力 契海大陆则是夺天造化之气 两者虽然都用灵气转化而成 实际上却有着本质的区别 就好像水和水银一样 两者虽然都是液体 却有着不可同日而语的差距 眼前这个世界的力量 带着另外的味道 比它们体内的力量更加厚重 如果说把它们体内的力量比作水 眼前空间的力量就好像石头 沉重无比 即便是它们这种实力 初来乍到都承受不住 看现在的样子 幸亏落倾城它们没跟来 不然刚一来到恐怕 就会被强大的压力压得破体而亡 两种力量没有特殊功法转化 很难兼容 涅云见多事广 而且两种世界之力 差距不算太大 研究一会就有了方法 按照研究出来的方法 涅云缓慢控制侵入体内的 肆虐力量游荡全身 刚开始所到之处 到处都是撕裂般的疼痛 让它不得不减慢速度 用更多的力量进行对抗 运行了不知多久 身上的疼痛逐渐减缓 整个人也开始轻松起来 呼 涅云站了起来 完全适应了这种力量 压迫感就减弱了 不过比起至尊欲还是大得多 即便它这种实力 最多能做到正常走路 奔跑 根本无法飞行 哥哥 站起身来就看到涅童站在一侧 看样子已经等了不短的时间 你这么快就适应了 没想到弟弟这么快适应 涅云奇怪 主要是哥哥实力不能动用 我直接转化 自然要比你快许多 涅童道 涅云也不回答 只是点了点头 他体内的力量被弹台 凌月用大手段封印住了 很多经脉都是堵塞的 转化力量必然要慢许多 这是没办法的事 难怪那些异族这么强大 这个世界的压迫力如此大 肯定能诞生更厉害的强者 涅云有进入天地六道 协约至尊欲的经验 知道空间压迫越大 出现的强者也就越强 当即笑了笑 正打算前行 突然听到身后咕噜一声 转头一看 只见弟弟一脸尴尬地摸着肚子 哥哥 我饿了 饿了 涅云一愣 修为达到他们这种境界 一万年不吃都不会觉得饿 这么才来到这地方 时间不长就感到了饥饿 不过 涅童不提他还不觉得 一提 他此时也立刻感到了肚子有些难受 似乎也饿了 应该是这个世界的空间压迫力大 消耗也大 单凭咱们吸收灵气的速度 抗不过消耗 只能靠吃东西提取营养 感到腹中饥饿 涅云明白过来 苦笑一声 不过没事 我这里有吃的 说完手腕一番 一些三界之中特有的美食 就出现在面前 来的时候 那物世界准备了不少吃的 就算没准备 凭借世界的复制能力 也能制造无数美食 好 看到没事 涅童眼睛一亮正打算伸手过去拿着美餐一顿 忽然眼前的食物被风一吹 立刻变成灰烬 撒落在地 这 二人吓了一跳 片刻后聂云再次苦笑 三界的食物在这里根本承受不住压力 别说吃了 一拿出来就会被压成粉末 那怎么办 涅童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有些担心 两大风亡强者 混沌海洋舵一舵脚就天崩地裂的人物 不会刚到这里就 饿死了吧 三界中的食物无法食用 看来只能到处找找看 或许这个山谷就有一些吃食 见代的食物不能吃 聂云只好抬起眼睛向前看 打算就地取材 看看在这里能不能找些吃的 第1860章难吃的果实 也只能这样了 夜童满脸沮丧 从天地溜到一步步走来 二人已经不知多长时间没感到饥饿了 现在却饿得前心贴后背 其中难过滋味可想而知 山谷内杂草丛生 每一株草的叶子都坚韧如刀 蕴含着浓郁的生机 随手撕掉一根草叶 念云一个猎切 随即骇然 眼前这根叶子 看起来并不显眼 但重量却和三界之中的一座大山一般 边缘锋利 稍有不慎就会将手指割破 堪比巅峰混沌神兵的草叶 看了一会 念云咽了口唾沫 一阵无语 眼前这根草叶的加固程度 居然和巅峰混沌神兵相仿 甚至一些巅峰混沌神兵 都无法将之切断 你妈 这真的是草 不会是某些大能炼制的兵器吧 仔细看过去 不光草叶坚韧 里面蕴含的灵气更是浓郁 如果三界的一个普通人 将这片叶子里的灵气炼化 完全可以直接达到金甲浆级别 一片叶子就蕴含一个金甲浆体内全部灵气 未免太恐怖了吧 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世界 灵童也发现了这一点 一脸警惕 原本二人只以为这个所谓的一族 只是一群靠吞噬世界增加实力的疯子 没想到还是低估了 但凭这个世界的坚固程度 植被生长的情况 就能推断出 这是个更高的未免 比三界更加高级 这种情况和当初他从福天大陆 进入天地六道一样 哪怕一根树苗 一株野草 放下去 都会变成神兵利器 让人无法阻挡 当初老酒鬼就是利用一根天地六道坠落的树枝做兵器 从而号称福天大陆第一人 看来吃的 并不好找啊 明白这个世界可能比三界更高一个层次 念云苦笑着摇头 这种事情和当初刚进入天地六道何层相似 一根野草都这么厉害 活物恐怕更加强大 更难斩杀 先不管了 能找到什么就是什么吧 虽然感慨 二人并未停歇 沿着山谷的通道一步步向前 二人都是封王之中的佼佼者 即便这个世界高一个层次 也算不上弱者 一步步向前 走了一会 就逐渐适应了环境 如果说之前行走还有些吃力 现在已经轻松自如了 一边前行 二人一边四处打探 走了接近三个时辰 这才从山谷走出 刚出山谷 涅童就兴奋地一声惊呼 顺他目光看去 涅人眼睛也是一亮 只见不远处的一个小山包上 一株果树矗立 密密麻麻 解满了鲜红的果实 这种果树 他们二人虽然从未见过 但远远嗅去 芳香扑鼻 一看就知道是绝世美味 二人本来就饿得快瘫痪了 此时又嗅到这种味道 哪里受得了急忙来到树下 哥哥 这个果实能吃不 紧盯着上方 涅童洒洒嘴唇 按照常理 刚进入一个陌生环境 一切都不熟悉的情况下 尽量不要乱吃东西 万一有毒呢 三界之中最厉害的剧毒 可能都影响不到他们 但这个世界不同 不说其他 金色血液亡者体内的血液之毒 现在涅云就无法驱除 我也不知道 没事 可以是以下 身体临缘搬向树干爬去 先不管能不能吃 摘下来再说 总不能看着吃得因为畏惧 活活饿死吧 虽然身体修为不能施展 但涅云此时已经适应了这个世界的力量 爬起树来并不费事 片刻后来到一个鲜红的果实跟前 伸手摘了过去 这 用力撕扯了两下 涅云脸色发绿 这个果实看起来鲜红欲低 随时都会从树上掉下来 结果他用尽全力撕扯 却没扯下来 他现在的力量 如果再混沌海洋的话 把整个邪悦至尊欲举起 都不会浪费多少精力 此时摘个果实都摘不下来 说不出的狼狈 不行用剑吧 涅铜井跟在后面爬上来 看到哥哥的囧态 笑了起来 随手将修罗剑取出 修罗剑断肠两截 以他的实力还无法修复 不过切割水果 半截剑 应该够不成问题 心中想着 手掌一抖 一道强大的剑气凌空踢出 看 剑他的动作 涅云一阵无语 如果给三界强者知道 实力最强的修罗王 用最强剑招只为了切割水果 估计全都会活活笑死 这未免太小题大做了 不过 这种想法还没结束 脸色再次一僵 猎童用尽全力的一剑 刺在连接水果的枝条上 并未直接将枝斩断 而是 蹦射出无数火花 屁事没有 真的假的 兄弟二人对望 都有些崩溃 水果都摘不下来怎么吃 就算摘下来 看这种坚固程度 也咬不动吧 虽然二人对实力都很自信 但并不觉得 蜂王神兵都斩不下来的东西 牙齿能够咬动 好像有个白印 崩溃过后 猎童一直眼前水果 顺他手指看去 猎云果然看到连接水果的地方 留下了一丝白印 看来刚才的攻击还是有效果的 对准白印 猎童又连续斩了几下 眼前的水果终于晃动了几下 从空中坠落 呼 猎云眼几手快 伸手将水果抓住 这一下 又差点将它从树上坠落 好不容易稳住身形 将水果靠近 顿时叫得香味扑鼻 本就饥饿的肚子 再次不争气地叫了起来 我尝一下 如果有毒 立刻驱除 再不能吃 没毒的话 多摘几个 拿着果实 念云警告一句 这东西不知有毒没毒 他反正中毒已深 也不用太在乎 张口对着水果咬了过去 本以为这东西会和树枝一样 咬不动 没想到咬开并不费事 一瞬间浓郁的芳香进入口鼻 水果的汁液 喷入咽喉 啊 汁液一进口 念云愣住 脸色立刻发绿 再也忍不住张口吐了出来 怎么了哥哥 难道有毒 看到他的举动 念同一脸警惕 没毒 就是太难吃了 吐了半天 感觉黄胆豆快吐出来 念云才苦笑道 眼前这个水果 闻起来芳香至极 谁知道吃到口中 却和黄莲一样 苦不堪言 从小到大 还从没吃过这么难吃的东西 难吃 这么多苦都受过 我不幸有多难吃 看到哥哥的样子 念同摇摇头 一路走来 经历过无数事情 什么苦没吃过 只要没毒能吃 一切不成问题 心中想着 接过哥哥手中的水果 也张口咬了过去 之夜进入口中 脸色一绿 妈的 居然真这么难吃 说完和念云一样 也忍不住吐了出来 兄弟二人吐了一阵 终于缓过来 相对一阵苦笑 食物是找到了 但这么难吃怎么办 走了这半天路 都饿得差不多了 这个是山外看样子 还不知多大 是吧 吃饱了才有力气 继续行动 不然 总不能活活饿死吧 念云道 这倒是 吃 尽管果实难以下烟 但腹内实在太过饥饿 二人再不去管 再次摘下两枚 一人一个捏着鼻子吃了下去 不得不说 这个果实虽然难吃 其中蕴含的灵气 却非常充足 只吃完一枚 念云就感到全身一股热流涌动 之前的饥饿感 完全消失 你们是谁 怎么在这里 刚吃完 正想继续采摘几个路上流着 就听到一个声音喊了出来 这个声音和异族的语言一样 虽然二人听不懂 灵魂波动 却还是能分辨出来的 愣了一下 二人急忙转头 向声音的来源看去 同时经不住一愣 第1861张 被试破身份 眼前是几个年纪不大的孩童 手里拿着粗糙的弓箭 箭矢正对着他们 一个个虎木圆凳 如灵大敌 这些孩子都只有十一 二岁的模样 身上的衣服有些粗糙 光着脚丫 应该属于山林里的猎户 却哥哥精神饱满 瘦弱的身体中 蕴含着强大能量 宗主级别 看到这些十来岁的孩子 一个个都有宗主级别 兄弟二人对望 各自觉得脑子转不过来 太震撼了 从衣着 服饰 这些人明显没有良好的修炼条件 这种情况下都有宗主实力 一旦修炼 该有多强 我们 是采药者 不小心迷路了 聂云模仿对方的语气连忙 说道 刚到这里 他还不想惹麻烦 这些孩子虽然只有宗主级别 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但万一身后有高手呢 再说 打听消息才是王道 能避免争斗 最好避免 采药者 几个孩子眨巴眼睛 对望了一眼 各自露出嘲弄的笑意 你胡弄谁的 采药者能不认识地连果 地连果 聂云眨巴眼睛 不用问 手里的这个果实肯定就是了 地连果苦涩至极 不能使用 我们都知道 采药者不会不知道吧 一个孩子横道 这 聂云有些尴尬 他也是饿坏了才吃的 怎么能想到表面这么鲜艳的果实 味道却如此苦涩 只好尴尬地挠挠头 我们迷路了 又饿得要命 所以 才吃了点 少废话 我觉得你们肯定是洛杉瓶的奸细 抓回去交给冠林叔叔 让他处置 其中一个孩子大声喝道 这个孩子比其他人都高上半头 脸色略显有黑 身上洗着一张瘦皮 俨然是一众人的头领 好 看他们鬼鬼祟祟的样子也不是什么好人 抓走 其他孩子同时 就应了一句 各自将手中的弓箭举起 涅云二人只要不下来 他们就会放箭 下去吧 有人或许能打听一些消息 涅云不想节外生枝 就和涅童从树上跳了下来 既然这地方有这么多孩子 又说出什么洛杉布之类 那么这里肯定有一个部落 或许可以问出不少事情 只不过 堂堂两大蜂王强者被一群孩童抓住当成俘虏 的确够训的 我们不反抗 你们也不用弓箭逼着 你们说的洛杉布 我们二人也是第一次听说 根本不知道 来到众人跟前 涅云解释 不解释不行 万一他们这些箭矢弄不住射到身上 也不好受啊 不知道洛杉布 不管你们知不知道 跟我们来吧 首领孩子见他这样说 犹豫了一下 故作沉稳的加了一句 不要想着逃走 到了这里 你们根本逃不掉的 是 是 我们不会逃 涅云连忙道 走吧 见这两个俘虏如此配合 几个孩子满脸高兴 带着他们沿山路向山林里面走去 这些孩子的实力不高 灵魂波动没有太多掩饰 很好捕捉 涅云 涅童路上故意找他们说话 时间不长 他们的语言就学了葛七七八八 这些人的语言和当初 公入异族的人一样 当初金色王者他们说话不多 所以没怎么学会 现在有了这些人交谈 真正学起来 并不算太难 一路前行 绕过一个山包 就看到一座密林出现在眼前 这里的树木叫不出名字 每一株都两人合抱粗细 插入天幕 一眼看不到顶 路过的时候 随手在树干上弹了一下 念云脸色一变 这些树木的树干 即便不用炼制 也已经达到了半部主宰神兵级别 也就是说 在这种树上随便砍一根树枝 扔到三界 都和半部主宰神兵一样 让无数人为之疯狂 树木的枝叶肥大 遮天蔽日 将天空射下来的光线全部挡住 虽然身为蜂王强者 走在其中 念云 念同体内依旧不由自主感到一丝寒冷 一根树枝都和半部主宰神兵相仿 岂不说 许多矿石的坚韧程度已经超越了主宰神兵 难怪能够炼制出真血王冠等蜂王神兵 这个世界的材料 就是混沌海洋无法比拟的 在密林里走了一会 果然看到一个不大的部落 岩石木头堆积的房屋 显得有些简陋 怎么了 这两个是什么人 向里走了几步 还没来到房舍跟前 就听到一个雷鸣般的话语响起 随即一个人影大步走了过来 这个人影威猛高大 足有两米多高 一双眼睛如同灯笼 闪烁着璀璨的金光 半部封王强者 看了对方一眼 聂云心中一动 眼前这个壮汉 居然是个半部封王强者 虽然比起现在的自己 还略显不如 一个山林的小部落就看到如此强者 让他已经不能用震惊来形容了 冠林叔叔 这两个家伙 是我们刚才在地莲果树上抓到的 正在吃地莲果 我怀疑是洛山部的奸细 之前那个首领孩子略带妖公四地道 正在吃地莲果 叫做冠林的壮汉微微错愕 对孩童们摆了摆手 你们先回家吧 这两个人交给我处理 是 众孩子似乎对这个壮汉十分幸福 听他这样说 不再废话 齐刷刷向前面的房间跑了过去 片刻后失去踪迹 你们两个 是什么人 冠林虽然身体很壮 却并不傻 自然看出聂云二人不属于所谓的洛山部 直接问道 我们不小心迷路了 走到了这里 聂云道 迷路 不用瞒我了 连地莲果都不认识 直接使用 如果我猜的不错 你们应该是其他小世界来的人吧 冠林黑黑一笑 眼睛放光 像是看透了二人身份 嗯 听到对方直接说出自己的身份 聂云心中一景 脸色立刻变了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难道就因为吃了葛地莲果 就被对方一眼试破了 拳头捏紧 聂云目光一闪 露出一道寒芒 第1862章环宇神界 不用紧张 其他小世界来的也没什么 我不是那些未到者 不会对你们怎么样 似乎看出了聂云的紧张 冠林道 我不知道你说些什么 虽然对方说不算什么 但聂云并不放心 嘴上来了个死不承认 反正对方也无法察觉 只要不承认他肯定也没办法 如果对方真有办法确认 大不了让聂同出手将其斩杀 不用否认 活了这么多年 是不是还与神界土生土长的人 我还是能够看出来的 冠林笑了笑 看了聂云二人一眼 放心吧 这个世界每年都有无促小世界的人来临 多出一两个 不算什么 啊 聂云和聂同对望了一眼 通过对话和举止 聂云可以清晰感受到对方的确没有其他意思 心中有些疑惑 聂同 随时准备将这人出手斩杀 不要留任何痕迹 犹豫 犹豫了一下 聂云悄悄传音 人却看着冠林笑了起来 既然你这样说 我也就不隐瞒了 我们的确是其他小世界来的 刚来到这里 很多事情不懂 或许闹出了笑话 对方已经怀疑自己 与其坚决否认还不如爽快承认 一旦看出他有通风报信 或者想要召唤人的举动 直接得杀 就算因此惹上不少麻烦 也是没办法的事 毕竟 他们的身份一旦曝光 给之前冲入混沌海洋的那些异族之道 结局肯定会更加凄惨 我就说 土生土长环宇神界的人 不可能连地连果都不认识 还要去吃 好了 不用紧张 也不用想着杀人灭口 不管土生土长的人 还是其他小世界来的 现在都是环宇神界的生灵 我不会自找麻烦的 兄弟二人的警惕 被冠林看了出来 这位壮汉呵呵一笑 目光举止都带着丝毫不掩饰的爽朗 啊 是我小人之心了 见对方的笑声爽朗嘹亮 发自内心 没有丝毫掩饰 聂云知道对方应该没有其他心思 真要有 这人的演技也未免太高了 实力也肯定不只是半步蜂王 不过 这种小地方 有一个半步蜂王就很厉害了 再有一个蜂王强者 估计他们二人都会崩溃 也难怪你们多心 很多小世界来到这里的人 都会这样 灌灵笑了笑 你刚才说小世界 还有环宇神界 我有些没听懂 可否给我们介绍一下 既然对方没有乐意 聂云也不在卫装 将心中的疑问问了出来 从他的话里 可以听出 这个世界应该不拒绝小世界的人进入 而且这个群体数量不小 环宇神界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 其中的生灵分为土生土长的环宇神族和外来者 灌灵也不吝啬 直接开口讲了起来 烈云二人仔细听了一会 这才弄明白怎么回事 一族这个所谓的世界 叫做环宇神界 在这里土生土长的生灵 号称环宇神族 这个世界的生灵不光有土生土长的人 还有一些和他们一样 从其他小世界过来的 环宇神族的人自认为是世界正统 这些小世界来的人也不甘示弱 久而久之 就形成了两个阵营 小世界的人虽然出身不好 但一个个天赋极佳 修炼速度也很快 原本他们在环宇神界没太高地位 但联盟成立后 迅速聚集了一堆高手 双方相互警惕制衡 终于给这些人争取了对应的地位 也就是说 小世界来的人就算摆出身份 在这里也没人敢找麻烦 不过 事事无绝对 也有一些未盗者 觉得小世界的人 都是乡下来的乡巴佬 处处刁难 被地理下黑手 甚至成立了一个暗杀小组 专门对付那种 刚从小世界出来 还没彻底了解环宇神界规则的人 冠灵虽然是土生土长的 环宇神族的人 对小世界的修炼者却没什么抵触 相反 对小世界的人还很有好感 所以才这么热情 这样说来 我们还是要隐藏身份 不要让别人知道 我们是小世界走出来的 听到冠灵的话 聂云没想到还有如此多的小世界 更没想到这个环宇神界 还有这么一个组织 如果真有这些人 看来他和聂同一定要小心 万一被发现 凭借现在的实力 肯定躲不过暗杀 是啊 不过 如果真想安全的话 弄个身份就好了 冠灵道 刚才不是和你们说了吗 小世界来的人也成立了一个 不下于环宇神族的组织 只要加入其中 成为议员 性命就有其保护 哪些未到者的组织 不敢再出手对付 因为这是巅峰势力之间的约定 谁要破坏 引动双方战争 任何人都承担不起 哦 如何获得这个身份 二人对望了一眼 聂云眼睛一亮 千不管如何弄到这个身份再说 这样就能光明正大游走 这个所谓的环宇神界了 这个身份叫无边位 想要加入其中听说还需要考核 不过考核什么内容 我并不知道 只是听人说过有这东西 想要知道确切消息 还要出山打听 冠林犹豫了一下道 无边位 叶云点点头 暗暗将事情记在心里 无论到什么地方 先弄到合适身份才能更好的行动 这个环宇神界 能有摆着这样的强者 肯定也有更厉害的高手 他们二人的实力在混沌海洋 无人能挡 但在这里 只比普通人强一些 必须小心 别站在这里了 来到这里都是客 先随我去部落再说 组长大人可是非常好客的 见到你们肯定很高兴 聊了一会 冠林笑道 那好 就打扰了 想了一下 聂云点头同意 他们刚才虽然吃了地联果 挡住了饥饿 实际还相当于没吃东西 再说 对这个世界知道不多 不如多打听一会 弄不好就能得到更多有用的消息 对了 向你打听一件事 大约三个月前 有没有几个小世界来的人路过这里 走了几步 聂云突然想起一件事 略带紧张的看向冠林 第1863张九大事例 来这的第一件事是找到蛋台领域等人 如果只以为这是单纯一族 晚些时间也不觉得什么 现在明白这是一个更大的世界 不免有些担心 不管怎么说 将人找到 众人在一起才能群策群力 才能更加安全 三个月前 没有 就算有也未必能够发现 罗济山横灌数百万公里 那这么巧就遇到了 灌林摇头 这倒是 聂云神色黯淡了一些 对于一个横灌百万公里的大山来说 走丢上上万人都没什么稀奇 更别说及格了 再说蛋台领域等人刚进来的时候 恐怕和他们一样 生怕被一族发现 尽量躲避 这样别人就更发现不了了 族长 这两位是小世界来的人 路过这里 知道对方没有但台领域的消息 聂云不再多问 有意无意地聊着 环宇神界的诸多事情 不一会 三人进入一个面积巨大的院落 灌林喊道 知亚 一个身穿黑袍的老者走了出来 看到聂云二人露出一脸笑意 快请进 这个老者正是灌林所在部落的 族长 实力只有主宰级别 和灌林比差了一大截 不过 德高望重 受到所有族人的尊敬 进入房间 这位族长就让人准备了酒席 聂云二人也的确饿得很了 并未客气 吃了格宝 吃饭期间 相互了解 聊得非常愉快 聂云和聂同也终于明白 为何吃了葛地联果就被对方认出身份了 地联果苦涩难吃不说 对人几乎没什么作用 换做气海大陆的说法 虽然长得好看 实际功效却和树根差不多 甚至有有果汁 距离他们不远就有可以食用的野草 山果 这两个人却去吃树根 在下的人肯定也能猜出 他们根本不认识地联果 也就肯定不是环宇神界土生土长的生灵 两位刚来环宇神界 应该对什么都不熟悉 我看不如加入我们部落 带实力强的再出去不迟 聊了一会 关系逐渐融洽 族长啰了啰胡须笑着说道 加入你们部落 一云一愣这才明白冠林河 族长为何态度这么好了 看来冠林应该是看出了自己和孽童的实力不俗 想要招揽 通过刚才的交谈 他也知道了一些事情 像他们这样居住在山林里的部落 主要生活来源是狩猎 环宇神界的野兽 各个都拥有超越神兽的体质 很是难杀 这样以来 男丁有实力的人就变得极为重要 例如冠林 之所以得到这么多孩童的敬仰 是因为他实力超群 每次狩猎都能带来许多猎物 除了狩猎 山林里还有其他部落 就像之前说的洛杉布 这些部落因为狩猎范围的重叠 势力范围的划分等 经常冒出矛盾 为了解决矛盾 战争难以避免 所以 无论哪个部落 都希望能招揽一些实力强劲的人 土生土长的环宇神族之人 对于他们这种小部落肯定不屑已故 也不会加入 因此 他们也只能找那些刚刚来到这里 对什么都不懂的小世界人 正因为如此 冠林 族长才这么热心 这 我们和同伴走失了 要去寻找他们 加入部落恐怕真的不行 但是 可以在这里住上几天 聂云犹豫了一下 道 他决定住上几天 有三个原因 第一 对环宇神界知道的太少 留在这里 可以多多学习这些人的生活习惯 举止 以后离开后 不至于被人一眼认出 第二 聂同刚才悄悄传音 他本来即将突破的修为 有些蠢蠢欲动 似乎随时都会突破 不管前路如何 突破一层 就多一份安全 聂云当然乐意多等几天 第三 但台灵月等人已经进入这里 足有三个多月 如果不出意外 早就离开罗济山了 就算加紧努力 也未必能够追上 与其找不清方向 草率行事 还不如多了解一些 魔刀不误砍柴工 只住几天 族长听到这话 眼中期待的眼神消失 不过还是笑着同时点头 欢迎 想住几天都行 如果真想走 说一句 我让冠灵送你们离开 那就打扰了 见对方如此态度 并未因为二人没加入波络感到恼怒 聂云心中暗暗点头 对二人的好感增加了几分 看来这个所谓异族并不是所有人都残忍好杀 也有好人的 对了 不知道 族长对环宇神界的诸多势力有没有了解 可否给我们讲一下 聂云问道 他们不可能长期住在这里 肯定要走向环宇神界这个大舞台的 提前了解一些诸多势力 对以后也有帮助 当然 他最重要的是想知道 那个所谓的普天一脉 到底属于何种级别的势力 环宇神界 我只知道九大势力 具体那九哥就不知道 我们青山部祖辈都在罗济山 从未出去过 对外界的消息 还是不知多少年祖宗传下来的 知道的并不多 祖长脸色有些尴尬 作为土生土长的环宇人 对自己所在世界的势力划分不太清楚 他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九大势力 聂云沉思 看 祖长的样子应该不是故意隐瞒 应该是的确不知道 毕竟这里与世隔绝 想要知道外界消息 还是不太容易的 那 这边的力量划分你总该知道吧 能不能解释一下 停顿了一下 聂云接着问道 对方不知道势力划分 总应该知道修炼级别吧 还是我来说吧 冠灵笑了笑 还与神界修炼级别分为王 皇帝 也就是所谓的王境强者 皇境强者和大帝强者 刚才 族长所说的九大势力 都是拥有大帝强者存在的庞然大物 大帝级别 聂云脸色一沉 之前和一族交手的时候 曾听他们说过普天大帝 难不成 这个所谓的普天是一位大帝级别的高手 真要这样 难不成这个所谓的普天一脉 是九大势力中的一个 是啊 这三个级别 每一个都下中 上巅峰 圆满五个级别 以王境为例 分为下品王者 中品王者 上品王者 巅峰王者 和圆满王者 冠灵接着道 五个级别 看来这个王境 应该和混沌海洋的蜂王同一个级别 听到对方的话 聂云心中推测 之前他就叫的蜂王强者好像也有级别 例如绝沙王 混沌王同为蜂王实力就比他和聂同要低 百者也算是蜂王 真正实力 却远超他们 如果推测没错 混沌王 绝沙王他们应该是下品蜂王强者 他实力没封印前 虽然也是下品王者 战斗力却堪比中品王者 聂同则是实打实的中品王者 至于百者 极有可能是上品王者 知道了分析 聂云很快将所知实力划分出来 难怪当初百者看不上众人 能发挥出如此强大的力量 原来他是位上品王者 分出等级 聂云也暗自骇然 一个上品王者都让混沌海洋差点毁灭 不说大地级别 巅峰王者 圆满王者 恐怕都能让他们瞬间变成飞灰 没有反抗能力 难怪那些异族一进入混沌海洋 就觉得他们坐井观天 不知天地之大 是实打实的土著 现在看来 还真的却如此 这是环宇人的划分 像你们这些从小世界来的飞升者 基本上不遵守这个级别的 冠灵道 不 难道飞升者 还有其他级别 对于飞升者这个词 念云并不排斥 知道这个环宇神界的浩瀚伟大之后 也知道凭借他们这种实力来到这里 和当初伏天大陆进入灵界没什么区别 倒不是级别 之前我不是和你说了无边位吗 冠灵孝道 这是小世界来者 定下的规矩 只有六个级别 也就是所谓的一星二星三星 一直到六星 六星无边位 基本都是黄敬圆满高手了 只要大帝强者不出手 基本无人能敌 六星无边位 念云点头 再次将这些事情记在心里 只要加入无边位会给予徽章 无边公会也会有记载 级别越高 享受的待遇也就越高 自然也会受到更多尊重 当然 无边位也不是那么好加入的 实力最差 恐怕都需要王敬的实力 说到王敬 冠灵眼中带着羡慕 他在这个青山部虽然称得上第一高手 真正实力 却只是半步封王 距离真正的王敬 还有很大一段距离 最差都要王敬实力 叶云扎蛇 封王强者在混沌海洋是最强者 到了这里 只够加入无边位门槛的 这个势力的确可怕 爷爷 听说来客人了 在哪 让我看看 念云感慨一句 正想继续询问环宇神界的事情 就听到一个响亮的声音传进房间 随即吱呀一下 一个人影从外面大步走了进来 是个姑娘 十七八岁的模样 闭双大眼水淋淋的 一进入房间 眼睛就落在念云 念同兄弟二人身上 第1864张地旋 你们就是客人 女孩玩耳一笑 我叫婉仁 见过两位 呵呵 见过婉仁姑娘 见女孩落落大方 没有丝毫做作 念云暗暗点头 笑着回答一句 这个女孩的实力 比之前见到的那些孩童要强一些 不过 也只有半部主宰 距离真正主宰还差一截 一个女孩大大咧咧冲过来 成何体统 组长呵斥一句 虽然语气很严肃 脸上却带着溺爱之意 看来对这个孙女十分宠爱 女孩大大咧咧怎么了 男女平等 也也不会觉得女孩不如男人吧 婉仁伸了伸舌头 一脸的不服 女人相夫叫子 养人育女 像你这样整天打打杀杀 不像个女孩模样 到时候谁敢娶你 组长横道 相夫叫子 我才不要嫁人呢 我要和地玄一样 成为这个世界最耀眼的强者 婉仁反驳 族长 既然没什么事 我就和弟弟先下去休息了 见祖孙二人斗嘴 越来越烈 聂云觉得有些尴尬 笑了一句 抱拳道 该知道的已经知晓 不知道的对方也不清楚 与其浪费时间 还不如找个地方协助聂童 让他趁早突破 那好 冠林 你先带他们二人住下 族长点头 是 两位跟我走吧 刚好那边有一个空房子 一直没人居住 冠林笑着带路 聂云二人紧跟在后面走了出去 爷爷 这两个是什么人 你怎么这么客气 借二人离开 婉仁眨巴眼睛 看向爷爷 他爷爷是青山部的 组长 人人听从命令 从未见过对谁这么客气 他们是小世界来的飞生者 组长道 飞生者 我还以为什么大人物 原来是两个土著 婉仁摆摆手 一脸的不在乎 不要这样说 这些飞生者在咱们看来起点很低 实际上在他们的世界 确实最巅峰的人物 到了环宇神界 只要适应空间压迫 修为很容易突飞猛进 所以 这种人要好好交往 千万不能得罪 组长一脸凝重的道 且 就算能够实力增加 也不知多少万年的事了 现在也没必要这么客气吧 婉仁不意外然 理这就错了 这两个人 进入青山步不卑不亢 眼中没有丝毫慌乱 看他们的样子 对环宇世界了解不多 应该是刚进来不久 这么短时间 就完全适应新世界的规则 还有如此胆量 实力恐怕不低 组长道 实力不低 真的假的 我看他们的年龄也不大 能会有什么实力 爷爷你想多了吧 婉仁撇撇嘴 嘴上说得轻松 一双大眼 却向聂云二人离开的方向看去 心中生出一阵疑惑 这两个家伙 不会真是高手吧 要真是这样 那就好了 嘿嘿 嘴角缓缓扬起 谁都不知他心中打着什么主意 刚才婉仁小姐说的帝玄 不知什么意思 跟在冠林身后 聂云问道 刚才那个婉仁小姐 说道帝玄 满脸羡慕 难不成这人是个绝世强者 不 这位帝玄是环宇神界有名的一位女性帝级强者 一人单枪匹马成立了一个巨大的势力 叫神女峰 这个势力全是女弟子 每一个都很强大 冠林随口解释 神女峰难道九大势力之一 聂云脸色凝重 之前组长书九大势力 都有帝级强者存在 这个神女峰既然是这位帝玄创造 应该算得上之一了吧 不错 神女峰的确是九大势力之一 而且听说 排名还比较靠前 冠林说到这停了下来 这些事情我也不太清楚 也不知婉仁小姐从哪里听说 之后就对这个所谓的帝玄 崇拜有加 不 见对方知道的不说 聂云不再继续问下去 虽然没从他们口中知道更多有用消息 但知道了等级划分 世界分为两大阵营 已经算是不错了 一路无话 时间不长 就来到一个房子 你们先住在这 理念什么都有 需要吃喝了 自己可以做 将兄弟二人带到房间 灌林道 列云环顾一周 这个房子并不大 勉强够两个人居住 不过房屋虽小 里面的东西却一应俱全 吃的喝的丝毫不缺 多谢了 感激的说了一句 聂云点点头 好了 你们应该也累了 早点休息吧 今天就不打扰你们了 明天一早上我们要去狩猎 如果有兴趣 就跟我们一起 没兴趣 就多休息几天 灌林笑了一句 转身向外走去 怎么样 大概多长时间能够突破 灌林离开 聂云关上院门 看了聂童一眼 问道 帝帝传音给他说找到了突破的灵界点 他也想看看 三天左右吧 聂童道 三天 那好 你什么都不用管 安心修炼 这个环宇神界 虽然空间法则兼固了一些 灵系却十分充足 在这里修炼突破 事半功倍 聂云道 这个环宇神界 比混沌海洋空间法则兼固 灵系也充足的多 本来聂童的力量就算找到突破灵界点 在混沌海洋没有促万年时光也难以继续前进 而在这里完全不同 根本不用担心力量受到压迫 事半功倍 嗯 聂童不再多说 盘系坐在床上 调整着体内的力量 我也看看能不能借助这个世界的力量将金色毒气化解掉 见地底修炼 聂云有些无聊 也盘系坐在床上 进入修炼状态 他修为被封印住 无法修炼 却可以试验一下 在这个世界 能不能化解金色剧毒 研究了不知多长时间 聂云无奈地摇摇头 停了下来 这个世界虽然厉害 但金色剧毒更加可怕 找不到合适的解药 根本无法压制 既然不能修炼 聂云也就懒得浪费时间 站起身来 正想出门走走 突然眉毛一扬 嗯 感知中 一个黑影正悄无声息地走了过来 来到了院子的墙外 第1865张晚人 此时天色已黑 万籁聚集 这个身影幽灵一般 隐藏在一片黑幕之中 难道环宇神界的味道是已经知道了我们 聂云眉毛一皱 看对方的样子 明显不怀好意 他和聂同刚来这里 想被他们出手的 恐怕只有那些所谓的味道是 不会是灌灵 族长出卖我们吧 脸色一沉 念云目光闪烁 难不成灌灵和 族长之前的表现都是假的 故意将自己二人留在这里 目的是为了通知那些味道是 这种事他之前也不是没想过 一直小心观察 说实话这二人的态度 举止都没问题 如果连他都没看出来 二人的演技也未免太厉害了 先不管了 先下手为强 最好能抓活的 问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这些想法在脑中一闪而过 念云转头看了一眼地点 知道他正处在突破边缘 不能打扰 身体移动 如同一片树叶 缓缓落在院中 轻轻一点 整个人已经藏在墙角 他体内的修为虽然不能使用 肌肉力量却是可以随意施展的 他肌肉力量还没达到蜂王级别 却也无限接近 再配合诸多手段 实力尽管不如之前那么厉害 也至少拥有蜂王出奇 墙外这的蒙面人 不知用什么秘法隐藏了本身气息和修为 让人看不出来 但据他猜测 应该还没达到蜂王级别 藏在墙角 念云不动弹 而是屏住呼吸 整个人安静得如同一块石头 体内力量不能动用 想要和以前那样隐秘 就变得不太容易 与其冲过去厮杀 还不如守株待兔 以意待劳 等了促十个呼吸 外面的黑影果然有些等不住了 身体一纵翻了过来 这家伙见对方翻进来 念云不禁哑然失笑 本以为对方是个高手 没想到居然是个菜鸟 正常杀手 贸然进入别人居住所在 必然先探查四处有无封印 埋伏陷陷阱之类 这个黑影直接翻身进来 目光直勾勾顶着房门 连后路都没看 未免太不专业了吧 难不成这家伙对自己的实力 这么自信 心中奇怪 念云从阴暗处轻轻走了出来 嗯 就在马上来到黑衣人身后时 后者陡然警觉 手臂猛低一转 一掌劈了过来 这种实力也做杀手 看到对方的攻击 念云脸色古怪 这家伙的实力居然连主宰都没达到 这种级别的掌励 对他来说 没有丝毫影响 虽然刚来环宇神界 但通过和冠灵等人的交谈 已经知道了这个世界实力等级 真是杀手的话 最少也要和 族长差不多半部封王 这种实力搞什么 别动 再动我就杀了你 身体一化 念云已经躲过对方的攻击 右手一伸 从后面捏住对方的脖子 躲避攻击 牺牲来到身后 再到捏住对方脖子 一气呵成 行云流水 没有丝毫懈怠 甚至黑影都没搞明白怎么回事 就已经落入他的掌心 谁派你来的 想要干什么 一招制服黑衣人 念云冷恒一声 手指夹净 本来黑衣人还想动弹 被他手指的力量压制 顿时停顿下来 黑衣人可能做没想到刚翻进来就被人发现 并且被制住 呜 黑衣人正想说话 院子外面传来脚步声 而且听声音 不止一个 烈云眉毛一皱 另外一只手立刻捂住对方的嘴巴 敢说话 我就杀了你 说完不再理会对方 耳朵竖起听外面的动静 虽然不知时间 但看天黑暗的程度 应该已经到了半夜 这时候来一个黑衣人 又如此多的脚步声 到底想要干什么 咚咚咚咚 心中正在疑惑 脚步声已经来到院子跟前 紧接着听到了敲门声 烈云兄弟 你休息了没有 灌铃的声音响起 哦 还没呢 天这么晚了 不知找我什么事 没想到半夜三更灌铃过来 聂云眉毛一皱 呜呜 似乎听到了外面的动静 黑衣人呜呜就要说话 聂云眉毛一皱 捏住对方脖子的手指一紧 呜 黑衣人似乎知道随时都会死亡 不知从什么地方生出了勇气 手肘一翻 对聂云就垂急过来 哼 聂云距离对方很近 哪能让他急中 身体向前一窜 躲过手肘的一击 另外一只手轻轻一抓 就将对方双臂锁住 正想问一下对方不知死活发飙 到底搞什么 聂云突然脸色一僵 刚才动作很快 二人距离又近 请不得已只能从前面 将对方抱住 锁住对方 这样一来 手臂也就不免将对方环绕起来 这一下立刻让他发现了不对劲 对方胸前下面两个软绵绵的东西 顶着胳膊 让他微微错愕 一直以为眼前这个黑衣人 是个男子 现在感到胸前的弹性 难不成是个女的 不过愣了一下聂云就再次沉住气息 管对方是男是女 想要对付他 就必须付出足够的代价 手指一动 将对方面筋扯掉 呼 面筋掉在地上 聂云看了过去 想要搞清楚到底谁这么大胆 这点实力就敢来找麻烦 一看之下 脸色再次一僵 婉仁小姐 出现在眼前的 不是别人 正是之前在 组长房间里遇到的 那个巾帼不让虚美的婉仁 急忙后退了几步 聂云放开对方 现在在对方部落做客 又有人在门外 一旦被别人看到将 组长的亲孙女抱在怀里 搂着对方的咳咳 想想都觉得有理说不清 说实话 要是修为还在 对付这个婉仁 根本不需要这么麻烦 力量迸射 随便就可以将之封印 现在只剩下肉身实力 只能尽身肉薄 这才如此尴尬 抬头看向对方 这才看到这位婉仁小姐脸色难看 眼睛直勾勾钉过来 作为女子 无论再怎么大大咧咧 被席兄肯定也会不高兴 聂云兄弟 今天晚上是我们部落的勾火节 不知你有没有兴趣参加 就在聂云不知所措的时候 外面灌铃的声音响了起来 第1866张勾火节 我看了一眼眼前的婉仁小姐 聂云有些纠结 不知该怎么处理 别说我在这里 见她的表情 婉仁生怕她说什么 急忙压低声音道 脸上带着哀求的味道 也难怪她害怕 作为组长唯一的孙女 虽然平时大大咧咧 实际上却是部落里的最美丽的一只花朵 从未和别人有过什么事情 万一被族人发现大半夜出现在一个陌生男人院落 有理也说不清了 呃 聂云不傻 立刻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同时暗暗松了口气 对方这样说 也就说明她来这里并非冠灵 族长受益 这样的话 冠灵突然出现 或许就是个巧合 虽然和这个青山部的人认识时间不长 但对方热情如火 无论如何都不相信会出手对付她 我收拾一下就过去 明白这些 聂云不再多说 喊了一句 那好 在之前你来的山欧口 快点过来 晚了就赶不上精彩了 冠灵笑了一声 紧接着听到脚步声 越来越远 直到消失 确定对方确实已经走远 聂云看向眼前的女孩 李半夜三更来着 打算干什么 虽然不想和这个青山部闹出不愉快 但如果对方真图谋不轨 想要谋害他们兄弟二人 肯定不会放过 我 晚人本来不想解释 结果看到对方像毒蛇般钉着 心中经不住生出一丝慌乱 我听爷爷说小世界的人都很厉害 所以想来试试 就这么简单 聂云苦笑不得 让自己一直警惕 怀疑这 怀疑那 结果 就这么简单 对方只是好奇心生出 想来试试手 没想到还没进入房间 就被抓了 聂云没怀疑她的话 刚才她故意将身上的气息释放出来 带着浓烈杀气 对方这种实力根本承受不了 如果这时候再能说谎 不可能连主宰都没达到了 我早就听说小世界来的人 都有极高的天赋和能力 立玄大人好像就是从小世界出来的 我想看看你们到底有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厉害 所以 瞒着其他人过来了 似乎害怕她不相信 晚人急忙到 对方还没潜入就被自己发现病制服 继续纠结也没什么意义 而且聂云仔细看了 对方应该只是一时好奇 没想到后果 只好摇摇头 不再追究 转移话题 刚才冠林说的篝火节是什么意思 有火才能生存 篝火节是我们青山部落每年一次的节日 这一天部落里的人都会围着篝火坐在一起 唱歌跳舞 彻夜狂欢 晚人道 不 聂云没想到还有这种节日 微微一笑 换做以前 她肯定不会去 不过刚到这里 需要更多了解这个世界的规则 参加这种聚会 或许能更加了解这些土生土长的环宇人 你走吧 问清楚怎么回事 不再多说 聂云摆了摆手 既然对方没什么恶意 肯定不能斩杀 留在这里也是麻烦 还不如直接放走算了 多谢 没想到这么快就放她走 晚人愣了一下 随即一咬嘴唇 点了点头 身体一纵 跳出矮墙 消失在夜幕里 她的确是听爷爷吹嘘飞声者的不俗 想来看看 只是做梦都没想到 才刚来到院子就被置住 直到此时她才明白 和这些人比 她之前心里所谓的优越感 简直一无是处 能在小世界活到世界之巅 哪一个不经历无数场战斗 久死一生 一个只待在山林 只会狩猎的人 怎么可能比得上 见晚人离开 念云摇头 不再理会 族长说的不错 飞声者虽然出生的环境 比不上正宗还宇人 潜力却比他们大得多 能从各自世界杀出来 走到巅峰 哪一个不是心智如海的老怪物 这种人就算短时间内修为低 伴随时间推移 也会越来越强 远超那些温室长出来的花朵 也许那些保守的环宇人 正因为害怕这种潜力 才组成暗杀组 暗杀刚刚上来的飞声者 走进房间 看弟弟依旧修炼 暂时没什么问题 念云推门走了出去 外面漆黑一片 唯有衣处 火光耀眼 声音远远的传来 非常热闹 不用看 就知道那里肯定是 篝火节所在的位置了 缓步走过去 伴随靠近 果然看到无数人引围着篝火 又唱又跳 很是热闹 过来了 还没走到跟前 就听到一个喊声 组长正笑盈盈的看过来 指着自己身边的座位 组长 列云知道对方让他过去坐 笑着坐了下来 你们小世界 没有这种篝火节吧 组长看过来 没有 列云摇头 篝火节实际上 并非我们山里人才有的风俗 是整个火神域都有的节日 组长道 火神域 还宇神界一共有九州实地 火神域正是实地中的一个 这里大家信仰火 认为火给了人温暖和光明 有火的地方才有实力 组长道 九州实地 列云并不关心火 而是关心所谓的九州实地 这是还宇神界的地域划分 你不要觉得火神域只是实地中的一个不算大 那就错了 实地虽然小于九州的任何一个 实际上却是无边无际 没达到皇级实力 想要横穿 几乎不可能 组长感慨一句 看过来眼中带着劝慰的意思 我不知道你们兄弟的实力到底如何 但小世界出来 想必也高不到哪里去 就这样离开的话 恐怕这个山都很难出去 多谢 组长提醒 列云知道对方是真心实意劝阻他 感谢的抱拳 哎 就知道劝不了你 见眼前这个少年虽然感激 眼中依旧带着自己的坚持 组长知道劝阻不了 摇了摇头 嗷嗷嗷嗷嗷 二人正在交谈 就听到眼前正在跳舞的众人 发出嗷嗷的声音 洗刷刷看向一个方向 顺他们的方向看去 就见组长的孙女 刚被自己抓的晚人已经换了一身行头 走了过来 第1867章 我有心上人 此时的女孩 穿了一身浅蓝色的长裙 乌黑的长发瀑布斑流淌下来 修长的身躯 暴吐有致 即便聂云这种见过无数美女的人 陡然看到都忍不住感到一阵惊艳 不过 也就惊艳而已 并未感到什么 毕竟她虽然漂亮 与其洛青城等人还是差得很远 对她来说 不算什么 对青山部的其他人来说 就不同了 一阵狼嚎般的叫声 部落里的青年男子全都眼睛放光 篝火节的时候 所有人平等 即便组长也不能干涉 平时这位晚人打扮的河南孩子一样 从不装扮 今天突然改变风格 对这些人的冲击力实在太大了 别胡乱叫 吓着晚人怎么办 晚人尖叫的人群中 一个小伙站了起来 呵斥众人一句 向晚人走去 眼中带着的感情 不用猜都能看出 对于这个小伙 众人似乎很是佩服 大家再次嗷嗷叫了几声 并没多说什么 这是罗拔 我们青山部年轻一辈的最强者 组长笑着解释 看他满面含笑的样子 似乎对这个罗拔很是满意 通过白天的接触 聂云知道这位 组长的大男子主义很重 孙女再强势 也只是个女子 早晚都要嫁人 能嫁给族内最强者 绝对是最好的选择 晚人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不理会众人的呼啸 罗拔脸色长红 整个人有些紧张 不 他的话一出 周围再次欢呼 只不过 人群中好几个少女的眼神暗淡下来 看来不光晚人在青山部 拥有极高人气 这个罗拔也是不少女孩心中的男神 勾火节既是一年内最热闹的节日 也是青年男女相互求爱的最好时机 如果有了心仪的男孩 女孩 通常会在这个时候邀请跳舞 并将自己亲手准备的花环带到对方头上 如果对方答应跳 并且戴上花环 就说明同意了二人的事情 以后相处 就会变得简单不少 组长罗着胡须笑着将他们的风俗介绍一遍 哦 烈云笑了笑 这种事和当初在琉璃城有些相似 难怪之前冠林书去晚了没热闹可看 恐怕他早就知道罗拔要向晚人示爱 如果不同意呢 该怎么办 烈云问道 有同意 自然也就有不同意 恋爱这种事谁都说不来的 别人再看好的姻缘 当事人眼中 也未必是最好的 因为是欢庆的节日 当众拒绝显然不好 毕竟也是折损颜面的事 不打算同意的 就会在腰间细一只白色手帕 这样以来 对方就知道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了 会自动离开 组长解释道 这么复杂 念云暗暗记在心里 这些都是风俗 想要在这个世界生存 记住总没坏处 答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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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和组长聊天 前面人群中的青年男女的欢呼声 已经如同浪潮 罗拔是年轻一辈的最强者 聪明能干 婉人是女子中的翘楚 美丽大方又是 组长的孙女 自然很多人看好她们 希望能够好好撮合一下 这丫头大大咧咧 和男孩子一样 一直让我担心 要是能够答应下来 也算了却一桩心愿了 组长也被眼前的气氛烘托 火光照耀下脸色红扑扑的 满是笑容 她这个孙女 一直想当女强人 对男人不屑已故 把她愁得半死 如果今天答应对方 剩下的一切也就简单了 她的想法很好 不过话还没说完 就看到这个孙女玉手一晃 一张白色的手绢出现在腰间 同时不再理会罗拔 继续向前走来 唉 看到这一幕 众人知道罗拔失败了 同时一阵叹息 同时 也有不少人眼睛亮了 管人没同意罗拔 他们是不是就有机会了 众人正在一动 又一个青年站了起来 哈哈 罗拔 我早就跟你说过 你不行的 非不听 还是我来吧 这个青年笑了一声 从背后拿出一个巨大美丽的花环 走了过去 这是灌江 是我的亲侄子 这次 组长没说 不远处的灌铃笑了起来 看来他对这个侄子很有信心 对于谁能取的婉人芳心 聂云并不在意 他只是个过客 笑着向这位灌江看去 看了一会 暗暗点头 刚才罗拔的实力他看了 已然达到主宰级别 看青山部的情况 如此年纪能够拥有这种实力 绝对算得上不错了 而眼前这位灌江 虽然还没达到主宰级别 但看身上澎湃的力量 突破也就在最近一段时日 没有大爱的话 一个月内必然突破 虽然突破比罗拔晚 但从年龄上看 比罗拔应该还要小上几岁 这样一来 优势就十分明显了 天赋显然比前者还要高上一丝 勾火节 大家各凭能耐获取女孩芳心 和实力无关 冠江见罗拔眉成功 欣喜若狂 自然不会放过机会 冠江手里的花环 每一株花都不相同 足有数百种花朵 单从样子就知道费了不少辛苦 婉仁小姐 我可否请你跳一支舞 将花环递过去 冠江满脸紧张 不好意思 见到眼前的花冠 婉仁并没像其他女孩那样答应下来 而是摇了摇头 再次取出一个白色手帕细在腰间 这种勾火节 很多帅气的男子女孩通常都会准备许多手帕 不然想拒绝别人都做不到 真就丢人了 勾火节结束后 不少人会以手帕数量多少比对 要上手帕多的 说明拒绝的人多 也最有魅力 因此 勾火节上 手帕越多 魅力越大 这已经成了不成文的规定 正因为有了这种比对 有些人为戏手帕感到烦心难耐 而有些则期待着能多戏几张手帕 出人头地 呃 见女孩的动作 冠江知道自己也失败了 脸色一暗 哈哈 还说我 你也好不到哪里去吧 看到她的样子 罗巴刚才的失落一扫而空 笑话我 你也没成功吧 婉仁小姐不选我 我没什么话说 只能说我做的还不够 本身还不够优秀 只是 我想问一下 婉仁小姐 到底有没有喜欢的人 不理会罗巴的嘲笑 冠江抬头看了过来 目光炯炯 听到这话 其他人也都看过来 生怕错过了什么 连续将族内最优秀的两个少年拒绝 这个婉仁难道真没喜欢的人 如果真有的话 又会是谁 甚至 族长也瞪大了眼睛 这个孙女一直是她的心病 如果有了喜欢的人 那就好办了 喜欢的人 婉仁犹豫了一下 突然环顾一周 嘴角仰了起来 看向一个方向 看到她的笑容和目光琐事的方向 聂云心中突然露出不好的预感 不是她自作多情 而是 这女孩眼睛看的方向正是她这边 当然有了 就在这里 婉仁轻一笑 款步向聂云的方向走了过来 刚才这个少年眨眼功夫将其置住 又对她习凶 让她有些耿耿于怀 此时能吸引别人的嫉妒 让她焦头烂额 绝对是好事 我的确有了心上人 聂云 我可否请你跳一支舞 几步来到聂云跟前 婉仁轻一笑 将迷人的容貌展露在所有人面前 她 部落里的人大部分都知道 今天来了个小世界的土著 本以为住几天就会走 做梦都没想到族内最美丽的一枝花 会喜欢上她 就在众人用好奇 嫉妒 目火诸多眼神看向这位少年的时候 却见聂云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个白色手帕 默默默然的记在了腰上 第1868章大举来袭 啊 看到她的举动 所有人都露出一脸古怪之意 就连婉儿也打了葛列切差点摔倒 片刻后秀木戴煞 难以遏制心中的怒气 你什么意思 不好意思 我不会跳舞 不理会她的怒意 念云专心洗腰上的白色手帕 以婉仁差点没一口血喷出来 她对自己的容貌气质很有自信 一直以来 能挡住她魅力的男孩几乎没有 也就造就了她有些自大的性格 本以为自己走上前来 邀请对方跳舞 表达出那种意思 对方会心而接受 现在看来不但错了 还错得很离谱 对方根本就没这个意思 甚至觉得她是空气 你是不是不知道跳舞的意思 气得全身哆嗦 也不能发火 挽人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她这样说 也算是给自己台阶下 刚拒绝别人 骄傲得跟公主一样 转眼间就被打脸 换作谁都会觉得难堪 知道啊 我没看上你 念云知道对方的意思 偏偏不给 故意道 你 晚人三师神跳 差点没昏过去 早知道她会这样说 就不废话了 可以想象 今天之后 她女神的神话将会彻底破裂 成为所有人嘲笑的目标 你不是高傲吗 不是谁都没看上吗 貌似别人也没看上你啊 你叫念云是吧 我要和你决斗 就在晚人抓狂的时候 一个怒吼响起 正是刚才失败的冠江 看来这小子的确情根深种 见自己的女神受入 再顾不上刚才自己折损的颜面 提出要和念云决斗的要求 决斗 念云摇头 他就算实力不能动用 也是封王出奇强者 眼前这家伙连主宰都没达到 想要决斗 开什么玩笑 怎么 不敢 是男人就接下来 如果你输了 马上给晚人小姐道歉 如果赢了 我 我保证再不纠缠晚人小姐 见对方没答应 冠江还以为瞧不起她 怒道 你纠缠不纠缠晚人小姐 似乎和我没关系吧 我为什么要决斗 列云摆手 这个决斗肯定不能答应 只要答应 就等于为了晚人争锋吃醋 盛也不是 不盛也不是 难受至极 你 灌江牙口无言 就连晚儿也一脸难看 差点憋成内伤 的确 这个赌注太没营养了 人家根本不喜欢晚人小姐 你缠不缠关她什么事 甚至看对方的表情 你最好缠一下 她就没功夫缠我了 列云 你不要欺人太甚 晚人气喘吁吁 胸前的饱满一起一伏 洁白的玉面上也带着一道怒火燃烧后的红润 说实话 长这么大 一直被所有人当成公主 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欺人太甚 我 没欺负啊 我真不喜欢你 你难道想霸王硬上公赖上我 列云眼睛眨了眨 小丫头 想和我斗 差得远 作为经历这么多事情的老怪物 列云哪里不知道对方想些什么 她实际上根本不喜欢自己 而是想借助自己来摆脱眼前的困境 顺便给自己造出点麻烦 借机报复之前的事情 谁知 没报复了 反倒让她陷入被动 弄得如此尴尬 霸王硬上公 晚人差点吐血 她就算大大咧咧 也是个女孩 被这样说 就好像她饥不择食 非要嫁给对方一样 简直熟可忍省不可忍 正要发飙 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起 随即一个狼狈的身影连滚带爬冲了过来 组长 组长不好了 这个身影聂云从未见过 不过看服饰和举止 应该是青山部的人 怎么了 这么慌张 组长本来正在看热闹 自己这个孙女 一向骄傲 此时虽然受气 却也能磨磨性子 让她知道世界所有人并非都为她旋转 在她看来 算是件好事 所以并未劝阻 本来正想看这个孙女会不会因此转变性格 就听到这话 眉毛经不住扬起 是 洛杉布的人 他们趁勾火节 攻过来了 我们的防御 已经被完全摧毁 这人满是紧张 焦急的喊道 什么 洛杉布的人来了 还将防御攻破 糟了 他们一定是觉得勾火节 我们会放松警惕 这才大举进攻 洛杉布本身就比我们强一些 如果真要他们冲进来 咱们青山布 出了投降 没有其他办法 投降 你难道忘了紫山布的下场吗 绝不能投降 否则 我们怎么对得起青山布的列祖列宗 刚才那人的话 没有遮掩 围在篝火边的众人顿时听了清楚 一个个脸色难看 焦急的喊了出来 青山布 洛杉布 敌队多年 双方都有对方不少人命在手 真要投降 可以预见 整个青山布 所有青壮年都会被斩杀 女子都会被凌入 真要这样 绝对生不如死 快取兵器抵挡外敌 众人意识到这点 组长自然更加明白 立刻大声喝道 不过喊声还没结束 就被一个笑声打断 这时候再取兵器恐怕已经晚了吧 哗啦啦 声音结束 一连串脚步踩碎枯枝败叶的声音传来 无数黑猶猶的人影 将众人围在中间 一个目光森森的中年人大步走了过来 脸上露出血液之色 他身边是个身穿长袍的中年人 此人和所有人穿着都不一样 容貌隐藏在黑袍之中 看不出来具体容貌 普天一墨的人 别人不知道此人是谁 念云一眼就认了出来 眼前这家伙 虽然隐藏得很好 体内却带着一种腐蚀人灵魂的意念 和之前的百折等人十分相似 不用想 肯定是那个普天一墨的人 这家伙如果猜得不错 应该属于一个大势力 怎么会出现在这个所谓的洛杉布 冯胜 你想怎么样 被众人围住 组长知道今天在劫难逃 脸色沉了下来 我想怎样 哈哈 这还有说吗 你难道不知道 叫做逢圣的中年人 目光如同阴霄 带着冷冷的杀意 第1869章突然冒出的想法 篝火节是火神域最盛大的节日 动兵有为天河 你难道就不怕晋级的时候神域天法加重 祖长河 神域天法是环宇神界的天地惩罚 晋级就会出现 是修炼者最大的障碍 突破神法 实力大净 无法突破 身死盗允 神法的来源和当初福天大陆的天道一样 具有公正性 做的违心事太多 神法就会增加 让人难以抗衡 勾火节是火神域最盛大的节日 普天欢庆 这种时候拆散家人 主持杀伐之道 有上天河 必然遭到上天反噬 当然 这只是普通人的一种说法 具体神域天法会不会加重 并非他们说了算的 嘿嘿 这不需要你操心了 洛山部的人听令 动手 冯圣似乎不在乎他口中说的神域天法 再次冷笑 手掌一招 围住众人的洛山部众人齐刷刷涌了过来 手持冰刃 如狼似虎 青山部的人正在欢庆勾火节 并没想到对方会进攻 所以大部分都没有准备 别说手中没有兵器 什么东西都没有 和对方的全副武装比 差得太多 同样实力 对方有兵器有盔甲 一旦交战 胜负很容易遇见 这些人当初残杀我们 洛山部无数条性命 今天就拿他们祭祈 男人全部斩杀 女人收作奴隶 杀了他们 替老族长报仇 若山部众人发出一声声轰鸣 刀剑的反射着篝火的光芒 让人通体阴寒 冯胜 想要动我的族人 先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敢不敢和我单打独斗 看到周围的众人马上就要围过来 战斗一触即发 一个壮汉跳了起来 行走间 如同龙虎 带着笑傲山林之势 冠林 青山部第一高手 见双方战斗马上开始 忍不住跳了出来 哼 见他跳出 要求单打独斗 逢胜冷哼 不过并未拒绝 我今天就让你知道 你这个所谓的青山部第一高手 也是不堪一击 说完向前一步 一拳冲击而来 这一拳堂堂正正 刚猛无匹 如同巨锤一般没有任何花哨 却带着让人无法躲避的力量 半步蜂王 他一出拳 念云立刻看了出来 没想到这个冯胜居然和冠林一样 都是半步蜂王强者 这种实力在混沌海洋 绝对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而在这里 只能算得上一般 嘿嘿 就怕你哭着求饶 对方同意单打独斗 正中冠林下怀 一声冷笑 也是一拳迎来 而看到冠林的举动 念云一愣 按照正常战斗方法 丰盛的招数堂堂正正 让人无法抵挡 冠林应该选择躲避 刚不可久 柔不可守 对方这股肛猛力量一旦消失 再动手 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怎么 这位冠林明明见到对方力量肛猛 还要以同样肛猛的招数对碰 蓝不成力量比他还要强大 这种硬碰的奔方法 只用在自身实力远超对方的情况下 念云仔细观察 冠林就算强 也不会超过对方太多 难不成还有什么隐藏的手段 心中疑惑 也就没出手 静静观察 不过 这种观察没持续多长时间 他就一阵无语 眼前对战的二人 轰的一下 拳头对碰在一起 同时后退了几步 一个格脸上升出潮红 哼 冠林似乎知道先下手为强的道理 脚掌一稳定下来 猛地蹬向地面 快速向前冲来 轰轰轰 一拳接着一拳不停 向眼前的冯胜弓来 再次看了一会 聂云哭笑不得 二人的战斗招数十分简单 虽然也有技巧 却很是简陋 如果把聂云的招数 眼界 比做豪华的皇宫 他们这种战斗方式 就是茅草屋 这就好像聂云拥有六脉神剑 降龙十八掌这样的绝技在身 正在看一群混混打斗一样 混混的力量虽然不弱 可没有技巧可言 招数笨重不说 还漏洞百出 别说现在的他 就算换作混沌海洋 任何一位主宰过来 恐怕都很容易找到他们身上的破绽 反败为胜 当初和百者等人战斗时 对方的招数精妙 甚至带着超越三千大道的力量 应该不是这个世界的武技落后 而是青山部 洛杉部与世隔绝太久 他们对战斗的领悟 最多都是从猎杀动物身上得到的 没有形成系统 聂云心中猜测 他和金色血液王者 百者等人战斗过 知道他们的招数精妙 比他都丝毫不差 甚至还有有过之 这样就说明 这个世界的人 并不是都和眼前的二人一样 只会用身体本能战斗 不会什么武技 唯一的解释 可能就是这地方远离人类世界 他们并未学到厉害的武技 难怪之前那位 婉仁小姐动作僵硬 给他随手制服 原来并非实力太差 而是他们整个部落的武技 都十分落后 如果给婉仁知道他现在的想法 肯定会一口鲜血喷出来 活活气死 在他们环与神界土著生灵眼中 小世界的人才是又落后又低级的所在 结果他们土生土长的人 反倒被鄙视了 叶云心中推测的时候 眼前的战斗已经进行到了百热化 虽然没有太高明的武技 但战斗双方的力量非常凶猛 时间不长 就一个个嘴角流血 显然势均力敌 短时间内谁都无法获胜 就这点本事嘛 如果就这点本事 今天还是留在这里吧 灌铃身处绝境 再加上实力本身就高出对方一丝 越战越勇 呼啸的拳头带着气流 一下下的攻击而来 让对方难以招架 可恶 这是你自己找死 被对方连续几拳打中 冯胜似乎也动了怒火 细得脸色长红 头上青筋不停跳动 呼 手掌从怀中一抓 一个银灰色的手套就落到他的掌心 普天一墨的东西 看到这个手套 面云眉毛一皱 这个手套一出现 他就感到一道若有若无的吞噬意念四处激荡 和之前见到的百折等人如出一彻 看来这个手套肯定和不远处的那个黑衣人有关 也或许 正因为有了这种依障 冯胜才敢大举来袭 否则 他刚才也仔细看了一下洛山部的众人 虽然偷袭占了一定优势 实际上青山部的人拼死反抗的话 他们即便能够获胜 也要损失至少一半的人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按照正常道理 冯胜只要不傻 应该不会这么干 毕竟 两个部落仇恨肯定不止一年两年了 这么长时间都没赶尽杀绝 此时同样不会进行如此大的火拼 死去吧 戴上手套 逢圣目光中邪气大圣 冷横中便全尾掌 一下下向冠林劈来 登登登登 冠林刚开始还能抵挡一下 过了一会 就有些坚持不住了 对方戴着手套的手掌 如同一个巨大的漩涡 不停将他散意的力量吞噬过来 让他整个人都有些被动 吞噬 看到冠林的动作 聂云知道他失败只是时间问题 摇了摇头 这个所谓的普天一脉的确有着让人诡异的能力 先不说其他 吞噬小世界 吞噬灵魂 吞噬一切东西 但这种能力 就让人很是忌惮 不过 自己也算和这种人战斗有了经验 真正遇到 首先要控制力量该使用的使用 不该使用的 尽量少使用 防止被对方借力 这样以来 他们也不能将其怎么样 尽管如此 这些吞噬之力 也的确够可怕的 不管肉身 灵魂什么沾上 都要立刻清除 不能丝毫马虎 算了 出手吧 算是还冠林 组长一个人 请了 聂云心中做出决定 正想出手 击败冯盛等人解决青山步的危机 突然想起了什么一下愣住 吞噬 普天一末的吞噬这么古怪 灵魂都难以幸免 我体内的金色血液是不是也能用同样的方法吞噬出来 想到这 聂云并不着急动了 反正冠灵就算不是对方对手 也能坚持一段时间 就他也不急在一时 静静坐在原地 心中想着异族的吞噬能力 聂云沉思 这种能力刚和异族接触 就一直在研究了 这种诡异的吞噬 和他以前所用元气丹田的吞噬完全不同 元气丹田只能吞噬供过来的元气力量 而对方这种能力 显然已经超出了这种范畴 正因为古怪 一直在研究 不过 却没太大进展 从那物世界实验 他现在体内的力量被彻底封印 无法动用 想要实验只能进入那物世界 蜂王分身虽然留在了混沌海洋 但他一气化三清绝招还能诞生一个分身 此时正在世界中 仔细研究 在这里 我曾受到肉流蜂王和金色血液王者的攻击 也曾灭杀过数百头异族生灵 他们体内的力量出了元气就是那种吞噬之力 看看能不能借用 分身站在那物世界中 回忆起当日和百者等人战斗的情景 陷入沉思 第1870章再次衍生丹田 肉流蜂王和金色血液王者虽然没怎么使用这种吞噬能力 但身上有没有这种力量 他还是知道很清楚的 如果不是那物世界特殊的力量 将尸体都彻底焚烧干净 将其放在三界任何地方 用不了多长时间 肯定都能重新生出新的灵智 重新复活 本来 他以为这是一族所有人都有的手段 来到这个环宇神界才发现 并非如此 恐怕这种手段 只有那各所谓的普天一脉才能拥有 先从那些元气看看 能不能发现什么 分身手掌一招 一道元气出现在手心 虽然和百者等人战斗到现在已经结束三个多月了 但当初斩杀那些一族形成的元气气流 并未消失 依旧缓缓被那物世界吞噬 滋养着世界的扩张 甚至到现在 炼化了只有十分之一左右 距离完全消失 都还有很大一段距离 滋滋滋滋滋 这些元气和他手掌一接触 顿时给人一种抓住木炭的感觉 手心不由自主地生出一股灼热之意 聂云知道是元气中的吞噬力量起了作用 并不说话 静静观察这些元气的特殊 这些元气拥有极强的共荣性 河水一样 看了一会 聂云像是发现了什么 眼睛一亮 这些能够吞噬万物的灵气 说起来非常奇怪 研究明白就会发现 并不复杂 甚至给人一种感觉 和水一样 水是万物之组 几乎任何东西都能极好的融合 这种元气正是如此 无论对方是力量还是灵魂 都能融进去 不分彼此 试试能不能吞噬体内的金色血液剧毒 既然这种元气吞噬能力如此厉害 不如试试能不能吞噬体内的毒气 想到就做 精神移动 这道元气立刻出现在气海之中 此时它的气海被蛋台灵月封印 融入骨髓的毒气虽然严重 却对它没太大伤害 封印裂开 对于蛋台灵月留在它体内的封印 它已经掌握得十分熟悉 伴随心底一声低呼 眼前的封印就出现了一条狭窄的裂缝 裂缝内 金色毒气翻滚 让人作呕 聂云小心翼翼将这道元气放了进去 滋滋滋滋 元气好像遇到了真正的烙铁 发出一阵交互的味道 被毒气立刻同化 糟了 心中一领 聂云急忙将破开的封印再次关闭 刚才那道元气非但没吞噬金色血液毒气 反倒被后者同化了 变成了更大一团气体 如果不是关闭封印的速度快 弄不好还会引起灾难 让它再次陷入昏迷 这些元气不是我的 无法受我的控制同化毒气 所以很容易被对方同化 虽然刚才的举动失败了 但聂云还是总结出了规律和经验 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刚才使用的元气 并非它的东西 像是无主的宝物一样 和金色血液争斗 肯定战胜不过 很容易被其同化 如果是自己的力量 弄不好就抽丝剥茧地将毒气弄出来 甚至彻底化解 哎 看来只能想办法找到普天一脉 顺便看看他们这种能够吞噬 本领是如何修炼的 想了一下 实在没有其他办法 聂云只好摇头 想要彻底掌控这种能够吞噬 别人力量的元气 首先要学会这种力量如何修炼 既然普天一脉这么多人都会 应该不算什么难学的东西 只要自己找到所谓的普天一脉总部所在 就一定能够学到这种修炼方法 心中想着正打算离开原地 等找到普天一脉再说 突然一下愣住 嗯 我没有功法 实际上也可以弄出这种元气的 烈云脑中冒出一个想法 他当初在天地六道的时候 很多功法都不会 体内却也有无数种特殊能力 这并非学会了什么特殊功法 领悟了什么大道 而是丹田 他最大的优势就是开辟了主丹田 体内拥有无限衍生丹田的能力 之前在天地六道 大道三千 他以为衍生出三千个丹田就功得圆满 再无法突破了 现在看来 并非如此 如果真只有三千大道 三千丹田的话 普天一脉施展的力量是什么 他们的力量很明显 超出了三千大道 属于另外一种能力 不知能不能成功 试一下 想到这点 聂云心中忍不住有些紧张 这件事只是灵光一闪 并没得到确认 即便他见多是广 也不知可行不可行 甚至不知道这样做 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 如果是好的后果倒也罢了 万一因为丹田超过限制 契海承受不住崩裂 弄不好就会生死到云 心中谨慎 聂云却没有退缩 精神沟通主丹田 一道特殊气息瞬间涌了过去 这种特殊气息属于混沌海洋 成立之处 才有的东西 那物世界也不能复制 不过但台灵月化身天道的三万年 他走遍了整个六道 早已将这些气息搜集了很多 并不缺少 咯之咯之 伴随涌入的气息越来越多 主丹田发出一连串脆响 仿佛一个噶炸雷在脑海响起 聂云强忍住昏迷的冲动 眼神眯起 之前他也试过 超越三千丹田能不能继续衍生 但似乎遇到了屏障 就没继续下去 毕竟三千大刀对应三千丹田 数量正好 弄多了 他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那种特殊天赋 此时有了推测 在不管体内的屏障 特殊气息狂勇 不停注入主丹田 他的力量虽然被封印 丹田却能运转 伴随特殊力量的不停灌输 主丹田发出一道特殊声音 像是一种特殊的大道吟唱 让他的心灵逐渐进化 这种感觉和第一次开辟丹田时一样 让人从内到外 都有些紧张和不可思议 眼神 知道这样做或许真能成功 念云心无旁骛 突然一声大喝 特殊气息再次凶猛的向主丹田狂勇 轰隆 一阵天旋地转的轰鸣 耳边剧声响起 念云低头一看 气海中果然再次衍生出几枚鞋筒因子 正滴溜溜旋转 如同宝石一般璀璨 第1871章接触剧毒 真能成功 紧盯着气海中的鞋筒因子 念云一脸的不敢相信 三千大道 三千丹田 这是早已深入他心底的东西 怎么都没想到居然真能再次开启 估计和这个环宇神界有关 惊喜过后 念云推测 这个世界很明显拥有超越三千大道的功法能力 或许正因为如此 丹田也相应的能够突破到更高境界 如果还是在混沌海洋 肯定无法做到这点 这就好像当初在天地六道 无论潜力多大 都无法成为主宰一样 世界的规则限制了力量发展 当初虚语首曾跟他说过 他开启了第一丹田 体内的力量可以无休止地增加 以前还不相信 现在看来 或许正是如此 只不过前提是 世界的法则允许 开辟丹田 有了血统因子 开辟丹田就简单得多 片刻后 所有血统因子同时变成丹田 缓缓吐纳着灵系 这次开辟丹田的数量 足有15枚之多 每一个都没有属性 属于空白丹田 吞噬 精神移动 想起刚才研究的吞噬元气 其中一个丹田立刻滴溜溜转了起来 眨眼功夫 一股特殊的力量从其中冒了出来 带着吞噬之力 这 成功了 感受到气息的特殊 聂云眼睛亮了 之前他只是一种推测 没想到真的成功了 以前和普天一脉强者战斗 最害怕的就是对方的吞噬之力 现在自己也有了这种元气 是不是也能和对方一样 无物不吞 先试试金色毒气 知道丹田出现的变化 聂云轻轻移动 一道吞噬之气融入身体 体内立刻出现了一个漩涡 缓缓向金色血液毒气靠近 滋滋滋滋滋 漩涡和金色毒气一接触 后者立刻发出浓烈敌意 仿佛想将其腐蚀掉 不过 漩涡实在太可怕了 宛如吞噬河水的无底洞 眨眼功夫就把它吞了进去 呼呼 吞噬进入黑洞的毒气 转眼间从指尖排了出来 将地面的岩石染成漆黑颜色 哈哈 太好了 感受到身体的变化 聂云知道之前的想法完全可行了 她现在受制金色毒液的毒气 全身实力不能使用 此时有了这种能够吞噬的能力 解决毒液 只是时间问题 这种吞噬之力 不但能将外面的力量吞噬为自己使用 还能把体内的力量吞噬排出体外 果然不同反响 心中激动 控制着吞噬之力游走全身 过了不知多长时间 全身一阵 体内最后一丝毒气也被清除干净 哗啦啦 毒气消失 体内被封进的力量立刻像是大爆破开一样 在体内流淌 越来越急 越来越快 发出一阵骨骼暴鸣的脆响 通龙 全身力量集中起来 整个人的身体轻轻一阵 像是瞬间突破了身体的桎梏 达到了一种新的境界 没想到不但解决了剧毒问题 还顺利突破到了蜂王中息 一口浊气吐出 灭云欣喜若狂 这三个月来 他的身体被金色血液剧毒清洗 人虽陷入昏迷 身体承受的痛苦却是知道的 经受这么多痛苦 终于破除困恶 苦尽甘来 其实仔细想想也就不奇怪 他的力量被剧毒压制 就好像被压缩的弹簧 现在剧毒解除 弹簧恢复 甚至超越了以往的极限 将桎梏突破了 顺利达到蜂王中息 蜂王中息实力在配合他的诸多手段 恐怕遇到蜂王后期 也能一战 太好了 没想到一时感悟不但解决了体内毒液问题 实力还有了进步 轻轻一笑 聂云意识回到本增 缓缓睁开眼睛 本来最初的目的是来这个世界寻找解决体内毒液的方法 没想到才来了几天就完美解决 甚至还让实力有了突破 尽快找到蛋台灵月他们 然后再解决混沌海洋的危机 就可以回去了 蛋台灵月等人进入这个环宇神界的目的 是为了给他寻找解药 现在这件事自己已经解决 就不需要他们再冒险了 只不过 他们已经进来三个多月了 到底去了什么地方 谁都不知道 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另外 混沌海洋危机这件事也必须解决 如果不解决掉 混沌海洋 依旧要面临覆灭的危险 心中思索以后要做的事 眼睛却看向前方 眼前冠铃和冯胜的战斗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 戴上手套的冯胜显然计高一筹 将前者压制的不停后退 身上鲜血流淌 已然受了不清的伤 嘿嘿 青山部第一人 也不过如此 今天就将你解决吧 一声冷笑 冯胜的速度突然加快 整个人如同疾风一般 比刚才快了好几分 那就来吧 一声怒吼 冠铃似乎也打出了血性 怒吼声中 不知使用了什么密法 整个人像是变成了一头受伤的狗熊 眼中透出血红的意味 连刚才的招数都没有了 本能的向对方扑去 看到他这副模样 冯胜眼神一领 手掌一番对他的胸前推了过去 这一掌用了和刚才相差无几的力量 本以为冠铃会被再次震的后退 谁知他只打了葛烈切 就再次扑来 双臂如同铁箍一般 将他露在怀中 以一下抱住对方相当于无奈打 冯胜显然没想到对方会这样做 脸色变得非常难看 他现在最强的能力 在那双手套上 被对方包住 双臂施展不开 手套也就没了作用 而且此时的冠铃好像真的变成了一头凶兽 力量比刚才大的惊人 即便是他 连续甩了三次 都没将其甩开 可恶 冯胜脸色涨红 头上青筋一道道鼓起 他怎么都没想到冠铃逼急了会用出如此不要命的打法 气得肺快要炸掉 却没有丝毫办法 废物 就在众人都以为二人还会继续僵持的时候 一个冷恨响起 洛杉布里的那位黑衣人似乎再也忍不住了 向前一步来到二人跟前 略带清辉的手指 在冠铃身上连续点了三下 扑 一口鲜血狂勇 冠铃倒飞出去 重重摔在地上 刚才他不知道施展了什么秘法 让力量暴增 此时伤势加重 再也站不起来 躺在地上满脸愤恨 却没有丝毫办法 他是青山部第一高手 施展最后的手段连对方的手指都挡不住 其他人就更别想了 什么时候洛杉布有了这样厉害的一位强者 还不快点动手 墨鸡什么 将冠铃几飞 飞衣人冷横 是 冯盛似乎对眼前这人很是害怕 听到他的话 身体哆嗦了一下 急忙点头 两步来到冠铃跟前 眼中闪过一道狠辣之意 死吧 吐出一口气 手腕一翻 一拳向冠铃的脑袋砸了下来 看他手掌的速度 一旦砸下 后者的脑袋肯定会炸开 必死无疑 冠铃 冠铃叔叔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脸色变了 可恶 心中愤恨 冠铃想要抵挡一下 却觉得伤势实在太重 连抬胳膊的力气都没有了 呼 就在冠铃自己都认为必死无疑的时候 风声奏歇 急速落下的拳头突然停在空中 紧接着一个淡淡的声音响了起来 都是山林的部落 到底什么大仇 这样不死不休 听到这个声音 众人急忙看去 就见一个少年站在冠铃跟前 安静淡然 眼睛中带着疑惑之意 而冯胜威力无穷的拳头 被他一根手指挡在了空中 第1872章对战黑衣人 什么 别人不知道这一拳的力量 冯胜自己施展出来 如何不知 整个人一朗 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他这一拳 毫无保留 就算冠铃全胜时期都要退避三射 眼前这个少年居然用一根手指挡住 这怎么可能 不光是他 青山部 洛山部所有人也都愣在原地 一个葛目瞪口呆 只有青山部的组长 停顿了一下 眼光露出异样的光彩 虽然他不知道眼前 这个小世界来者到底什么实力 但看刚才的出手说明 青山部的维基 恐怕马上就要解除了 哪里来的家伙 滚开 一招受阻 逢生脸色猙獰 再次怒吼 被挡住的拳头力量 陡然释放出来 一股吞噬之力涌出 如果换作以前 陡然释放出这种吞噬之力 聂云就算不怕 想要挡住也是 需要花费一些功夫 此时拥有了吞噬能力的丹田 结果就完全不同了 也不见他有什么动作 冯胜威力无穷的拳头 再次停在空中 仿佛他刚才的攻击 没有任何作用一般 这 冯胜心中骇然 如果说刚才攻击 对方轻易挡住是巧合的话 现在连手套的能力都用上了 对方依旧轻松挡住 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那就是眼前这人的实力 远超过他 没想到小小山凹 隐藏了如此强者 真让我大开眼界 黑衣人头颅抬了起来 刚才聂云的动作他都看在眼里 知道眼前这个少年看起来年龄不大 手段却不是冯胜能够抵挡的 客气了 我也奇怪 这么小的地方 能出现普天一墨的强者 才是让我大开眼界 手指轻轻一弹 冯胜连退了七八步 远离冠林 聂云才看向眼前的黑衣人 他之所以出手 一来是回报 族长冠林的恩情 二来就是想看看这个黑衣人 到底所为合适 按照之前 族长的介绍 普天一脉应该属于九大十里之一 而眼前的青山部 洛山部 只是一群生活了不知多少年的猎户部落 两者相差十万八千里 根本不可能有关联 最主要的一点 混沌海洋的入口 虽然使用了封印 实际上离这里并不远 普天一墨的人出现在这 很难让他不去多想 你知道我们普天一脉 看来也不是这些猎户这么简单 说吧 是火神尉还是乾坤格的人 黑衣人没想到聂云能直接喊出 他是普天一墨的人 愣了一下 嘴角扬起 火神尉 乾坤格 这两个他听都没听过 不可能是其中的一员 当然 这些他嘴上不会说出来 而是淡淡一笑 不用多想了 青山部有我在 你最好还是离开吧 让我离开 见他不说出属于哪个事例 黑衣人眼睛一寒 露出一道电芒 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另外 警告你一句 实力没达到 就想吃自己吃不下的东西 只会给背后的宗门带来麻烦 呼 话刚说完 黑衣人出手了 略显灰色的手掌向前一抓 一道诡异的气息凌空出现 直扑面门 中品王者 聂云脸色一凝 对方一出手 他立刻看了出来 这家伙居然和他一样 拥有封王中奇的实力 用环宇神界的级别划分来说 中品王者 知道了实力等级 他现在也知道了不少人的实力 当初的肉流封王 应该是下品王者巅峰 距离中品只差一丝 所以 当初的他将其斩杀 花费了无数心血 金色血液王者是中品王者 百折则是上品王者 眼前随便一个黑衣人 居然是中品王者 实力堪比金色蜂王 怎能让他不吃惊 难不成当初摆折将消息传递回来了 普天一末的人知道混沌海洋的所在 真要是这样 混沌海洋真就危险了 心中震惊 手上没有停止 五指舞动犹如弹琴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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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他居然也是中品王者 在吴之前的轻敌之意 眉毛一扬 要是普通中品王者他并不在乎 但眼前这人 五指弹开 看起来与他手掌对上是吃了大亏 实际上却将力量集中在五点 分别刺向他刚才这招的五处空隙 即便是他 都没有更好的招数化解 只能占臂锋芒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黑衣人单从聂云这招 就知道眼前这个少年 看起来年轻实际上 对战斗时机的把握和拳举感 比他都丝毫不差 甚至还有有过之 火神尉 乾坤格 什么时候出现了这样一个年轻的怪物 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你很不错 值得我动手 心中震惊 脸上却没表现出来 黑衣人手指一勾 冯胜手上戴着的手套立刻向他飞了过去 原来 刚才释放出来的吞噬力量 是他操控的 看到这一幕 聂云明白过来 刚才他就怀疑 冯胜连主宰都不是 怎么能施展出 连他都有些忌惮的吞噬之力 如果只是兵器的缘故 他这种实力应该驱动不了 现在看来 这家伙根本就没将手套炼化 施展出来的攻击 都是黑衣人遥控的 只不过为了防止被别人看出来 他弄得很隐秘 即便是他 都没看出 滋滋滋滋 手套戴在手上 黑衣人身上的气势立刻发生了变化 整个人如同一个黑洞 像是要将周围的空间都吞噬进去 黑黑 如果你只有刚才那种实力 注定今天走不出去了 手套在涨 黑衣人凭空生出无穷自信 黑黑一笑 目光如同野狼看到了食物 戴上手套的他 仿佛一瞬间实力增进了一倍 变得更加强大 是吗 恐怕今天注定要让你失望了 面对对方的威胁 涅云淡淡一笑 吞噬丹田运转 一道天赋之气贯通全身 而他整个人和对方一样 也变成了一个黑洞 甚至比对方还要可怕 第1873章皇子殿下 这黑衣人正想出手 看到涅云身体散发的力量 全身立刻哆嗦起来 似乎不知想到了什么 瞳孔一缩 身体不停颤抖 嗯 看到对方的模样 涅云有些奇怪 怎么一施展这种吞噬之力 这家伙跟羊颠风范了一样 按照道理 堂堂风王中其强者 不应该出现这种病症啊 动手吧 对方没有丝毫防御 涅云也不好趁机偷袭 眉毛一皱 喝道 拜托 我们在战斗好不好 你这样 我万一将你打死了 怪谁 呼 听到呵斥 黑衣人脸色的朝红消退下去 左右看了一眼 这位大人 可否借一步说话 嗯 涅云有些奇怪 这家伙不会有病吧 借一步说话 两人敌对关系 如果说换一个地方战斗倒也罢了 借一步说话 说什么 难道看出自己的实力和他相同 打算将他骗到包围圈再动手 想到这 涅云心中有了个大概 估计这家伙正是这么想的 不过 对于这种事 他并不害怕 刚刚晋升 体内力量澎湃 如果这家伙真不知好歹 他不介意将其斩杀 心中有了定案 涅云也不拒绝 点了点头 好 涅云大人 不能去 正要跟黑衣人前行 新山部的组长连忙走了过来 他似乎也猜出了黑衣人的目的 前来劝阻 眼前这个涅云的实力能够压制住洛山部 让其没有其他想法 一旦出事 新山部今天肯定在劫难逃 放心吧 我有份寸 知道他的担心和想法 涅云唯唯一笑 给了对方一个相信我的表情 随即跟在黑衣人身后向外走去 见他这样说 族长虽然满脸着急 却也不再多说 吩咐族人一声 警惕地看着洛山部的人 一旦对方有所举动 哪怕拼葛于死网破 也在所不惜 至于冯盛等人 见黑衣人离开 也愣在原地 一个个不再动手 本来一触即发的双方 此时一句话不说 只能听到篝火燃烧的琵琶声音 不是冯盛他们不动手 而是他不知道黑衣人的意思 万一因此惹怒了对方 洛山部人数再多 也不够对方一根手指的 黑衣人的实力 他可是亲眼见过 王静强者的实力 绝不是假的 不去管两大部落的沉闷 走了一会 黑衣人停了下来 烈云天眼运转 向四周看去 心中疑惑更胜 根据刚才的猜测 对方让自己出来 肯定是布置好了天罗地网让他进入 但是天眼扫视一圈 什么都没发现 没有陷阱的话 他让自己过来干什么 正在奇怪 黑衣人猛地转过身来 衣袖一聊 见他打算动手 聂云力量涌动 做好了万全准备 随时给予对方致命一击 不过刚要动手他就停了下来 因为眼前看到的场景 即便是他都有些脑子转不过来 只见黑衣人衣服了喜 并未出手 而是跪倒在地 眼中带着虔诚和崇拜 属下沸童见过皇子殿下 皇子 烈云眨巴眼睛 搞什么 他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 眼前这家伙却直接跪倒在地 到底怎么回事 别人不知道 他可是自家知道自家的事 他哪里是什么皇子 只是个混沌海洋来的土著而已 如果说这家伙实力低 眼力不行倒也罢了 对方的实力和他相同都是封王中其强者 怎么可能认错 难道认错了 有一个家伙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 而恰巧对方是皇子 要不就是自己的王霸之气散发 将这家伙收服了 烈云摇摇头 他不认为有这么巧合的事 也没有这种能力 心中奇怪 脸上却没表现出来 眉毛一皱 皇子 这是怎么回事 呃 黑衣人沸桐见对方似乎对皇子之事 并不了解 露出疑惑之意 片刻后脑海中冒出一个想法 眼睛一亮 开口问道 殿下 是不是一出生就拥有这种吞噬能力 和天赋一样 嗯 烈云不知对方这样问的目的是什么 也不知该如何回答 不过他这种表情落在对方眼里 让沸桐感到一定是猜对了 只不过不方便喜说 想到这 沸桐松了口气 如果我猜的不错 殿下应该正是普天陛下流落在外的皇子 拥有无双的皇子血脉 普天陛下 聂云不动声色 普天陛下他知道 应该就是之前听到的普天大帝 流落在外的皇子 岂不是说眼前这家伙认为自己是普天大帝的儿子 怎么回事 饶师聂云聪明绝顶 也有些糊涂了 皇子想必是生活在山林时间久了 不知道缘故 属下可以和你细说一下 解答殿下困惑 沸桐道 好吧 你详细说来 到底怎么回事 见对方并未怀疑自己 反而帮自己圆谎 聂云再不明白就傻了 这家伙肯定是认错人了 将自己认成普天大帝某一位皇子了 既然他认错 正好将计就计 套出一些话来 普天陛下英雄盖世 创出普天皇朝 这件事想必殿下应该有所耳闻吧 沸桐道 嗯 聂云半真半假的恨了一生 他只知道普天一脉 至于普天皇朝是什么 在什么地方根本不了解 不过普天皇朝真要属于九大势力的话 只要土生土长的还宇人 不应该不知道 所以他也就装作明白的样子 点了点头 那就是了 你正是陛下的儿子 我们千辛万苦寻找的皇子 沸桐道 这 聂云有些抓狂 自己到底哪里像皇子了 让他如此坚定的认为 殿下如果怀疑 我有办法证明 见他的样子 知道还有些不幸 沸桐笑了起来 证明 如何证明 聂云问道 我们出发前 陛下曾将一枚铜钱留给智瑶将军 只要见到他 就可以立刻证实你的身份 费铜道 铜钱 是 先不说铜钱 你是用什么方法觉得我是皇子的 犹豫一下 聂云还是忍不住问道 这家伙总不能见到谁都说是皇子吧 肯定有什么方法 做出了判断 否则 也不会如此笃定 虽然不知道这个世界的规则 但也知道皇子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是乱认的 不然 倒霉的肯定是眼前这个家伙 是 刚才殿下施展的天父 见他这样问 费铜更加证实了自己的猜测 脸上没有任何奇怪之色 笑道 天父 聂云有些古怪 难道他说的是之前使用的吞噬能力 这种能力是他刚刚衍生丹田复制的 难道对方看出了什么 是 殿下不相信的话 可以将天父再次运转起来 费铜道 我是是 见对方说的笃定 聂云也有些忍不住 心中一动 吞噬之气再次游走 刚才施展的吞噬力量 立刻重新布满全身 殿下看看就知道了 见他施展力量 费铜眼睛光芒一闪 满是兴奋 随即也一晃身 身上的力量散发出来 和他使用的一样 都是吞噬之力 只不过 眨眼功夫 聂云就感觉出了不同 同样是吞噬之力 你的似乎比我低级的多 我完全可以压制你的力量 聂云愣住 对方和他同样释放的都是吞噬之力 可不知为何 他能清晰感受到 对方的力量他可以轻易压制 就好像福天大陆的造化之力 与天地六道的先例一样 两者有着本质区别 层次不同 根本不在一个档次 心中奇怪 精神移动 一道吞噬之力 从指尖射了出来 像沸彤身边散逸的力量游走过去 还没来到跟前后者身上的力量 就像陈子剑到陛下一般 彻底臣服 这 聂云吃惊 可以预见 如果用这种能力和对方战斗 单凭这种压制 对方肯定连一般的实力都施展不出来 殿下现在应该明白了吧 我们体内的力量都是陛下私语的 并不纯正 只有和陛下有至亲关系的人 才能拥有最纯净的天赋力量 才能轻松将我们压制 拥有这种力量 你自然是我们的皇子殿下 沸彤笑道 这 聂云终于明白对方为何会这样认为了 原来刚才施展的力量让对方产生了怀疑 只是 这个所谓的天赋到底是什么 又为何只有至亲血脉才能得到纯正的力量 想到这 忍不住问了出来 反正在对方眼中 自己不知道也很正常 与其装着不懂 还不如直接问出来 这些我也不知道 只知道修为达到大地级别 能够拥有一种天赋 而这种天赋不经过地级强者赋予 普通人是根本学不了的 沸彤犹豫了一下道 而且 血脉和大地越近的人 天赋也就越高 殿下是我见过天赋之力最强的 如果不是皇子 就没有其他人了 听眼前这家伙讲了一会 聂云终于明白过来 第1874章 绝灵花 如果聂云猜得不错 想要达到地级 必须创出一条迥异于三千大道的力量 也就是所谓的天赋 这种天赋 和任何人的修炼法觉都不同 属于他自己的 正因为如此 不想让别人修炼 其他人就无法修炼 不过 有些人例外 例如他的兄弟子直 直系亲属 这种人因为与其有着相同 相近的血脉 一出生就拥有这种天赋 无论修炼还是什么 都远超其他人 而且 血脉越接近 这种天赋之力也就越高 眼前这家伙之所以认错 正因为他施展的吞噬之力实在太精纯 太有威严了 这种能力 只在普天大地血脉无限接近的人身上出现 如此推测 不是皇子是谁 明白这些 聂云又问了仪惠 忍不住苦笑 原来当初普天大地还没达到地级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刚出生的孩子 因为一场战斗失去了联系 成就大地并建立普天皇朝后 一直派人寻找 只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 都没找到任何蛛丝马迹 当初这德费同正是寻找皇子的成员之一 陡然见到聂云施展出如此精纯的天赋 顿时欣喜若狂 毫不怀疑 殿下 陛下十分想你 希望你能尽快回去 你看我们能不能 解释完自己的猜测 费同脸上带着询问之意 回去 聂云脸色一僵 到底怎么回事 他心里很清楚 眼前这家伙心里糊涂 看到吞噬天赋就误以为是皇子倒也罢了 普天大帝肯定不会认错 真要过去 先不说小世界土著这件事 弄不好一个欺骗罪就会被对方斩杀 即便不杀 为何会拥有如此精纯的天赋之力 也会变成对方怀疑的目标 他可不想被当成小白鼠研究 回去的事 容我考虑一下 还是先回青山部吧 犹豫了一下 聂云来葛自觉 否认自己是那个所谓的皇子 就无法解释天赋的事 承认 一旦见到普天大帝 必然穿帮 所以 想来想去 先拖一下再说 到时候再见机行事 对了 你怎么认识洛山部的人 又和他们弄在了一起 聂云问道 普天皇朝这么厉害 眼前这位费童的实力又是蜂王中奇 怎么会和洛山部的人搅合在一起 这个洛山部只是山林中的一个小部落 实力最强的连蜂王都没达到 又有什么值得觊觎的 是 多波王子让我们先停止寻找殿下 而去寻找一件东西 挠挠头 非同有些尴尬 多波王子 经过刚才的事 他知道了很多事 普天大帝因为血脉能力太强 晋级大帝后 子嗣并不多 但不多不代表没有 而且 不但他有 他还有兄弟姐妹 这些人的孩子伴随他晋升帝集后 也会自动拥有天赋 这些人的后代 也就是所谓的王子 是 他听这里有绝灵花 让我们前来寻找 寻找了许久 推测在这个范围 洛山部作为土生土长在这里部落 找到他们 或许能更好地找寻 非同道 原来如此 念云点点头 绝灵花到底是什么药材 又有什么功效 能让一个王子这样奠祭 这个所谓的绝灵花肯定不简单 是一种修复灵魂的药材 能够治疗疾病 至于其他 我就不知道了 王子下的命令 我们只能遵守 肺瞳似乎知道的不多 治疗疾病 丽云心中奇怪 但也知道肺瞳的地位不高 继续问下去 肯定不太清楚 当即不再多问 又随便聊了几句 知道这个所谓的多波王子 是普天大地最小的侄子 在普天皇朝 全是滔天 当即不再多说 二人表明了身份 又说了几句 一起向青山部众人的方向走去 知道念云很可能是皇子 肺瞳在吾之前的嚣张 跟在他身后如同一个随从 爷爷 我们怎么办 山林中 晚人一脸焦急的看向爷爷 人群中间的篝火依旧熊熊燃烧 散发出炙热的光芒 但是围在周围的人 已经没了刚才的兴奋 相反都是一个个警惕的看着四周 带着敌意 念云走后 冯胜因为伤势太重 并未让人进攻 但越是这样 整个山林越显得压抑 年纪轻的都有些承受不住压力了 尤其是青山部这边 本就被对方包围 又都没有兵器 再加上第一高手冠林重伤倒地 气氛更加压抑 如果念云大人能够平安归来 青山部危险就会解除 而如果 说到这 族长摇了摇头 目光透过周围落山部众人身上 看向远方 不过 远方一片黑暗 废同为了避免别人探视 走得很远 根本不是他这种实力能够看到的 他 一定能够回来 听到爷爷不确定的语言 晚人想起那个少年 不由自主地道 不过 一想起那个少年 脸色惊不住有些难看 难道 自己真的那么不好 让对方直接系上白色手帕 但愿如此 族长点点头 脸上却露出担忧之色 那个黑衣人一看就知道 是某个大实力出来的 而这魏念云 知根知底 只是小世界来的非生者 两者有着天地之差 他并不认为 后者中了埋伏后 还能全身而退 咯吱咯吱 心中正在叹息 突然不远处两个脚步声 走了过来 声音不大 两大部落的人 却同时齐刷刷看了过来 一个个都带着期待 不光青山部 组长冯胜等人想知道结果 其他人也明白 这两个人的战斗 才能决定他们的生死 那葛聂云赢了 青山部将会安然无恙 黑衣人胜了 他们将会念灵覆灭 但愿聂云大人没事 但是青山部 组长迪姑一句 急忙向声音的来源看去 在他看来 这个聂云就算能够回来 也会狼狈不堪 正想着的伤势重不重 就看到聂云一脸无所谓的走了过来 之前的黑衣人跟在后面低头哈腰 如同一个仆人 第1875张原由 姑 青山部 组长咽了口口水 其他人也全都目瞪口呆的看 灵着眼前的一幕 从黑衣人的举止态度 他们再看不出什么 真就傻了 尤其是冯胜 之前还气势汹汹的模样 现在却像双打的茄子一样 再没了精神 他的族人见到这种情况 可能还认为有一拼之力 只有他知道 黑衣人如此实力都不是对手 这边再多人都没用 而且此时看黑衣人的模样 恐怕已经对眼前这个少年效忠了 一个都对付不了 两个更是想都不用想 心中沮丧 同时也在奇怪 这个黑衣人不是普天皇朝的人吗 这种人傲气无比 怎么会给人收服 理去处理一下吧 来到众人跟前 念云淡淡一笑 不再上前 路上他仔细询问了事情的经过 若山部之所以如此光明正大的过来 最主要是因为这个沸童 冯胜见过沸童的实力 知道靠上了大山 这才在篝火节动手 打算将青山部一举拿下 彻底覆灭 只不过理想很美满 现实很古改 计划虽然周详 却做梦都没想到出现了 聂云这样一个怪物 一下就灭掉了他们的行动 冯胜 组长 你们洛山部和青山部同在山中 又相隔不远 与其一直这样战斗 我看不如画笛为友 不要再争斗了 沸童知道眼前这位皇子的意思 走上前来劝道 换做以前 这种小部落 随便灭杀及格 眉毛都不会皱一下 但真要这么做 眼前的皇子肯定会把他杀了 画笛为友 除非他们将我们洛山部的人全都杀了 否则永远没有那一天 冯胜眼中露出凶狠之意 虽然明知道反驳眼前这人弄不好会被当场斩杀 依旧没有丝毫有欲 少爷 这 沸童眼中寒芒一闪 换做他以前 敢这样说话 肯定全都杀光了 现在却只能 转过头来看向聂云 李宁愿死也不愿意与青山部和好 你们之间到底有什么仇恨 烈云奇怪 按照常理 这两个部落就算狩猎 地盘有些争执 也不至于生死相见 不死不休吧 出现这种怪异现象 肯定是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 哼 有什么事 你去问叼勇那个老匹夫 冯胜悟喝 叼勇 烈云一愣 随即从冯胜的目光中明白过来 叼勇应该就是青山部的 族长 万二的爷爷 李才是老匹夫 是你爹爹逢阵不顾危险 明知道有危险还要上前 变成现在这样也只是旧游自取 跟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 听到对方骂他爷爷 晚人立刻扎毛 旧游自取 哈哈 旧游自取 冯胜脸色如同有血液在滴 好 我现在就让你旧游自取 给我死 王尔的话彻底刺激了冯胜 整个人如同受伤的狮子 疯狂咆哮起来 一声巨大的怒吼中 双脚在地上猛地一踏 与直向前窜来 他的手掌如同野兽锋利的爪子 闪烁着寒芒 助手 聂云没想到这家伙一句话 就被刺激成这样 眉毛一皱 不过不用他出手 一侧的肺瞳已经带牢了 只见一道气静袭来 冯胜还没来到跟前 就重重摔在地上 如同被踩在脚下的死狗 无论如何都无法挣扎 半步封王和封王牵扯着生命层次的差距 两者不在同一个级别 不可同日而语 放开我 我一定要杀了他们 替爹爹报仇 动不了身体 冯胜怒吼 也难怪他疯狂 和青山部争斗这么多年 第一次如此接近成功 却出现了变数 换做谁恐怕都承受不了 怎么回事 不去理会宛如疯狂的冯胜 念云看向 族长刁勇 其实 也怪我 刁勇 族长摇摇头 脸上露出落寞之意 事情是这样的 接着他就将两大部落仇恨的事情讲了出来 青山部 洛山部相距不远 只有十多里的距离 原本两个部落 关系很好 甚至因心互通 共同抵挡凶猛的野兽 关系好的如同同一个部落 不过 这件事从十年前改变了 十年前 一次狩猎 刁勇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 当时的他实力还不够 于是邀请冯胜的父亲冯胜一起探查 而当时的冯胜正是洛山部的组长 这个奇怪地方 刁勇觉得很可能有大机遇 所以没告诉任何人 甚至出发前 冯胜也只知道要去一个地方 并不知道危险不危险 二人离开后 果然遇到了危险 最后刁勇带着重伤愈死的冯胜逃了回来 冯胜回来后 就彻底陷入了昏迷 如同植物人一般 十年过去了 都没清醒 逢圣年亲戚胜 知道父亲随刁勇离开才受的伤 对方又给不给解释 木火便蔓延到了整个青山部 刚开始只是小打小闹 偷袭让人受伤 后来越演越烈 终于在五年前的一次争执中死了几个人 两大部落这才变成了事如水火 再无法和解 原来如此 那你为什么不仔细解释一下 这样也能化解两大部落的矛盾 听到这些事 聂云算是明白过来 看向雕勇 如果这家伙详细解释冯胜的受伤情况 虽然不至于完全化解两大部落的矛盾 至少也能缓和一下吧 为何不给解释 这件事我真不能说 雕勇摇摇头 爷爷 晚人似乎知道什么 见爷爷不愿意说 一脸焦急 不用劝我 这牵扯到老友的名誉 我早就打算烂到肚子里了 雕勇叹息 看到他的举动 听到这话 聂云心中一动 如果猜得不错 这个逢阵应该做出了 什么不太光彩的事 雕勇顾忌老友的面子 不愿意多说 这件事不说 两族的矛盾越来越深 按照这样下去 早晚都会两败俱伤 你难道只为了别人的面子 把所有族人的性命于不顾 猜到这些 聂云犹豫了一下 插话道 你应该也能看出 如果今天不是我出手 整个青山部都会面临负面的威胁 甚至你孙女晚二 也难以幸免 如果她真的被抓 结果你应该能想得到 对方如果能说 肯定早就说了 现在只能点中最柔软的地方 让她感到害怕 她心中最重要的人 肯定是这位婉人 果然 听到这话 雕勇的脸色一变再变 她孙女的容貌细致 她知道的很清楚 今天如果眼前这个少年不出手 被对方俘虏的话 被杀是最轻的 万一死不了 才是真的恐怖 叶云大人 你赢了 脸色变化了一会 雕勇一脸苦笑 顾全老有脸面和孙女生死 不用想她也能做出最正确的决断 那天我和往常一样带着族人狩猎 突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脚印 当时谁都没告诉 回到部落就一直在想 犹豫了许久 这才叫上了逢阵 苦笑完 雕勇眼睛似乎陷入了记忆的大门内 我之所以不告诉族人 并不是不相信他们 而是这个脚印的主人 至少拥有要圆满王者甚至黄敬的实力 族人一旦知道 会非常危险 圆满王者 黄敬 烈云扎蛇 通过之前的交谈他已经知道力量分析 他现在是中品王者 上面还有上品王者 巅峰王者 再向上才是圆满王者和黄敬 说实话 他现在的实力 遇到这种野兽 都没任何办法 更别说这些连主宰都没达到的普通族人了 这是什么 难道是 巅峰王兽 沸桐开口问道 巅峰王兽 如果是这样 我们也没这么狼狈了 如果我猜的不错 应该是一头 圣兽 巅峰 这 不可能 废同瞳孔一缩 随即连忙摇头 这个山林这样小 不可能有圣兽存在 你肯定是看错了 再说 如果真有圣兽 你怎么可能活着出来 我也希望不是 但是 事实就是这么残酷 巅峰摇头 爷爷 圣兽是什么 晚人似乎没听懂 一脸迷惑 其实他不问 聂云都要问了 不要说圣兽 就连王兽 他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光人有分极 兽也有 咱们平常猎杀的野兽 比较普通 就算机遇再多 也达不到王者的实力 不足为据 但是世界是公平的 人类既然能达到王境 皇境 毕竟 野兽也是具有这种天赋的 咱们猎杀的普通野兽上面 是王兽 在向上就是圣兽 甚至还有最高级别的帝兽 听孙女问喜 其他人也有不少不明白 刁勇解释了一句 王兽 圣兽 帝兽 难道是指这些野兽 已经达到了王者级别 皇者级别和帝级吗 晚人一愣 满脸骇然 并不是已经达到 一些有潜力的 也有资格 如果知道对方是这种级别 我就算死也不回去啊 刁勇露出懊悔之色 正因为我觉得这头野兽 还没拥有那种实力 这才打算喊上冯胜冒险一事 结果 我错了 而且错得很离谱 第1876张 球龙兽 你怎么确定这头野兽 还没拥有那种实力 如果只是冒险 这个险冒的未免太大了 列云开口问道 通过刚才的解释 列云也知道了 野兽所谓的分级 除了真正实力达到 还有一部分是潜力 就好像小龙 他本体是五爪金龙 血统高贵 当初刚遇到时 虽然实力不弱 但距离天地六道的先王 还有十万八千里 不过 他却是实打实能够达到先王级的神兽 谁都不能否认 也就是说 他已经猜出脚印的主人可能是王兽 为何还要过去 怎么这么确定 这头王兽就没达到王者的实力 因为这个脚印很小 连我巴掌大小都没有 如果我猜的不错 应该是一头又小还未成年的囚龙兽 叼永道 囚龙兽 囚龙兽是一种王晋神兽 成年其具有圆满王晋的实力 非常厉害 见念云没听过这个名字 沸童解释了一句 嗯 成年能达到圆满王晋 这个囚龙兽不用想 就知道非常可怕 如此可怕的神兽 成年虽然强大 但幼年肯定没太强实力 如果能在此时将其巡浮 以后养大 就等于青山部 若山部有了一位圆满王者当后盾 这种机遇 别说是他 就算聂云都肯定会去做 如此大的机遇 真要浪费 一定会后悔一辈子 明白这点 算是理解为何雕用一定要去了 我们二人再次找到之前看到的脚印 一步步跟了过去 时间不长 就来到了一个山谷 在这里果然发现了幼年囚龙兽的痕迹 不但如此 还有无数奇珍异草 各种不知名的矿石 说到这 雕用眼中没有兴奋的表情 反而带着无奈的沧桑 似乎这些宝贵的东西对他来说不是机遇 而是灾难一样 龙居之地 必有宝物 这是古来的训言 看来没错了 一侧的废同道 囚龙兽虽然是神兽的一种 也属于龙族 龙族和凤凰一样 无宝不落 能在这里出现 肯定是这个地方拥有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 按照我的意见 这里这么多宝物 咱们悄悄拿上一些迅速离开就行了 冯胜却不同意 不理会非同的话 刁勇继续道 他觉得这是上天给的一次好机会 如果只拿着点东西离开 有些对不起自己 非要向里面行走 我知道劝不住他 只好跟在后面 我们一路前进 不多久就找到了右手痕迹 此时这头右手正躺在一个山洞里昏睡 看到这一幕 我虽然害怕 也兴奋起来 球龙兽成年虽然很可怕 但幼年的实力连主宰都比不上 不足为虑 当时我们两个人犹豫了一下 打算将这头右手制服 然后带走 于是 做足了准备 悄悄冲了过去 我们真的很幸运 这头右手的实力的却不强 时间不长 就将其制服 当时我的意见是马上离开 因为 有右手存在 肯定会有成年的球龙兽 万一被这家伙发现我们在这 弄不好 就会交代在这 再无法离开 但是逢阵并不走 而是眼中露出兴奋的光芒 四处寻找东西 寻找东西 听到这肺童先是一愣 这不是自己找死吗 随即明白过来 是不是他发现这头右手出生时间不长 寻找球龙精 不错 刁勇点点头 球龙精 那是什么 那是一种伴随球龙出生而出现的一种能量之精 可以帮助幼龙成长 如果主宰级别的人吃掉 则可以迅速提升实力 直接晋级王者 沸桐解释 不 还有这种东西 烈云扎蛇 晋级蜂王实力 他知道其中的难度 即便是他 都花费了无数代价 一个球龙精就能达到 说不震撼那是假的 是啊 当时冯振说 幼年球龙兽长到成年 不知要花费多少时间 那时候我们恐怕已经尘归尘土归土了 与其那样 还不如想办法提升自己实力 宠物再强 也没有自己实力来得好 刁勇道 我虽然很赞同他的话 却始终觉得有些不安 不过 那时候也有些昏头了 就跟他四处寻找起来 谁知找了半天什么都没找到 心中焦急 冯振就将幼年球龙兽放了出来 逼迫他寻找球龙精 结果这小家伙挺有骨气 一直不合作 甚至还咬了他一口 结果 冯振就红了眼 一剑刺在那头幼年球龙兽身上 将其刺了个透明的窟窿 啊 众人其声叫出 等得到幼年球龙兽已经是极大的机缘了 还要贪心的寻找球龙精 找不到也就罢了 居然做出这种事 的确有些过分 难怪刁永不说 冯振的这个做法 简直太过极端 传出去有些丢人了 光这样做 他还不解气 甚至将幼年球龙兽的头颅砍了下来 当时我都傻了 花费这么多心血才找到的幼年球龙兽 就这样被杀 实在有些不可思议 谁知就在我发呆的时候 冯振做出了一件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 他趴在死掉的幼年球龙兽身上 疯狂的吞噬着后者流出的鲜血 这 听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脸色难看 就连冯盛都脸色铁青 不自觉的颤抖 将幼年球龙兽斩杀还去喝血 简直和野兽没什么区别 这真是他父亲 李狐说 这些都是你一面之词 我爹爹已经陷入昏迷 还不是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我不相信 你再敢侮辱我父亲的声誉 我就杀了你 战斗中 逢圣一声大吼 闭嘴 刁勇还没说话 一侧的肺瞳突然开口 我相信刁勇 组长的话是真的 他直接确认 让其他人都觉得奇怪 不过 这种奇怪没持续太长时间 他就解释出来 如果我猜的不错 冯震是怀疑球龙精被小球龙受吃了 这才想着吞噬他的血液 第1877张我可以救人 当时见到这种场景 我也蒙了 呵斥冯震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的回答和大人说的一模一样 刁勇脸色难看 似乎唯眉阻止住老友而伤心 后来呢 你们又遇到了什么 冯震又为何昏迷 听到冯震的所作所为 念云也觉得眉头皱起 残杀刚出生的王兽 有伤天和 的确太过残忍 对这种行为 心中有些不齿 继续问了下去 如果只是这样 冯震应该生龙活虎 不管小球龙兽有没有吃掉 球龙精 将他的血液吞噬 对修炼者来说 都绝对大补 冯震吞噬完血液 让我也过去吞噬 我心中不忍 便拒绝了 说到这 刁勇脸上露出 难以置信的表情 眉头紧锁 似乎到现在 还都有些想不通 到底怎么回事 是不是你拒绝他后 他对你动手 想要杀你 看到他的表情 念云猜了出来 问道 李胡说 这不可能 我爹爹绝不会这样做的 一侧的冯胜 听到他的话 再次好了出来 青山部和洛山部 现在矛盾极大 但以前关系融洽 他是知道的 尤其是他父亲和眼前 这位老人的关系 如同亲兄弟 如此关系 却做出这种事 让他难以相信 以怎么知道 和冯胜的态度不同 刁勇 族长愣了一下 满是奇怪 他的确对我动手了 只不过 我到现在都没弄明白 他为何要动手 到现在都没弄懂 李云摇摇头 他已经想到了原因 却不愿意多说 青山部这么多年 都被洛山部攻击 刁勇都没将事情讲出来 说明他对冯胜 还保存着朋友的情谊 一旦将事情说出 就算两大部落 恢复以前的关系 这段友情也算完了 是啊 我到现在都没弄懂 恳求聂云大人告诉 刁勇 族长一脸哀求 他是当局者迷 怎么想都想不出 冯胜为何会对他出手 毕竟 两人是好兄弟 多次生死与共 这次的机缘 也是他告诉对方的 难道就因为不喝血液 就痛下杀手 没有这个道理啊 还是我说吧 见念云不想多说 沸桐走上前来 他也是个精明人 对人性把握得很好 如何不知道 冯胜细腻了想些什么 你听说过投名状吗 投名状 刁勇 族长一愣 随即明白过来 脸色变得惨白 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几步 容颜也似乎苍老了几分 他怎么都不敢相信 最好的朋友如此不信任自己 更多的则是心痛 把他当成最好的朋友 哪怕重伤昏迷不行 都为他保守秘密 而他却做了什么 杀掉幼兽并吞噬血液 冯胜肯定知道这件事传出去 将无法做人 所以逼迫刁勇喝 一旦喝了 等于纳了投名状 绝不可能将消息外转 不喝就不好说了 爷爷 后面呢 晚人见爷爷这副状态 生怕他伤心过度 急忙问下去 转移话题 冯胜向我出手 我惊慨莫名 只好奋力抵抗 当时我们二人的实力相差无几 但他浮食了球龙兽的血液 力量越来越强 我逐渐不是对手 刁勇说到这 脸上露出恐惧之色 似乎想起当日的情景 到现在都心计不已 就在这时 一声巨大的龙银 一头巨大的球龙兽出现了 之前我们就猜到会有大的 没想到来的这么快 这头球龙兽一进入山洞 立刻看到了小球龙兽的尸体 哀鸣之声 直冲九霄 随即一股粗大的气流猛地喷了过来 他似乎认出冯胜是杀他孩子的凶手 攻击直接打在冯胜身上 我也受到牵连 被气流击中倒飞出去 坠入山洞外的草丛中 当时就陷入了昏迷 等我醒来之后 发现冯胜也躺在我身边不远处 昏迷不醒 立刻背着快速回了部落 后面的事 你们也都知道了 刁勇说到这停了下来 将压在心底的秘密说完 整个人也松了口气 这件事对他的冲击力实在太大了 让其一直都很压抑 正因为如此 这么多年修为非但没有寸进 甚至还伴随年龄增加 逐渐减弱了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冯胜不停摇头 不想承认这是事实 如果这是事实 说明他父亲变成那样 是就由自取 怨不得别人 而他没搞清楚事情 就倒行一失 让两大部落陷入战斗 实在过分 不过 此时只有他一个人不信 不管青山部还是洛山部的人 都沉默下来 不知想些什么 一言不发 是不是真的 只要将你父亲就醒不就知道了 看到他的样子 念云看了一眼 淡淡道 作为一个部落的首领 知道错了 立刻改正 才能获得更多人的拥戴 像这样连承认的勇气都没有 别人怎么能够信服 就醒 对 求大人就醒我父亲 逢圣一愣 随即转身跪在念云面前 他父亲到现在都昏迷不醒 和植物人一样 不过 并未死亡 只是他也用了不少手段了 结果都无济于事 眼前这人 连那名实力强劲的黑衣人都能收复 或许能有办法 将你父亲带过来 我可以看一下 叶云道 对于洛山部他没有好感 但想要证实当年发生的事 化解两大部落的矛盾 就只有将其就醒 对方到底因为什么昏迷不醒 雕用言语不详 所以即便是他 也没有太大把握 只能先看一下再做定夺 好 我这就去 见念云答应 逢生仿佛溺水的人 看到救命稻草 连忙跳起 转身向身后的几个族人 安排了一下 族人随即转身向回走去 其实 少爷 如果不出意外 你应该很容易将这个逢阵就行 沸彤走过来 刚才走过来的时候 念云见对方称呼皇子太过显眼 就让他改称少爷 刚来到环宇神界 还是低调一些好 第1878章就醒 不 念云看过来 他都没自信 眼前的沸彤怎么有这种信心 这个逢阵我看了 之所以昏迷是因为体内中了母球龙 韧尘才有的球龙毒 这种毒 普通人的确没办法 哪怕一些高明的医师 也只能傻看着 想不出更好的手段 但少爷不同 你的吞噬之力精纯无比 和我们这些似语的完全不同 可以进入人体体内 而不伤及其他器官 顺利将他体内的毒气转移出来 沸彤道 转移 烈云点头 难怪对方对他这么自信 原来依仗在这里 吞噬之力能将人体内的剧毒转移走 他也正是用了这种手段化解了金色血液 王者留在体内的毒气 至于沸彤的吞噬之力 他也看过 用于战斗 或许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想要救人 根本做不到 他的吞噬之力形象点说 和戴瓷的棍子一样 虽然能够救人 却也同样能给别人带来更大伤害 聂云的不同 更加精纯 让人更好的控制 即便进入别人体内 也不会造成任何伤害 这正是二人的差距 在环宇神界 拥有这种能力的 只有普天皇朝的皇祖子弟 沸彤给这个建议 实际上也想再次证实一下自己的想法 到底正确还是错误 母球龙兽认臣 你是说当初攻击雕涌 冯振的那头球龙兽是个母的 知道自己能够救治 聂云不再多说 疑惑的问道 不错 如果我猜的不错 还应该是刚生玩小球龙兽 不超过三天 正因为时间短 元气大伤 没彻底恢复 才没将二人赶尽杀绝 否则 冯振将他孩子斩杀 怎么可能留二人一条活命 沸彤道 嗯 叶云刚才也在想这个问题 他一说立刻明白过来 的确是这么回事 刚生完小生命 球龙兽就算本体再强大 也会元气大伤 再看到孩子死在面前 冲击力之大可想而知 很有可能将雕涌 逢振打婚以示身体极限 正因为如此 才放过了他们二人的性命 活到现在 青山部和洛杉部的距离不远 二人说话间 一个枯瘦的人影就被担架抬了过来 人影看起来要比刁勇 族长年轻不少 不过面黄肌瘦 皮肤很白 看样子很长时间没见到阳光了 大人 这位就是我父亲 求你出手救他 冯胜知道眼前这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少年实力最强 再没有刚才的嚣张 一脸诚恳 虽然他倒行逆施 让两大部落战斗不休 愁身似海 但却不得不承认 是个实打实的孝子 嗯 念云走了过去 手指在对方身体一搭 一道木生之气旋转一圈 立可知道了对方的情况 果然和肺同说的一样 这家伙体内蕴含一道剧毒 这道剧毒虽然从未见过 但想要解决 对他来说却不是难事 这个剧毒远远比不上金色血液毒系 可以试着升级一下剧毒丹田 念云冒出一个想法 如果在混沌海洋 任何剧毒都没办法伤害他分毫 因为他拥有剧毒丹田 三千大道剧毒大道演变的特殊天赋 但到了这个环宇神界就不行了 如果猜的不错 这个环宇神界的法则超越了三千大道 随便一些普通毒液 都不是剧毒丹田能够承受住的 就好像之前的金色血液毒系 剧毒丹田要是有用的话 也不至于让他昏迷好几个月了 想要让剧毒丹田能够承受这个世界的毒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让这个丹田继续晋级 从简单的毒开始逐步加强 也就是所谓的用毒来滋养丹田 冒出想法 聂云也不犹豫 控制剧毒之气 缓缓向对方体内的毒气蔓延过去 反正就算中毒 也可以用吞噬天赋排出体外 对他来说并没有太大的恐惧 剧毒之气缓缓进入对方体内 眨眼功夫就和对方体内的毒气融合在一起 如同溪水一般在体内流淌 在混沌海洋 聚毒之气是万毒之阻 对所有毒物都有极强的压制作用 而在这里明显做不到这点 不过却能和其他毒物完美融合 让对方体内的毒气可以控制进入自己体内 毒气一进入丹田 聂云脸色立刻变了变 紧接着体内的躁动就被压制住 这种毒虽然比不上金色血液 却也不差 要不是它刚刚突破 实力更强 恐怕也很难压制得住 滋滋滋滋滋 毒气和剧毒丹田刚开始还需要压制 有些水火不容 片刻后 剧毒丹田就像适应了一般 再无动静 这么快就好了 聂云眨巴眼睛 本以为剧毒丹田想要融合这种毒液 也需要花费不少功夫和精力 没想到这么快就成功了 看来剧毒丹田只要一步不来 还是有很大晋级空间的 有了剧毒丹田做依仗 抽取对方毒气再无任何故技 时间不长 蔓延在逢阵体内的囚龙毒 就被清除了七七八八 好了 清除完对方体内的毒液 聂云知道对方用不了多长时间 就会清醒 后退了一步 好了 其实不用聂云说 其他人也看出了眼前的情况 此时苍白无比的缝阵 脸色已经开始变得红润 甚至呼吸的速度也加快了不少 谢谢大人 冯生也看到这点 看向聂云满脸都是感激之色 几步来到父亲跟前 等着他清醒 废同见眼前这位亲儿一举 就将他无法化解的剧毒化解掉 心中再次确认了一遍 眼睛深处露出浓浓的喜悦 他中品王者的实力 在这里看起来不错 但在普天皇朝 什么都算不上 如果这次能将皇子找回去 可以想象 肯定会获得无数赏识 到时候无论地位还是修为 都会有着巨大的变化 这是哪 我怎么在这 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 前方一个轻横想起 原本躺在担架上一动不动的缝阵 缓缓睁开了眼睛 沉睡了十年 重新醒了过来 第1879张忽悠 时间不长 冯震就搞清楚了怎么回事 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片刻之后 叹息一声 站了起来 爹爹 你告诉他们 是刁勇 组长说谎 哪些事情都是假的 见父亲知道了发生的事 冯圣急忙道 从小到大 都以父亲为榜样 不相信也不敢承认父亲做出那种事情 不是假的 是真的 而且刁勇 组长还少说了 当初见到球龙兽 我为了逃命 推了他一把 当先逃走 昏迷这么多年 的确是就由自取 冯震摇头叹息 话语中没有任何掩饰 死亡过一次 对于其他事情都看淡了 知道老友这些年做出的牺牲 如果再不承认 还有什么脸面 知错能改 善莫大焉 如果你死不承认 我能救活你 自然也能让你直接死亡 见他承认 念于目露金光 语气淡然 他并不是夸夸其谈 要是对方醒过来 不承认事实 虎脚蛮缠 绝对会出手 解决青山部 洛山部的恩怨 是因为他觉得刁勇 族长 冠灵等人不错 如果有人不适去的话 只好出手了 是 听到这话 冯震 冯圣二人头上冷汗层层 这才明白 他们已经在鬼门关走了一圈 这件事本身就错在我们洛山部 现在我们给青山部道歉 并给予补偿 希望两大部落能和以前一样勇士交好 冯震醒过来 所有人也知道了当年的事 仇恨简淡了不少 再加上聂云的震哲 两大部落重新回到以前只是时间问题 少爷 我想到一件事 事情告一段落 沸桐走了过来 给聂云传音 我这次过来是为了寻找绝灵花 会不会就在刁勇他们去的那个山谷 为什么会有这种猜测 聂云看过去 他知道对方能这样说 肯定不是随口胡说 必然有自己的推断和猜测 之前也说了 凤凰五宝不落 球龙兽实际上也一样 这个山脉 野兽的实力基本都在主宰左右 最高的不过半部封王 出现一个成年拥有圆满王者级别的球龙兽 怎么不让人怀疑 沸桐将自己的推断猜测说了出来 嗯 聂云沉思 的确是这么回事 人以群分 不以类聚 这是天理 这个山脉在混沌海洋来说高手如云 但在环宇神界范围 相当于一个鸡脚嘎啦 不值一提 堂堂成年就有圆满王者实力的 球龙兽落到这里 必然有其目的 不过 球龙兽丧尸爱死 估计早已走了 既然要走 就算有什么宝物 肯定也以席卷干净 去也是白去 沉思片刻 聂云道 球龙兽刚出生的孩子被杀 弄不好已经离开此地了 真要离开 再多宝物肯定都会带走 怎么可能给你留着 这倒是 沸彤之前没想到 听到解释 苦笑一声 脸色一正 殿下 这里毕竟不是你常待的地方 不过我现在带你去见智瑶将军 在商议回宫的事情 我相信陛下剑找到你 必定非常欢喜 回宫 聂云脸色古怪 他是假冒的 肯定不能回宫 真要回去 见到普天大地必然露现 但执意不回宫 对方肯定会怀疑 而且 对方认为他是皇子身份 或许就能用这个 做些文章 尽快提升实力 或者找到弹台凌月他们 犹豫了片刻 聂云问道 你们这位智瑶将军什么实力 去见对方也不是不可以 但要搞清楚到底什么实力 再说 实力太强 很容易被看穿 而且难以逃走 实力低了 凭借他的实力 倒是可以考虑糊弄以下 智瑶将军是普天皇朝 9981齐新军旗下一支队伍的首领 拥有下品皇者的实力 沸童眼睛满是火热 下品皇者 烈云心中咯噔 一下 虽然没见过皇进强者 但也知道自己和这种人的实力差距不雅于天地 当初一个上品王者级别的摆折 就让他们差点全军覆没 达到皇进肯定更加可怕 如果在这种人面前冒充被看出来 肯定会被斩杀 逃都倒不掉 现在想要寻找弹台灵月等人 提升实力 一直待在这里肯定不行 找到智瑶将军 绝对是最好的选择 但真要这样做 被发现身份 危险也会成倍增加 必须想一个双方都赢的办法 这位智瑶将军和多波王子的关系如何 片刻后 聂云眼睛一亮 开口问道 和多波王子的关系 殿下害怕同袍相残 肺同也是聪明人 听他这样一问 立刻明白过来 帝王之家无亲情 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情 为了那各位智 骨肉相残 兄弟之情不在 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如果眼前这人真是皇子 回去后肯定地位要高于多波王子 这是很多人不愿意看到的 弄不好就会将其斩杀在无形之中 我虽然对神界很多局势不明白 却也知道大势力存在着争斗 我现在的实力很弱 又没有势力亲信 一旦表明身份 被他们知晓 估计很难活着走到普天皇城 聂云道 这殿下考虑的事 虽然不想承认 但这是事实 费同一脸尴尬 尽管他不想承认 但这种事却是实打实存在的 就算多波王子不动手 其他皇子知道他归来 肯定也会出手 甚至到时候想办法嫁祸给多波王子 这些皇家的争斗 他只是个小人物 根本没办法左右 如果真和刚才一样愣头亲一样 带着皇子殿下去找智瑶将军 万一将军是王子或者哪位皇子的人 就很有可能对皇子殿下下手 皇子真要死亡 别说他无法获得奖励 弄不好还会跟着陪葬 明白这些 费同冷汗刷的一下就流了出来 看来没有绝对实力 找到皇子殿下 并不是什么好事 弄不好还会因此招来杀身之祸 殿下 那我们怎么办 现在他也没什么主意了 只好寄托眼前这位皇子 这个说难也难 说简单也简单 见一句话就将这家伙忽悠 念云心中暗笑 脸上却露出凝重的表情 简单 费同眼睛放光 急忙看过来 如果你表明我的身份 消息传递出去 肯定会遭到其他人的觊觎 这些人 不光来自普天皇朝 还有可能来自其他势力 列云道 普天皇朝成为一方大势力 肯定经历了无数杀法 仇家遍布 这些仇人杀不了普天大帝 杀一个实力不强的皇子倒是可以的 是 这点费同提前没想到 听到这话 神色更加暗淡 这不是找到了皇子 找到了一个藏宝库 而是找到了一个炸弹啊 表明身份会有很多麻烦 不表明呢 如果所有人都不知道我是谁 是不是就不会出现问题 列云笑道 这 费同连忙点头 对啊 知道他的身份会有无促劫难 不知道的话 肯定安全不少 所以 我考虑好了 可以和你一起去见智瑶将军 但是不以皇子的身份 而是你朋友的身份 或者其他身份 这样一来 任何人都不知道 就安全不少 列云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他刚来到环宇神界如同白痴一般 什么都不知道 想要快速融入这个世界 只能接触更多人 更多强者 这个所谓的智瑶将军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不然 光在山林里转悠 想要见到一位皇进强者 几乎是不可能的 好 就这么办 说你是我朋友 我还没这个资格 费同点点头 一脸尴尬 让他承认是皇子的朋友 他身份不够 不敢乱说 无妨 你可以说我是你的远房亲戚 从小失散了 流落到这 相信也没人怀疑 先想办法混入新军旗 再做打算 聂云道 好 见皇子发话 费同不敢违背 只好点了点头 那 皇子殿下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稍等一下 我还有一个朋友 正在闭关 等他出来 咱们一起离开 聂云说道 他说的自然就是聂同 现在他的身份是皇子 自然不能有弟弟 不然很容易穿帮 只好说聂同是他的朋友 一切听从殿下安排 经过刚才的对话 费同知道 眼前这位皇子 虽然尝试知道的不多 智慧绝对在他之上 不再多说 聂云大人 这位大人 组长和逢阵 组长已经准备好了晚宴 希望两位一步过去 刚商议完 冠林就走了过来 解决完两个部落的矛盾 聂云给冠林治疗伤势 陆生之气能够使用 冠林的实力又远低于他 治疗起来根本没花费太长时间 就已然痊愈 此时生龙火虎 全身的实力隐隐触碰到了蜂王的边缘 弄不好就会突破 正因为如此 他非常感激眼前的少年 知道如果不是对方出手 不但他变成一具尸体 所有族人此时也肯定要陷入水深火热 如果说族内少年的偶像是他 而他的偶像就是眼前的少年 第1880张禁谷 聂童闭关没结束 不能离开 再加上雕勇 族长邀请 聂云没有任何推辞 带着废童向部落走去 将废童忽悠住 就不用担心身份曝露了 二人有输有孝 很快进入青山部 再次来到族长居住的地方 只见房间里燃起了一个巨大的火堆 两大部落的高层环坐在一周 虽然之间还有些尴尬 却也比刚才剑拔弩张的样子 好了很多 聂云大人 废童大人 叼勇和逢阵连忙走了过来 叼勇 族长 我明天打算动身离开 桌上准备了无数美酒美食 酒过三巡 聂云开口道 不管怎么说 叼勇 族长对他有收留的恩情 打算离开的话 最好说一句 离开 这么快 叼勇虽然早就猜出自己 这个小妙公不起眼前 这位大佛 对方迟早要走 只是没想到速度这么快 沸童还有事 我想和他一起 就只能离开了 感谢 族长这段时间的款待 聂云道 大人要走 我不会阻拦 只是 大人难道不想去看看 那个 囚龙兽所在的山谷 叼勇猶豫了一下道 列云知道 对方不可能无故这样说 肯定还有话 当即也不多问 等待回答 果然 叼勇猶豫一下 接着道 那个山谷 虽然只去过一次 却始终觉得不简单 不只是 囚龙兽的缘故 不简单 这话怎么说 我也不知道 是一种感觉 聂云大人不妨想一下 就算十年前 囚龙兽元气大伤 无法杀死我们 但我们毕竟杀死了他的孩子 这种仇恨刻骨铭心 新山部 若山部距离又不远 为何一直没过来报仇 叼勇道 列云一愣 对方不说 他还没注意 现在想想果真如此 当时的母囚龙兽 就算元气大伤 杀不了二人 让他们逃走了 十年时间也足够恢复了 这么多年为何不过来报仇 杀子之仇不共戴天 尤其是这种王兽 本身就有很高尊严 强者斩杀不敢报仇倒也罢了 贝罗以一般的角色杀了亲人 不报仇 简直不可思议 要说找不到冯阵 就更不可能了 他喝了囚龙兽的鲜血 体内拥有囚龙兽气息 如同黑夜中的明灯 这么近说找不到 几乎不可能找不着 所以 我怀疑山谷有什么东西 牵制着囚龙兽 让他无法离开 哪怕有深仇大恨 都没办法报 刁勇将自己的推测说了出来 他能想到这点 并不是说明他要比聂云等人更聪明 主要是那件事后 他一直担心囚龙兽回来报复 结果等了这么多年 后者都没来 不免多想 有道理 那个山谷距离这里多远 听刁勇这样一说 聂云也有些心动 觉得山谷不简单 冒出想要过去看看的冲动 只有一天的路程 两位实力强 全力行走的话 一两个时辰就能到达 刁勇道 既然如此 事不宜迟 咱们出发吧 聂云站起身来 打算去 就没什么犹豫的 要去哪里 难道不带上我 一行人准备好 正要动手 就听到一个笑声响起 转头一看 聂同走了过来 理成功了 见聂同的样子 聂云眼睛一亮 滴滴闭 是为了突破上品王者境界 此时出来应该已经成功 哥哥 你的读解了 你的实力 聂同并未回答聂云的问话 而是看过来 眼珠子快要掉在地上 他感悟 环宇神界的力量 顺利突破 达到上品王者境界 本以为速度很快了 做梦都没想到 这位哥哥更快 闭关前 哥哥的实力 还被封印压制 身中剧毒 而现在 不但突破了封王出席 成功晋级中席 毒也解了 无奈的摇摇头 聂同有些挫败感 难怪在混沌海洋的时候 无数人提起哥哥都说 不能和他比修炼速度 现在看来 果真如此 侥幸 生怕聂同多说 聂云精神一动 就将刚才发生的事 传了过去 让他知道了 非同认错人和刁勇等人的恩怨 还能这样 将他传递的讯息消化完 聂同不停眨着眼睛 看向哥哥 又看了一眼废同 觉得整个人脑袋都有些晕了 开玩笑的吧 哥哥从小跟他长大 怎么可能是什么皇子 虽然蛮脸古怪 也知道哥哥承认是皇子 肯定有自己的用意 不再多说 猎童出关 聂云有了更大信心 众人不再犹豫 由刁勇逢阵带路 快速向那个山谷走去 刁勇作为生长在这里的老猎户 对地形非常熟悉 一行人走得非常顺利 再加上聂云等人的出手帮助 不到半天 众人就来到一座山峰前方 这座山峰高耸入云 一眼看不到顶端 走了一会 山峰之间一个狭窄的山谷出现在面前 此时 天已经大亮 不过山峰遮挡住了大部分阳光 再加上茂密的植被 让山谷显得有些阴暗潮湿 就是这个山谷 标涌向前一指 列云天眼运转 集中注意力向里看去 看了一会 眉头不由皱成疙瘩 的确有些问题 眼前这个山谷 的确和普通山谷不同 至于哪里不同 他也说不清楚 不过还没进入 心中就隐隐生出危机感 能给他这种感觉 恐怕不止球龙兽的原因 咱们还进去吗 似乎也感应到了危险 聂童犹豫了一下 看向哥哥 你们两个留在这里 我们三个进去看看 沉思片刻 聂云吩咐了叼咏 逢阵一句 他们二人实力太低 强行带着的话 只会成为突类 还不如先带在外面 是 叼咏二人也知道自己的本领 停了下来 咱们走吧 到了里面听我的命令 一旦有危险 转身就逃 千万不可停留 知道这个山谷不简单 聂云交代二人一声 向离走去 猎童和沸童对望了一眼 同时点头 三人急速窜入山谷 片刻就消失在刁勇等人面前 第1881章玄疾殿 谷内安静异常 只能听到风吹树叶形成的花花声响 这种谷内的风 吹拂绿叶 应该略有暖意 但不知为何 落到众人身上却感到浑身寒冷 丽云眉毛皱起 天眼不停运转 一遍前行一遍观察周围的情况 他的天眼在环宇神界也受到了压制 尽管也拥有透视之类的能力 却远不及在混沌海洋时的强大 只能将数百米范围内的东西看清楚 再远就不行了 有脚印 难道囚龙兽还没离开 前行了一会 地上果然看到了一些巨大的爪印 沸童眉毛皱紧 有些吃惊 虽然之前已经推测出 还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都十年过去了 囚龙兽按照常理应该早已离开 怎么还在这里 难不成真和猜测的一样 这里有什么让其无法离开 心中奇怪 三人的脚步并未停歇 跟着脚印的方向缓缓向前 不依惠 和刁勇等人说的一样 看到了一片天才地宝组成的药园 玲珑草 无须花 千莫羊根 这里居然有这么多药材 对于这些药材 聂云和聂童一珠都不认识 只能感到其中蕴含的澎湃灵气 沸童不同 一眼就叫出了名字 这些药材珍贵嘛 聂童问道 算是很珍贵了 如果炼制承担药的话 对蜂王强者都有很好的效果 只不过 沸童摇了摇头笑 怎么了 看到他的表情 聂云有些奇怪 想要炼制承担药 需要北方玄极殿的人出手 他们对我们普天皇朝一向不和 就算给炼制 也需要花费极大代价 沸童苦笑 玄极殿 列云一愣 是啊 玄极殿和我们普天皇朝 同属九大实力之一 虽然伦整体实力比不上我们普天皇朝 却拥有极大的人脉 无数人都希望他们的人能够出手炼制丹药 沸童道 炼制丹药应该不少人都可以吧 为何非要他们炼制的 列云奇怪 根据他的认知 炼丹是一种能力 只要学会 很多人都可以炼制出来 为何非要这个所谓的玄极殿动手 的确不少人能够炼丹 但没有玄极殿的玄极支器刻画丹纹 丹药和废物没什么区别 丹纹 烈于眨巴眼睛 在混沌海洋的时候 他也是一位炼丹大师 炼丹无数 还从未听说过什么玄极支器丹纹 是啊 这是一种特殊的能力 是当初玄极殿的玄极大帝创出的 只要有玄极支器刻画丹纹 丹药成功率不但会变成60%以上 药效也会增加醋倍 如果玄极殿的皇子级别强者刻画丹纹 丹药的药力 绝对会一下提升十倍 废同道 正因为如此 玄极殿在整个环宇神界都有很高地位 无数女子都想嫁给玄极殿的人 希望一飞冲天 还有这种说法 烈云愣住 看来以后要学学这个所谓的玄极之力了 能让丹药的药力提升十倍 即便使他都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练不练丹导是其次 既然这些药材有用 一股脑收走算了 听到二人的对话 聂同不以为然 笑着看向眼前的药材 道 既然这些药材有用 还费什么话 先摘走再说 至于以后练不练丹 那是后面的事 嗯 聂云点点头 向前一步 手掌一抓 便将眼前几株药材抓到手心 手腕一翻 收入那物世界 那物世界的稳固程度伴随实力晋级 已经超过普通至尊欲 盛放这些药材 没有丝毫问题 对于药材 聂云最拥有发言权 聂同便不再动手 肺同见眼前这位皇子采集药材的手法干净利落 比他不知强过多少倍 也不再插手 药源并不大 一共也就促十株药材 不到一盏茶功夫就被采摘干净 继续走吧 采摘完药材 聂云招呼一声 再次向前走去 一路很顺利 没有任何问题 平静的让聂云都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哥哥 聂同的声音传来 聂云知道他想说些什么 打断了他的话 目光紧冰着前面 进入山谷前 他就觉得这个山谷有些不对劲 谁知进来后 却什么都没发现 甚至将这么多珍贵药材都取走了 也没出现意外 这不得不让人玩味 斥出反常疾为妖 就算不用聂同说 聂云也知道眼前的场景有问题 先找到那个山洞再说 如果真有问题 也肯定在山洞内 再次观察了一会 发现周围的确没有禁止陷阱之类的东西 聂云给二人传音 都已经走到这里了 回去显然不可能 如果刁勇描述的不错 他们距离那个拥有球龙兽的山洞 应该距离不远了 脚下清灵 绕过几块巨大的岩石 果然看到一个有黑的山洞出现在不远处 聂云点了点头 当先飞掠过去 他的步伐轻盈灵动 没有丝毫声音 聂同就更不用说了 融合修罗王的记忆 掌握无数秘籍 这种轻身功法 比比皆是 甚至比聂云还要多上不少 肺同就不行了 勉强跟上二人 脚步声却再也掩饰不住 根本无法做到和他们二人一样 见他笨重的样子 聂同只好转过身来将其抓住 带着他跟在哥哥身后 看到眼前这个年纪更小的人 抓住自己和抓小鸡一样简单 肺同这才明白 他们三人中恐怕要处眼前这个少年实力最强 不愧是皇子殿下的朋友 这种实力 就算在新军期也绝对算得上统领级别了 呼呼 聂云二人不知道他心中的想法 身体如同一片落叶一样 悄无声息的来到山洞入口处 进去 一声轻横 聂云身体一纵窜了进去 山洞内有些黑暗 不过三人刚才行走的山谷也有些阴暗 倒是很容易适应 片刻后就看清了洞内的情况 这看清楚洞内的情况 聂云脸色一沉 变得凝重起来 第1882章没死 出现在眼前的 并不是球龙兽 而是几个巨大脚印 看形状以及尘土的模样 距离脚印主人离开时间不长 是成年的球龙兽 而且好像还不止一个 肺同认出来 眉毛一跳 眼前的脚印是球龙兽的 他能够清晰认出 而且最主要的是 脚印的主人似乎是成年球龙兽 甚至不止一头 成年球龙兽拥有圆满王者的实力 一个小小山脉出现好几头 的确有些诡异 回去 听到这话 聂云脸色突然一变 吩咐一声 身体急速向外窜出 聂同 肺同二人来之前就说好了 听从他的命令 此时见他二话不说转身就走 也不敢停留 紧跟在后面追了上来 吼 三人还没走出山洞 耳朵一震 随即就感到一股巨大的气流涌了过来 同时一个吼鸣响彻耳膜 强烈的轰鸣声让三人都觉得身体发颤 有些承受不住 哗啦 聂云转头一看 随即看到一道黑影笔直冲了过来 黑影前面 气流如同锋利的宝剑 在岩石上一碰 立刻留下巨大的脚印 刺球龙兽 快跑 脸色难看 聂云再顾不上其他 身体一晃荡在聂同二人身后 凌空一拳 这一拳用上了天手师天赋和吞噬的天赋 体内的力量立刻形成了一个油真气形成的漩涡 轰 漩涡和球龙兽的爪子碰在一起 聂云随即感到一股大力狂涌而来 胸口一闷 一个跟斗就倒飞了出去 脊被撞在岩石上 整个人呼吸都有些困难 好厉害 深吸一口气 将身上的伤势压制住 聂云身体移动 从岩石上落下 刚才这一下 聂同二人已经借机出了山洞 他们二人知道聂云挡住对方是为了给他们争取离开的机会 自然不会傻乎乎的留下来 撤 见他们逃走 聂云再不停留 身体一晃 在原地闪烁出几道虚影 笔直向外冲去 环宇神节的压迫力实在太大 如果再混沌海洋 他这一下 上品王者都追不上 也都难以发现真身在何处 但在这里 却只是勉强能够施展 效果就不尽人意了 轰龙 身后的球龙兽似乎看出了他的真身 一声轰鸣 一爪再次袭来 充满血腥的压迫力 立刻来到聂云身后 还没来到洞口就感到一股巨大的力量砸在背上 扑 鲜血喷出 整个人像断线的风筝一般 向外叠去 哥哥 本以为会摔在地上 摔个七荤八素 没想到身体一软 被人接住 原来被攻击这一下 他已经叠出了山洞 到了外面 先别管这么多 快走 见弟弟担心的眼神 聂云连忙喝道 现在不是管自己受伤不受伤的时候 抓紧逃走才是正道 圆满王尽实力的球龙兽 绝不是他们三人现在的实力 能够抗衡的 猎童也知道危险 听到哥哥的喊声 不敢停歇 快速向前冲去 眨眼功夫掠出数百米的距离 吼 还没停下 就听到身后的球龙兽满是不甘的怒吼 不过 并未追出山洞 仿佛山洞外有他不敢触碰的东西 怎么办 见对方没追出来 二人松了口气 聂同看向哥哥 眼中满是询问之意 之前推断的没错 这个山洞的确有些古怪 这些球龙兽不敢冲出来 坐在原地挑戏了一会 将伤势恢复 聂云这才松了口气 推断道 之前从雕涌的话中 就猜出球龙兽可能有什么原因 无法离开山洞 现在仍然没出来 已经证明了猜测 不对啊 如果不能出来 为何外面有他们的脚印 聂同问道 如果真是洞内有什么封印 禁止球龙兽出来的话 山林中为何又会有球龙兽的脚印 又怎么可能让他们和雕涌都发现 这我就不知道了 聂云一脸郁闷 对于球龙兽这种生命 他一无所知 要详细说的话 真不知道如何回答 殿下 刚才我仔细看了 对你动手的这头球龙兽 应该还没成年 突然 废同道 为成年 聂云疑惑 是 成年球龙兽拥有圆满王境强者的实力 一举一动 自成混元 真要这种强者出手 刚才 我们肯定逃不掉 废同道 虽然这样说有些打击人 但他知道圆满王境强者的实力 知道这家伙最多也就巅峰王者 距离那个所谓的圆满 还有很大一段距离 没成年就这么厉害 聂云知道对方不会空穴来风 敢这样说 肯定有自己的理由 也不多问 只是满脸震惊 没成年就这么厉害 真要成年 谁挡得住 是啊 而且 废同满脸疑惑 想要说什么 却似乎连自己都不敢相信 而且什么 但说无妨 见他这个样子 聂云眉头皱起 而且 我刚才看到这头 球龙兽胸前有一个不小的伤疤 而且时间久远了 能造成这么大的伤痕 恐怕是幼年时被人打伤的 废同缓缓道 刚才球龙兽一出现 聂云和聂同转身逃走 因为背对前者 都没注意这家伙到底长得什么样 废同是被聂同提着的 反倒看了个仔细 幼年被人打伤 什么意思 聂云一开始没明白对方的意思 愣了一下 突然脸色一变 你怀疑 这头球龙兽就是当初被冯阵杀掉的那个 胸前有伤疤 幼年受伤 而且还没成年 换做谁 都会这样想 只是 那头小球龙兽不是死了吗 却夜都被冯阵吞噬了吗 怎么可能活过来 而且长这么大 是 我正是这么想的 只是 觉得有些不可能罢了 废同点了点头 难不成当初冯阵并没将这头球龙兽杀死 而只是让其昏迷了 母球龙兽也正是发现了这件事 这才没继续追杀雕俑他们 反而想办法救治他了 心中一动 一个想法再冒了出来 聂云眉头皱起 第1883章离开 先别管这么多 离开这里再说 一头球龙兽都对付不了 再来挤头老的 肯定必死无疑 想了一下 想不出缘由 聂云知道这里不是九流之地 当即不再废话 和聂同 废同三人快速向外走去 回去的路上没遇到任何危险 时间不长就到了谷外 大人 等在外面的雕涌 冯阵二人见他们这么快出来 都愣了一下 眼中带着迷惑之意 想要问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还是先回去吧 这地方不是你们这种实力能够进入的 看到了冯阵二人眼中的好奇的目光 聂云脸色一沉 警告一句 他们这种实力都差点没出来 这二人真要过去 逃都逃不出来 再加上冯阵还是当初集杀那头小球龙兽的凶手 万一被看到 想走都很难 是 雕涌二人脸色同时一鸣 不再多说 他们虽然没见过眼前的三人施展过全力 但从之前的速度就可以看出厉害 这么厉害的人都用这种语气说 足见山谷里面的可怕 众人的速度很快 时间不长再次回到部落 去见智瑶将军吧 不过 在这之前 希望你能替我保守身份 就说我是你的一个朋友 想要加入新军旗 考虑再三 聂云决定先和沸彤去见那个所谓的智瑶将军 只不过先要看看对方到底什么实力 能不能看出自己是假冒的再说 如果能够看出 能逃多远逃多远 看不出来 倒是可以利用这个所谓的皇子身份 更多的了解环宇神界 更好的适应这个世界 甚至还能解释混得风生水起 虽然这样做 不下于于虎谋皮 非常危险 但如果不这样做 单凭他和聂同身丹利宝的身份 想要在环宇神界创出名堂 简直不可能 好 沸彤此时对这位皇子佩服的五体投帝 言听计从 自然不会说什么 稍微准备了一下 三人就告辞了青山部 向山外走去 罗济山横贯数百万公里 虽然在整个神界 算不上什么名山大川 对我们这种实力的人来说 却也不小了 想要把整个山都全部探寻一遍 根本不可能 三人一边前行 废同一边介绍 正因为如此 我们都分批行动 四面八方打探 一旦有消息 再通知将军 而将军则坐镇山脉的在正中间 各个方向都能有所照应 将军带的地方叫罗济峰 距离这里有七天的路程 咱们不用着急 慢慢走就行 如果真有人找到绝灵花 我们肯定能收到命令 七天路程 聂云不再多说 环宇神界的压迫力太大 他现在的实力无法飞行 百万公里的山脉 在混沌海洋想要横穿帘 眨眼功夫都用不了 但在这里 只能一步步的行走 幸好废同曾经来过一次 知道山林中的道路 也知道哪里有厉害的凶兽 不能靠近 一路行走 非常平静 三人倒霉遇到什么危险 路上聂云和聂同拼命学习这个世界的诸多规则和一些尝试 几天时间 倒是知道了不少 当然 太深的东西费同也知道的不多 饶是如此 聂云二人也觉得很满足 震惊的无以复加了 根据费同的介绍 这个世界三千大道也是存在的 属于最基本的东西 很多人一出生就完全领悟 不算什么 想要真正成为强者必须打破天地桎 创出属于自己的一条大道 这种大道因为是个人创出的 拥有个人烙印 只要他不允许 任何人都无法修行 正因为特殊性 才诞生了诸多不同级别的血脉 血脉和创出大道的强者越接近 天赋也就越强 但相对应的 想要创出一条新大道的能力也就越低 这就好像在白纸上绘画 画什么都行 可白纸上一旦有了图形 再想画其他东西就难了 通过对话 念云也知道 只有大地级别强者才能创出属于自己的大道 也就是说 创出新的大道 是通往大地级别的船票 没有创出 哪怕天赋再厉害 资源再多 拥有再强大的后盾 也只能止步圆满环境 再无法前进 九大势力促十位大地级别强者 后人无数 虽然这些人拥有人人都羡慕的身份 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地位 但实力最强的也只是圆满皇者 很难再向前走了 环宇神界除了这些大地的后人 血脉精纯的强者 还有许多普通人 例如沸彤 他就是普通人 从祖辈开始 不知多少年 都没出现过黄境强者 这种人没有血脉之力 却也没太高的天赋 只能加入势力 依靠修炼别人赋予的力量提升实力 虽然这些人没有大地后人的身份 和血脉纯度 却也因为如此 体内没有其他大道的烙印 才有了更好的进步契机 整个环宇神界 大部分大地都是这种人晋级成功的 还有一小部分 是飞生者 飞生者和这些普通人一样 体内没有大道烙印 如同一张白纸 更容易接纳更多东西 再加上能够飞生 几乎每一位都是小世界的佼佼者 一万万生灵才出现一个的绝世天才 一旦给予充足的资源 进步之快 远超环宇神界的普通人 正因为如此 飞生者的出现造成了整个环宇神界的恐慌 土著的环宇神界生灵 才想着要打压他们 不然的话 伴随时间推移 一旦飞生者出现的大地越来越多 他们的尊贵地位将会不复存在 难道有很多飞生者 知道这些 聂云忍不住问道 混沌海洋不知多少亿万年 才出现了他们几个 来到环宇神界 屈指可数 非同口中的这些飞生者 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据说环宇神界是天地最核心的世界 周围漂浮着无数大小不一的混沌海洋 那些飞生者 就是从这些混沌海洋出来的 非同不知道聂云是飞生者的一员 随口解释道 第1884张轩辕大帝 全服无数混沌海洋 聂云愣住 本以为混沌海洋是万界之祖 能够诞生诸天万界 繁衍无数生灵 现在看来 并非如此 这个环宇神界才是凌驾在诸界之上的 或许 这个环宇神界和当初的灵界一样 是一个更高的未念 比混沌海洋更高一筹 又聊了一会 聂云脸色逐渐沉重下来 根据沸童介绍 混沌海洋和环宇神界基本是无法互通的 即便大地强者想要寻找 都难以做到 除非出现一些变故 混沌海洋在环宇神界神人眼中 虽然只是土著 但其中的本源对修炼者有极大帮助 正因为如此 一旦哪个地方发现了混沌海洋 都会有无促强者敢来抢夺 重要程度不亚于珍贵丹药兵器出世 混沌海洋也有分级的 普通的最多只能孕育一两个小世界 就力量不济了 强大的能够孕育促十个世界 大小不一 沸童介绍的很仔细 能够孕育促十个小世界 叶云愣了一下 多大的小世界 大概能容纳主宰强者吧 沸童道 容纳主宰 叶云冒出疑问 如果能够容纳王靖强者呢 他所在的混沌海洋 三大至尊欲可以承载封王强者的力量 也就是说 这个混沌海洋 可以孕育出容纳王者的世界 容纳王者 这不可能 沸童摇摇头 殿下也知道 王靖和主宰虽然只差了一级 却有着天地之别 两者根本不在同一个等级 如果能孕育出容纳王者的世界 这个混沌海洋该有多厉害 反正我没见过 当然 我只是新军旗的一个普通统领 到底有没有这么厉害的混沌海洋 也不太清楚 哦 聂云不再多说 通过和沸童的谈话 他知道自己所在的那个混沌海洋算是强大的 难怪能让百者等人如此兴奋 虎视眈眈 看来必须严格保守混沌海洋的秘密 彻底封印柱和环宇神界的连接点 否则 一旦给神界的这些人知道 所有强者奉勇而至 他就算长了三头六臂 也没有任何用处 一边前行 一边闲聊 时间充足 聂云有一句没一句的问 沸童也回答了不少 这家伙是个天生的话捞 不用多问也会自己说 这样倒省了不少麻烦 我一直生活在山林 对外界的情况了解不多 听说有九大势力 到底是哪九个 问到后来 聂云想起之前雕永 冠林等人提起的九大势力 问了出来 九大势力具体是哪些 雕永等人不太清楚 但冠林作为普天皇朝的一员 肯定明白 这应该算得上 环宇神界的尝试 最好能够搞清楚 什么九大势力 实际上只有八大皇朝 说九大势力 只是那些非生者 给自己脸上贴金而已 沸童眼光闪烁 露出满脸的不屑 八大皇朝 是啊 环宇神界共有八大皇朝 占领了天下九州之地 属于天下最正统的力量 人人都为能够进入皇朝 而感到荣幸 说到八大皇朝 沸童眼中满是火热 哦 是哪八大皇朝 普天皇朝 应该是其中之一吧 聂云笑道 那当然 殿下要问别人可能还不清楚 问我 可以清楚的说出来 沸童一脸的自恋 八大皇朝分别是 普天皇朝 乾坤皇朝 狼爷皇朝 浩天皇朝 玄吉皇朝 神兵皇朝 神女皇朝 和赤霄皇朝 也就是所谓的普天岭 乾坤阁 狼爷洞 浩天楼 玄吉殿 神兵城 神女峰 赤霄山 哦 聂云第一次听到八大皇朝的名字 暗暗记在心里 我听说还有一个无边海 难道不属于八大皇朝 听到二人的对话 聂同插话 无边海正是冠灵介绍的 非生者只有成为无边卫 才能不被还与神界的土著奠祭 保住性命 无边海就是那些非生者弄出来的 集合了一群乌合之众 由兵散勇 不成正统 还没资格称为皇朝 沸童目光一闪 横道 真是这样 见他说话眼光闪烁 似乎有些言不由衷 聂云笑了笑 不由问道 如果无边海真如他说的那样不堪一击 为何只要成为无边卫 就能在还与神界自由行走 而不怕那些土生土长的还与人偷袭 如果真弱的话 恐怕早就被八大皇朝覆灭了吧 呃 其实无边海也算厉害 只是八大皇朝不想剿灭罢了 如果真想动手 他们肯定早就灭亡了 听到皇子的质疑 沸童似乎被揭穿了谎话 有些尴尬 挠了挠头 道 呵呵 烈云再次轻笑 沐邦直直盯着对方 恐怕没这么简单吧 虽然沸童说的含糊不清 甚至夸大八大皇朝 但通过语气和他的举动能够看出 肯定没这么简单 弄不好八大皇朝想要联合剿灭 却也没有成功 这才被迫签下了协议 非生者只要成为无边卫 就不得偷袭 好吧 我说实话 无边卫虽然是一批非生者组成的 但大地强者的数量很多 远超八大皇朝任何一个 而且最重要的是 无边海的最强者 号称环宇神界第一人 有他坐镇 八大皇朝也没办法 被聂云看穿 沸童知道刚才的话语有误 只好说实话 环宇神界第一人 烈云扎蛇 能获得这个称号 这个非生者必然强大至极 否则 绝不可靠一个人让八大皇朝屈服 这人叫什么名字 烈云忍不住问道 叫轩辕大帝 虽然对非生者多有不屑 但说出这个名字 沸童还是脸色严肃 不敢有丝毫轻调 似乎这人拥有无穷魔力 即便是他这种有些仇视非生者的家伙 都不得不正式对待 轩辕 烈云将名字记下来 虽然只听了一个两个字 但一种古仆浩然之意从内心深处生出 给人一种苍茫之感 让人不由自主的感到心底佩服 第1885章第九分队 一路前行 并未遇到什么危险 反倒是几天时间的畅聊 让聂云 聂同对环宇神界有了新的认识 知道的更多 前面就是智瑶营 属于新军旗下的一个分支 智瑶将军的队伍 我就是其中一人 不一日 到了一个地方 肺同指向前方 满是自豪 顺着肺同手指向前看去 只见一个军营矗立在山谷之中 银盘的布局暗和阵法 远远望去有种虎聚龙盘的味道 即便他这种实力 都不敢贸然闯入 不愧是军队 气息浑厚 如果当初这样一支队伍 进入混沌海洋 别说他们 就算实力再强十倍 肯定也抵挡不住 进去吧 肺同当先向前走去 念云二人紧跟其后 什么人 距离营地还有数百米的距离 两个人影就窜了出来 手持长枪 身穿甲皱 身上气血沸腾 如同快要燃烧 军人酒精沙场身上都有一种 普通人难以抗衡的力量 第九分队统 肺同 肺同从怀中取出一个令牌 逼了过去 原来是肺同统 请进 看到令牌 二人比对了一下 连忙行军礼 嗯 肺同点头 带着二人走了进去 一进入军营 念云立刻感到不寻常 军营的坐落和山谷巧妙结合 形成了一座大阵 一股特殊的力量浮现在空中 宛如天然的屏障 有了这个阵法 就算有人打算图谋不轨 从上方对军营进行偷袭 也会第一时间被人发现 甚至困住 难以逃脱 军营中 气流涌动 让人感到质闷严肃 如果没经历过军旅生活 陡然进入 其中的压迫力就会让人冷汗直流 难以抗衡 不 我以为是谁 这不是费大统领吗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 难道将军交代的事完成了 三人沿着军营开辟出来的小路前行 正要回费同所在的第九分队 就听到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响了起来 顺声音看去 只见一个身着假照的青年走了过来 身后跟着两个护卫 眉宇肩带着一丝嘲弄的味道 有些不懈地看过来 范仲 我们第九分队和你们第三分队井水不犯河水 你用不着这样阴阳怪气 完成不完成 我自会对将军交代 看到此人 沸同眼中露出一丝厌恶之色 不错 我们要对将军交代 那我就看看 你拿什么交代吧 范仲轻轻一笑 眼中不屑之意意于言表 转身向前走去 走了几步停突然停下 你这么着急回来 心里想着什么事 别以为我不知道 不用和我装 毕人小姐要过生日 大家心知肚明 到时候就个平本事吧 说完这句 范仲直接离开 唉 见她走远 沸同叹息一声摇摇头 也不多说 带着聂云二人快速向所在的分队走去 不一会就来到一个营房前 这个营房虽然也在军营之中 但看起来没有丝毫气势 只有光秃秃的三个帐篷 而且非常简陋 仿佛没什么人居住一般 统领 她走进营房 一个兵士走了出来 烈云左右环顾了一周 眉毛一皱 整个军营她就看到了这一个兵士 和其他军营的熙熙攘攘不同 再没有其他人 难道 你们军营的人全都出去执行任务了 智瑶营来到这个山脉 自然不是游玩的 肯定要执行任务 寻找那个所谓的绝林花 看到军营没人 聂云脑中第一个想法 就是所有人都出去执行任务去了 这才导致整个军营如此空旷 呃 这样说也对 只不过 我们分队总共也没几个人 听到询问 沸同一脸尴尬 解释道 智瑶营一共分为九个分队 按照战斗力强弱排名 我们排在最后 本身就弱 很多兵士都跳槽去了别的队伍 整个分队实际上加我也只有三个 三个 烈云眨巴眼睛 搞什么 一个分队只有三人 按照正常道理 应该早就取消编制了吧 怎么还能保留 本来沸同进入军营时 爆出统领的称号 还以为很厉害 没想到居然是这种情况 是 沸同挠头 满是不好意思 根据他的介绍 智瑶营一共有九大分队 队伍按照综合力量排名 分配资源 沸同这个第九分队 刚好排在最末尾 战斗力本身就不行 资源自然而然非常稀少 并是没有资源供给 也就没办法进步 因为队伍弱 还经常被其他队欺负 更要完成危险任务 争取奖励 所以 很多队员实在忍受不住 纷纷离开 再加上伤亡 就造成了他这个第九分队 只有三个人的诡异局面 正因为如此 作为统领的他 不得已亲自出手 深入山脉寻找绝灵花 如果手下有队员 他一个统领 又怎么可能亲自来到洛杉布 这种小地方 按照道理 这个分队人数这么少 早就应该解散了 但只要赢作为新军旗的一个分支 和所有队伍必须保持一致 别的队伍都是九队 如果随意减掉一个的话 肯定有不少麻烦 弄来弄去 这个队伍就留下了 也就能出这种 只有三人的诡异局面 刚才那个范仲 是第三分队的队长 实力和我差不多 但他的队伍组有三百多人 远不是我能够比的 说完他们军营的现况 废同一脸苦笑 呃 聂云有些无语 作为智瑶营的一个分队统领 混成这样 也的确够掉价的 刚才范仲说 碧仁小姐过生日 什么意思 想起范仲 就想起这家伙临走前说的话 聂云问道 碧仁小姐是将军的女儿 过两天刚好是她的生日 我们几位统领打算凑个热闹 废同道 智瑶将军出来完成任务 还能带家属 聂云奇怪 军事出征不都是孤家寡人吗 怎么还能将女儿带过来 碧仁小姐就在火神宗修行 而火神宗离这个罗济山很近 她只是在这里待几天 过一段时间就会离开 废同道 聂云点头 来的路上 废同已经介绍过了火神宗了 环宇神界分为九州十地 他们现在所在的区域正是十地中的火神域 而火神宗正是这个火神域最大的宗门 环宇神界除了九大势力 还有一些小宗门的 这些宗门和皇朝这种庞然大物比起来 差的很多 但却是无数修炼者梦寐以求的所在 进入这些宗门修炼 能够得到更多资源 远超过孤家寡人 火神宗的创始人号称火神 据说也是位大帝级别的强者 不过 没人见过他出手 甚至很少有人见过他的本尊 具体什么实力没人知道 即便没人见过 任何人也明白 绝不简单 能在十地之一的火神域建立宗门 哪能是容易相遇之辈 智瑶将军的女儿碧人姑娘 一出生就拥有火焰天赋 将军将她送到了火神宗 很快展露头角 今年不过二十岁左右 就拥有了中品王者的实力 天赋惊人 智瑶银九大统领都知道这件事 都对这个天才少女带着幻想 只不过年龄合适 且没婚配的只有三葛 范仲和肺童都是其一 肺童虽然看起来像是葛中年人 模样有些苍老 实际上年龄不大 只有三十多点 只不过军女生活让她的皮肤又黑 这才显得远超实际年龄罢了 为婚配的三人 都知道一旦俘获这位天才女孩的心 不但在智瑶营地位大增 还等于拥有了火神宗这样一个宗门座靠山 以后飞黄腾达指日可待 所以表面上和睦 实际上带着竞争关系 肺童自家人知道自家事 本来不想参与 也就没去管这些 听到范仲说 这才想起 过两天正是碧人小姐的生日 实际上这正是个好机会 如果在生日时 送出一份好礼物 对方必然刮目相看 就算成不了那种关系 只要碧人小姐 愿意在智瑶将军面前多说几句 以后的好处也会源源不断过来 正因为如此 九大统领都做足了准备 本来肺童打算找到绝灵花当做贺礼的 结果明察暗访这么久 什么消息都没打听到 只好就此做罢 我们第九分队 因为人少 再加上实力不行 本就没什么资源 准备礼物肯定不如别人 算了 到时候 随便过去看看 人到了就行 其他也不奢望了 肺童摇头 虽然嘴上说的轻松 眼中却带着浓浓的布干 也对 虽然他现在号称统领 实际上却和一个普通小兵没什么区别 这种情况 谁不想向上走一步 只是他也知道自己的身份和能力 就算想到 也做不到罢了 李书碧仁小姐拥有火焰天赋 见他这副表情 念云想到什么 开口问道 是啊 肺童不知皇子殿下为何会这样问 但是不敢拒绝 点了点头 我有办法让你在生日宴会上一名惊人 见对方承认 念云突然嘴角上扬 露出一个自信的笑容 第1886张火龙之灵 念云想要快速提升实力 找到弹台灵月 保护混沌海洋 必须得到足够资源 而想要得到资源 首先要拥有足够地位 冒充皇子太过危险 如果费同地位提升 这种危险程度 程度就会降低不少 毕竟地位越高 接触的东西也就越多 有这种人保驾护航的话 他这个皇子身份 也就会有更多人认可 让我一名惊人 殿下难道有什么好东西 当作礼物 费同愣住 有些不敢相信的 看着眼前的皇子殿下 想要一名惊人 送出的礼物 不必然要必然小姐喜欢 他无论金钱还是资源 都远远比不上其他八位统领 真想不到用什么东西 能让这位小姐喜欢 这你就不用管了 礼物的是 我来操办 你只管准备打扮得干净帅气就行了 聂云笑了笑 好吧 费同不知皇子殿下哪里来的自信 但一想到对方的身份 还是点了点头 不再多问 我先给你准备礼物 两天后叫我即可 知道碧人小姐的生日 在两天之后 聂云不再多说 随即和聂同离开 已进入费同安排的帐篷 聂云精神移动 进入纳物世界 给拥有火焰天赋的碧人小姐准备礼物 能让其动心的 自然只有火焰 她的焰火天赋虽然不弱 但也只属于三千大道 火神宗能够开宗立派 甚至传说拥有大地强者 说明其中的火焰 必然超越了混沌海洋的范畴 如果仅仅弄焰火送出去的话 非但不出彩 弄不好还会被唾弃 所以 对于这件礼物 还是要提前准备一下 可以将焰火弄成火龙之灵 赶大包大懒的承担 聂云早就想好了 并非空穴来风 单独的焰火不行 如果将其弄成火龙之灵 就完全不同了 火龙之灵是将没有意志的火焰 用炼其的手法 炼制成拥有灵性的东西 拥有火焰天赋的人 得到之后 可以洗金法随 更好的将火焰天赋发挥出来 这种火龙之灵 她在混沌海洋时就听说过 只是从未出手炼制过 现在刚好可以试试 焰火 站在那雾世界的一座高山上 念云手指一点 一道赤红色的火焰从指尖喷涌而出 出现在眼前 火焰熊熊燃烧照耀半边天空 实力达到她这种地步 焰火丹田也早就达到第五形态了 火焰照耀的空间有些扭曲 带着蜂王强者特有的力量 伴随她的实力进步 这道焰火融合了环宇神界的力量 一旦失出 对一般的中品王者也有极大的伤害 虽然不至于让其手忙搅乱 无法控制 可一旦施展好了 也能作为杀招 凝聚成形 一道炼宝之气涌出 与眼前的焰火融合在一起 念云眼神凝重 轻声低喝 在外界炼至火龙之灵 即便她这种实力也做不到 因为牵扯很多繁琐的步骤 麻烦无比 就好像煤炭 看起来简单 有黑一团 实际上形成的步骤非常复杂 需要无数年的沉寂 时光的变迁 火焰形成火龙很简单 让其中产生灵智 就困难了 没有时间的孕育 根本不可能完成 不过 这是在外面 在那物世界就不同了 念云身为创世主 言出法随 一个意念就可以让火焰凝聚成型 甚至产生灵智 伴随她的喝声 眼前桀骜难寻的火焰立刻约束起来 蜕变成龙形 咆哮出声 响彻天地 便宜你了 见火焰凝聚成型 身上龙铃闪闪发出光芒 念云轻轻一笑 一滴鲜血飞了出来 她体内的血液层融入过小龙的血脉 拥有浓重的龙气 想要火焰产生灵性 注入龙气是必须的步骤 滋滋滋滋 血液和火焰长龙一碰 立刻融入其中 整个火龙顿时像是活了一般 全身的鳞片闪烁出耀眼的光彩 更加夺目 如果说刚才的火龙给人一种压迫感 让人觉得炙热难耐的话 此时的火龙就好像活了的生命一般 全身上下带着灵动之意 蜿蜒游走 散发出滔天的龙威 最后一步 见火龙和血液相容 完美无瑕 聂云并没放松紧张 反而脸上凝重之意越来越浓 她的目光 像火龙的头颅上看了过去 眼前这个火龙虽然散发出耀眼光明 却能够清晰看到没有眼睛 如果有其他人在这 就会发现这头火龙尽管灵动 实际上没有自主意识 如同花草植被一样 体内的灵性 和纷乱的河流一样 没有宽阔的河道 让杂流汇聚 就算杂流再多 再强 也没有太大用处 而想要这些灵性形成一股 只有一个办法 画龙点睛 给这个火龙点上眼睛 脸色凝重 聂云精神高度集中 手掌一弹 一道吞噬之气从指尖浮现 来之前她就想好了 给这头火龙点睛的方法很简单 那就是利用吞噬之气将所有灵性集中起来 吞噬之气是超越三千大道的特殊力量 在环宇神界都算得上靠前 用这种力量点亮眼睛 万无一失 去 一声轻横 吞噬之气立刻形成一个漩涡 已知向火龙的眼眶射了过去 通龙 一声俱响 火龙一阵翻腾 吞噬之气分成两股 进入了火龙的眼眶 吼 如同乾隆升天 火龙咆哮一声 直冲天空 所到之处火焰将空间撕裂出一道道裂缝 成功了 看到火龙的力量和威势 念云之道成功了 面色一喜 只有成功 火龙才会有此威势 一旦失败 这头火龙会立刻消散 再次变成普通焰火 没有任何威力 抽 手掌一动 便出一个愈合 一张手 天空的火龙之灵立刻受到压制 笔直飞了过来 乖巧的钻进去 封印 手指轻弹 连续在盒子上弹了几下 狂暴的火龙之灵消失在盒子里 连一丝热量都没散发出来 啪叉 烈云将盒子盖上 满是喜色 火龙之灵 大功告成 第1887章宴会开始 智瑶营最宽阔的帐篷 宫殿一般 促使人端坐其中 格格带着笑容 今天是智瑶将军独女碧人小姐的生日宴会 能够进来的 几乎都是智瑶将军看中的人才 代表着营内的最巅峰权势 爹爹 不说不举行宴会吗 我过几天就回去了 这么麻烦干什么 大殿最里面 一个模样清秀的少女看着热闹的大厅 秀眉为醋 这些都是我那些属下的一点心意 既然你在爹爹这 一切听我安排 不要拘谨 好好玩一下 一个中年人哈哈一笑 这个中年人目光如电 全身隐含着一股巨大的力量 如同龙虎盘旋 不用看就知道非常可怕 智瑶将军 黄敬强者 好吧 不过我还要修炼 而且不喜欢这种应酬 一旦想要离开 不要拦我 少女道 好 只要你喜欢 干什么都行 不过这些都是跌跌中心的属下 如果你转身就走 也会让他们寒心 这样吧 这次宴会我安排了一场舞会 到时候肯定有人邀请你跳舞 你跳一支再离开 应该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 智瑶将军犹豫了一下道 他也知道女儿不喜欢这种应酬 不过组织这个宴会 能来参加的都是她的属下 如果女儿转身就走 她面子上也不好看 好吧 不过和什么人跳舞 我说了算 烈烈不能强加给我 也看出了父亲的为难 女孩道 那当然 智瑶笑了起来 她知道自己这个女儿喜欢独处 不喜欢热闹 能答应这么多已经很给面子了 出去吧 上一晚 父女走进大厅 早就听将军说有个美丽的女儿 刚开始还不相信 此时一看 才知道谦虚了 这哪里是美丽 简直是九天玄女下凡啊 碧人小姐生日快乐 祝你容颜永驻 一直这么年轻 碧人小姐如此年纪 就有中品王者的实力 让我们这些老家伙实在汗颜 看到二人进来 大厅内顿时热闹起来 所有人都将目光集中在少女身上 能进入这里的 都是分对统领或者他们的亲信 早就知道智瑶将军有个漂亮的女儿 只是从未见过罢了 此时一见 全都惊为天人 尤其是那些年轻的统领 护卫 一个个双眼放光 满是激动 家是好 天赋高 关键还漂亮 怎不让人动心 看到这些人的样子 必人眼中露出了一丝不懈 这些人的想法 他不用猜都能看出来 不想着如何修炼 如何进步 光想着一飞冲天 这种人正是他所不齿的 因为漂亮 走到哪里 都有不少追求者 如果他愿意 早有大把青年围上来了 这些统领虽然听起来不错 实际上远入不了他的眼睛 嗯 反噬不屑 正缓缓向前 眼睛突然落在一个角落 一个少年正坐在桌子跟前 只看了他一眼 便不再理会 少年虽然只看了他一眼 但可以清晰感受到他的眼神 和其他人完全不同 干净清澈 没有一丝贪婪 肯定是装的 必人眼中不屑之意更浓 这种人他也见得多了 不少人追求他为果 就用的这种手段 看起来正态无比 实际上不知道背地里干出什么事情 魏君子 心中给这个少年下了个定义 必人不再理会 跟在父亲身后 来到大厅中间的座位上坐了下来 阿替 坐在角落里的聂云打了个喷嚏 挠挠头一脸奇怪 感冒了 堂堂封王终其实力 怎么可能感冒 沸童作为第九分队的统领 拥有多代一个人的资格 聂云刚好也想见是一下 环宇神界的宴会 就跟着来了 至于火龙之灵 早就给了沸童 当然 后者并不知道玉盒里面装的是什么 几次想要打开 看到上面的封印都忍住了 倒不是他解不开封印 而是一些天才地宝 一旦破开封印 灵气散意 就会有很大损失 再加上他对皇子十分相信 既然对方说没问题 就肯定没问题 真要打开看的话 就是不相信皇子殿下 给他十个胆子 也不敢啊 至于聂云 跟沸童来到这里 才知道这个第九分队在智瑶营地位有多低 堂堂统领 居然连前几个分队的随从都不如 只能坐在最角落 不过 对于角不角落 聂云并不在意 反正他来这就是见识以下 没什么太大的要求 至于刚才走进来的碧人小姐 他更没兴趣 这个女孩虽然有几分姿色 也只是略有而已 最多和之前见到的碧人差不多 比起洛青城 淡台灵月等人 差得实在太远 所以 看了一眼便不再去看 曾经沧海难为水 这个女孩在她眼中 还不如眼前的美酒来的香醇 当然 她不知道的是这个举动在碧人眼中 是在装逼 已经被打上了魏君子的烙印 这位就是小女 碧人 在大厅中间坐下 智瑶将军哈哈一笑 向众人介绍 智瑶营第三分队统范重 见过碧人小姐 智瑶将军刚介绍完 范重就走了过来 眼中满是兴奋的光芒 在下第五分队统杨硕 见过碧人小姐 范重的话还没说完 又一个青年走了过来 急忙介绍自己 杨硕 第五分队的统领 正是三个梅婚配统领中的最后一个 看到这二人目光灼热 恨不得冲过来 碧人眼中比一只翼更浓 不过 父亲在这也不好发作 脸上没什么表情 碧人见过二位 碧人小姐 知道今天是你的生日 这是我花费好长时间 专门为你准备的礼物 还请笑纳 见杨硕冲过来 范重脸色一沉 一转身从随从手中拿来一个浴盒 递了过来 不管对方的手段是什么 他对自己的宝物充满了信心 自信只要碧人小姐打开盒子 肯定会对他刮目相看 第1888章 敬心珠 这是他们的一番心意 碧人 你就收下吧 这样也能做出平定 到底跟谁跳舞 见女儿眉毛皱起 不太想收礼物 智瑶将军哈哈一笑 跳舞 我听说了 这次宴会结束后是舞会 碧人小姐会亲自选一个人作为她的舞伴 真的假的 要是这样就太好了 我一定要再争取这个机会 争取 恐怕你没机会了吧 刚才智瑶将军的话你又不是没听到 碧人小姐会根据礼物的贵重选取舞伴 你拿东西我都看不上眼 你觉得碧人小姐会看上 可惜啊 早知道有这个环节 肯定好好准备礼物了 就算不能得到碧人小姐芳心 能和她跳一支舞也不需此行啊 哈哈 要怪就怪自己 我相信我的礼物肯定能够获得头筹 一鸣惊人 我也有种种自信 到时候就看谁拿第一了 智瑶将军的声音没有遮掩 响彻整个大厅 众人全都一愣 一个个兴奋地脸色长红 这个生日宴会后面有舞会的时 很多人都知道了 如果能让碧人小姐做舞伴 绝对是极其光荣的事 哪怕不能得到美女清新 以后在智瑶营的地位肯定也会水涨船高 听父亲这样说 碧人知道他的意思 也就没反对 只好接过范仲地来的玉盒 玉手牵牵 随手打开 哗啦 玉盒一开启 立刻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众人看去 只见一个滚圆的圆球平放其中 带着让人舒服安静的气息 是 静灵珠 居然是静灵珠 范仲统领好大的手笔 这一下真是下了血本了 范仲统领今年不过二十七八 还没婚配 如果能得到碧人小姐的芳心 身份会有极大转变 这种事情 早就做足了准备 是在必得 是啊 一颗静灵珠 我看很多人都会绝望了 看到玉盒里盛放的东西 众人全都一阵惊呼 一个个面面相许 满是震惊 虽然大家都猜出了范仲的目的 可看到他拿出这么贵重的东西 还是忍不住亥然 静灵珠 是什么 听到众人的惊呼 念云一愣 给前面的沸彤传音 此时的沸彤一脸苦笑 整个人像是斗拜的公鸡 如果说之前他还对皇子殿下拿出的东西很有自信 看到对方拿出静灵珠 直接都有些绝望了 这种好东西 别说其他人 就算是他 都感到火热 静灵珠是一种海洋生物孕育的宝贝 深藏在海底 难以寻找 每一枚都是天价 脸上难看 沸彤没有停歇 将静心珠的来历和功效说了一下 将这东西放在房间 能减轻浮躁 安静本心 修炼的时候 放在身边 降低走火入魔的概率至少两成 降低走火入魔的概率两成 烈云则舌 走火入魔一直都是修炼者的最害怕的东西 一旦出新这种问题 力量不由自己控制 很容易出现变故 新者重伤 重者死亡 正因为如此 能够安神宁心的宝物 一直很受修炼者喜欢 不过 只要修炼 必然会有心魔作祟 想要彻底安静下来 哪有那么容易 这枚静心珠 能够降低走火入魔的概率两成 看起来不多 实际上绝对是一件逆天宝物 即便是他 听到这种功效 都感到心动 不愧是第三分队的统领 而且是在必得 一出手就不同凡响 如果只是减少走火入魔的概率 我并不叫的太过出彩 毕竟火神宗这样的宗门 肯定也有这种东西 算不上太出彩 最主要的是第二个功能 沸彤接着道 还有第二个功能 是啊 第二个功能就是 将这枚静心珠研磨成粉 敷在脸上 能让人肌肤变得更加细嫩 虽不至于永保青春 十年内容颜不变是肯定没问题的 沸彤苦笑 啊 念云摇头 听他这样一说 这枚静心珠的确是花了贩重很大的本钱 难怪如此自信 对于男人来说 这枚静心珠最重要的作用肯定是安静心神 但对女孩来说 能够保住青春 比什么东西都强 但这一样 就会让不少宝物黯然失色 果然 本来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的碧人小姐看到这枚静心珠 眼睛闪烁了一下 露出一道喜色 尽管表现的不太明显 还是被念云看到了 这枚静心珠我很喜欢 谢谢范仲统领了 碧人小姐的声音响起 喜欢就好 范仲眼睛一亮 笑了起来 能得到这种赞誉 就说明他的花费没有白费 有什么可得意的 一枚静灵珠而已 没什么出彩的 他的笑容还没完全绽放 就听到身边一个冷恒响起 随即第五分队的统领 杨硕走了上来 脸上露出不屑一顾的神色 没什么出彩的 那我倒想看看杨统领 能拿出什么出彩的礼物 被对方当着家人的面质疑 范仲冷恨 两人是老对头了 也没必要给对方脸面 我正要拿出来 杨硕就等着他这句话 轻轻一笑 露出自信的笑容 静心珠最多能让人保持十年容貌不变 我被修炼者 一个闭关就要促年时间 十年时光实在太短 而且 这东西的功效只有一次 无法叠加 仔细说起来 和积乐没什么区别 一边贬低静心珠的作用 杨硕一边向前 身后的随从递来一个浴盒 随手打开 里面平放着一个淡红色的浴瓶 这是我一次机缘得到的助颜单 服用一枚 不但可以保持五年容颜不变 还能改善皮肤 让人的肌肤变得光滑细嫩 美丽动人 这种丹药可以叠加服用 每一枚都有五年功效 这瓶一共六枚 现在特地送给必然小姐当生日礼物 将浴瓶拿出 递了过来 杨硕笑道 可以叠加 每一枚都有五年功效 六枚就是三十年 听到它的介绍 所有人都是一愣 第1889章送礼 助颜单 玄极店的丹药 我听说过 玄极店曾公开售卖过 不过 只持续了不到一年 就因为材料短缺而停止出售 这一年 总共就销售了不到一万枚 也就是说 整个神界 也就这么多 一万枚听起来不少 分散到九州十地 没多少了 这样说来 这六枚助颜单 岂不是天价 不光价格问题 而是有价无事 杨硕统领这事下了血本了 众人震惊过后 全都满脸的骇然 就算有些人没听过这种丹药 单单能让人涌住青春这一个能力 就会让无数人为之疯狂 尤其是这种功效对女人来说 几乎没人能够抵挡 果然 听到助颜单 一人原本毫不在乎的表情 变得闪亮起来 虽然不至于失态 眼中的光芒让人看出了她的想法 可恶 不用多说 单从表情 范仲就知道输了一局 净星珠虽然不弱 但和助颜单比 还是差了一些 倒不是说净星珠的价值比助颜单低 而是对比尔的吸引力 后者明显更大 范仲花费心血找来净星珠 没想到都还输了 能让容貌保持 我要是逼人小姐肯定会选择杨硕统领 这下有好戏看了 惊讶过后 众人全都带着看热闹的心思 大家都是聪明人 杨硕范仲的心思 怎么看不出来 只不过大家都是统领 带着竞争关系 巴不得对方出丑 怎么样 范仲统领 我这个礼物出不出彩 应该不比你的差吧 见对头吃憋 杨硕哈哈一笑 脸上露出玩味的笑意 看向范仲 哼 不知在哪里弄的丹药 还不知有没有效果 少在这里的意 本想着一名惊人 大杀四方 没想到一开始就杀鱼而归 范仲脸色难看 一甩一秀 哈哈 有没有功效 碧仁小姐自然会做出判断 比不过就是比不过 别找其他借口 见对方的态度 杨硕笑了起来 脸上带着傲然之意 好 我承认我的礼物可能比不过你 不过 你就能保证你的礼物最让碧仁小姐喜欢 见杨硕得意的模样 范仲想要反驳 却找不到其他话 突然眼珠一转 想到了什么 嘴角微微扬起 冷笑道 什么意思 你难道还有什么礼物没拿出来 想要和我再比试一下 听到这话 杨硕看过来 我自然没有 不过 我知道一个人肯定做出了精心准备 礼物要比你的好上不知多少倍 范仲道 不知多少倍 哼 春游也不怕闪了舌头 我倒要看看 谁能拿出的礼物比我的助言单 更让碧仁小姐喜欢 杨硕横道 他对自己拿出的助言单很有信心 虽然这几枚丹药价格不是特别高 却是很稀少 很难得到的 大家同为同领 各自对各自的身家知道的很清楚 能拿出这些丹药 可以说已经达到他们这种身家的极限了 再多 他都觉得不可能 毕竟 送礼物给碧仁 最多讨好一下 引起将军注意 真想抱的美人龟 还不知要花费多少功夫 他们都是人精 不可能将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不然 一旦没有效果 哭都来不及 这个人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正是 范仲手指转了一圈 突然指向一个方向 落在沸桐身上 咱们的沸桐统领 沸桐 本来杨硕真以为有人准备了比他还要的礼物 没想到范仲指向沸桐 眼睛一闪 已经知道了对方的意思 嘴角扬起 人人都知道他和沸桐不和 这样说明显是故意让对方难看 这下沸桐要倒霉了 沸桐和范仲不和 所有人都知道 范仲一下指向他 不但会让对方难看 更给自己找了台阶 一举两得 是啊 如果沸桐拿不出合适的宝贝 所有人的目光都会集中在他身上 刚才范仲丢人的事就在没人提起了 既能打击老对头 又能给自己解围 范仲这招真狠 地久分队什么有谁都没有 沸桐又一向抠门 估计这下要丢人了 杨硕看明白范仲的意思 其他人也看了出来 一个个笑脸盈盈的看向沸桐 你沸桐没想到躺着野中枪 气得面容铁青 见这两个人拿出的东西 他就知道没希望争了 只想着等别人送礼物的时候 趁乱把自己的东西递过去 做梦都没想到范仲如此卑鄙 一下把矛头引了过来 怎么沸桐统领 上次我见你 你不是对我不屑一顾 要自评本领吗 敢这样说 必然早就准备好了礼物 打算一鸣惊人吧 看到了沸桐的囧态 范仲嘿嘿一笑 笑了起来 你少在这胡说 沸桐喝道 我胡说 不敢承认了 哦 我明白了 是不是觉得东西太贵重了 不舍得送给弊人小姐了 哎 这样不行啊 都已经准备好礼物了 却又不舍得送 未免太抠门了吧 范仲装出恍然大悟的样子 接着道 沸桐脸色难看 想要解释 却不知道怎么说 没准备礼物 准备的不贵重 和准备了不舍得送 完全是两个概念 真要落实了这的名头 真就丢人丢大发了 别和他击歪 把礼物送过去 见沸桐被挤兑 聂云摇摇头 传音过去 反正都和对方有矛盾 既然如此 费这么多话干什么 说的越多 被对方抓住把柄也就越多 还不如实打实的将礼物送过去 打对方的嘴巴 知道皇子殿下的意思 沸桐犹豫了一下 只好从怀中取出玉和 硬着头皮走了过去 被逼到这个份上 实在没办法了 不送 对方肯定还有更多借口 就算这份礼物 比不上对方贵重 也只能拿出来 几人的矛盾 逼人小姐看在眼里 并不在意 脸上一副无所谓的表情 接过玉和 随手打开 正想说上两句 突然瞳孔一缩 整个人不停颤抖 啪 玉和被他急忙带了起来 第1890章最喜欢 逼人拥有火焰天赋 又在火神宗修炼 对火焰极为敏感 玉和一打开 立刻知道其中封印的东西 对他有极大作用 能够炼化融入身体 虽然不能短时间内 让其实力暴增 却可以改善体质 让他更适合修炼火元素 拥有更强的天赋 明白这些 逼人兴奋地有些脸色泛红 无论在哪里 实力永远是第一阶梯 最重要的 只要有实力 就能得到棕门重视 各种各样的修炼资源 要多少有多少 保持容颜不变的丹药 也可以轻松得到 甚至 突破黄境后 容貌完全可以维持 醋万年不变 根本不需要担心衰老 所以 杨硕和这位费童的礼物一笔 高下立判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杨硕和范重建费童拿出的玉盒 并不显眼 非常普通 都露出不屑之意 正想嘲笑一番 看到了碧人小姐的表情 全都一愣 难不成 这家伙真拿出了 比他们还要强的宝贝 不可能 第九分队什么情况 他们同为统领知道的很清楚 肺童的身家 连他们身后的随从都不如 这种人能拿出什么好东西 一定是垃圾物品 让碧人小姐感到羞辱 才露出这副表情 想到这 饭重脸色一沉 喝出声来 肺童 就算没准备好东西 你也不能拿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胡弄吧 还不马上向碧人小姐道歉 早就听说第九分队一穷二白 如果只是穷没十力倒也罢了 至少还可以努力 脸都不要了 一次冲好 可就让人瞧不起了 杨树也冷笑一声 言语终满是讽词的味道 我 肺童脸色长红 平常的话捞此刻也没了言语 对于皇子准备的礼物 他并不知道是什么 心里没有任何底气 怎么 说不出来了吧 没有本事就不要装模作样 丢人 见他的表情 范重阳说更加深了自己的猜测 同时笑了起来 他们二人的言语 立刻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肺童身上 有的冷笑 有的带着同情 更多的带着嘲弄的味道 人人都知道范重刚才霍水东引的目的 如果这家伙什么都不准备 到生欠也就罢了 结果却厚着脸皮将准备的东西拿出来 已经有明珠在前了 这时候拿出来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 要怪只能怪自己不是抬举 肺童这下倒霉了 按我说 第九分队早就该取消了 只有几个人 留着也没什么用 嘿嘿 碧人小姐生日宴会 拿不出来东西倒也罢了 硬着头皮拿出来 估计要丢人了 其实礼物贵不贵重没什么大不了的 就算差一些也没什么 关键是被范重杨硕抓住 那就麻烦了 是啊 这三人都对碧人小姐有意思 能借机打击掉一个对手 他们不可能错过机会的 内行看热闹 众人都知道杨硕和范重的心思 肺童这下很显然被这两个人当成踏脚石踩在脚下了 哈哈 真好笑 礼物到底是什么 碧人小姐还没下评论 你们就在这了叽叽歪歪 不觉得丢人吗 难道这就是智瑶银统领的素质 就在杨硕 范重想要再次嘲笑的时候 一个笑声响了起来 声音肆无忌惮 响彻在整个大厅 让原本有些热闹的房间 经不住安静下来 众人齐刷刷向声音的来源看去 只见角落里一个少年正义脸无所谓的看过来 眼中带着不以为然的神情 你是谁 肺童 这是你的随从 统领们交谈 他算什么东西 也敢在这里插嘴 杨硕看了少年一眼 眉毛一扬 声音中带着浓浓的威压 来人 把这小子赶出去 范重也一声冷喝 伴随他的话语 几个人引走了过来 看样子随时都会将刚才说话的少年抓出去 怎么 连实话都不让人说吗 面对来者 少年脸色不变 一声轻笑 这个少年自然是聂云 他本来没打算说话 当看到肺童给人当成踏脚石踩下去 知道再不说话 对方肯定更加猖狂 这才开口 和肺童的担心不同 对于火龙之灵他有足够的自信 别说静心珠 祝颜丹 就算比这些东西再贵重十倍的物品 只要那个婉人小姐不傻 都会选择前者 你们退下 杨说 范重 你们想干什么 见人引来到皇子殿下跟前 肺童吓了一跳 再不退缩 向前一步 中品王者的实力释放出来 压迫的及格护卫不敢动弹 眼前这位可是皇子 虽然没表明身份 立位却是实打实的 要是真让一些普通护卫给嫁出去 他的好日子估计也到头了 想干什么 你这个属下尊卑不分 现在我打算出手教训一顿 你难道敢阻拦 真想阻拦的话 我不介意也让你常常记性 范重黑黑一笑 来到肺童跟前 他们两人一向不合 看样子是打算借机发飙了 婢人小姐 你难道就光想着看热闹 不打算说几句吗 如果不说 这件礼物 肺童吟可能就不想送了 不理会两人的争吵 聂云抬头看向人群中间的婢人小姐 这个女人打开盒盖 肯定早就看出火龙之灵的作用了 此时却一句话不说 任由费童等人争吵 很明显 也不是省油的灯 哼 没想到眼前这个少年一句话 就将矛盾转移到自己身上 婢人小姐秀眉一簇 他之所以不说话 并非想看热闹 而是推敲玉盒中的火龙之灵 应该如何使用 他虽然知道眼前这东西一旦恋化 能让他的修为土匪猛进 天赋更高 可如何将这东西恋化 却一点都不知道 就好像明明到了宝山 却不知道怎么挖掘一样 心仰难耐 不过 他也知道此时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看了众人一眼 缓缓开口 费童统领给的这件礼物 我最喜欢 第1891章修炼瞬移 最喜欢 什么意思 难道费童统领送的这个礼物 比筑炼丹 竟新珠还珍贵 不可能吧 第九分队一穷二白 怎么能拿出让毕仁小姐满意的宝贝 看毕仁小姐肯定的样子 应该不会有错 难道我们看走眼了 毕仁小姐的话清脆嘹亮 如同朱玉敲响在每个人的耳旁 众人全都一愣 最喜欢费童的礼物 真的假的 毕仁小姐 你 说什么 我不相信费童能拿出比筑炼丹还珍贵的宝贝 杨硕脸色猙獰 刚打压掉和他最有竞争力的范重 心中早以为胜券在握 做梦都没想到毕仁小姐会说出这种话 你的筑炼丹我也很喜欢 但如果真要评比真珍贵程度的话 费童统领的礼物 我最喜欢 见杨硕质疑 毕仁小姐道 这次他说的很明白 费童统领的东西最珍贵 如果再多说 就是质疑他的眼光 他 一侧的范重第一次听毕仁小姐说 还以为听错了 第二次见他确认 这才脸色难看 差点没一口老血喷出来 活活气死 本以为给对方下半死 让这家伙在所有人跟前出丑 做梦都没想到 弄来弄去 他成了最大的小丑 我 和杨硕范重的崩溃不同 幸福来的太快 费童也有些晕了 作为第九分队的统领 一直都受其他分队质疑和排挤 这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本来已经做好了被挤队的准备 怎么都没想到成了最大赢家 将两个老对头的连打的啪啪 坐想 前一刻还是被人嘲弄的对象 下一刻就变成了对方羡慕的存在 人生大起大落 和过山车一样 太刺激了 诸位送小女礼物 哪怕最简单的东西 也代表了心意 不能作为攀比的依据 好了 宴会开始吧 看出了厅内众人的干大和古怪 只要将军哈哈一笑 打破了宁静 遇下讲究平衡 懂得过犹不及的道理 属下不合 闹出矛盾 对他来说 比团结一致更容易驾驭 但要是矛盾太大 恨不得生死相见 就过犹不及了 伴随他的话语 大厅内做起音乐 无数美酒 每时从帐篷外端了进来 一时间香味肆意 众人见智瑶将军发话 再没人多说 其他人陆陆续续送出礼物 只不过有了三人的礼物在前 再没什么光彩 知道废童的礼物 碧人小姐最喜欢 废童也立刻成为所有人的中心 一个个围绕过来 问长问短 和以前的比试完全不同 在这里的都是人精 碧人小姐如此肯定 没有犹豫 不顾纪阳朔 泛众的脸面 足见这件礼物的珍贵程度 只要碧人小姐多美言几句 以后这位废童的地位肯定越来越高 他们这些人过来送礼 与其说是为了讨好碧人小姐 还不如说是为了引起智瑶将军的注意 有了废童的宝物在前 他们肯定再无法吸引将军注意了 还不如和废童搞好关系 以后期待更大的好处 哪里都逃不过人情世故 看到这一幕 聂云摇摇头 站起身来 向外走去 他来这的目的是见识一下 顺便帮废童把礼物送出去 现在目的达到 也不想继续留下 呼 才走了几步 正要离开大厅 突然眼前一花一个人 引挡住了去路 碧人小姐 抬头一看 正是之前人群中最耀眼的碧人小姐 不知何时来到跟前 如果我猜的不错 这个火龙之灵是你拿出来的吧 丽云正奇怪对方的来意 就听到耳边响起一个传音 小姐如何得知 知道这件事也隐瞒不了 再说聂云也没打算隐瞒 笑了笑 这个火龙之灵 灵气十足 带着新出生的气息 如果猜的不错 应该刚刚形成不久 第九分对我爹爹和我仔细说过 废童没有拿出这种东西的本领 最有可能就是你 碧人小姐目光闪烁 笔直盯向眼前的少年 只不过眼前的少年目光如同深邃的海洋 无论他怎么看 都看不到任何情绪上的波澜 如果碧人小姐只问这个 我可以告诉你 是我拿出来的 没其他事的话 我可不可以走了 叶云道 李 碧人小姐脸上满是寒气 长这么大 遇到的所有男子 都以他马首是瞻 没话找话都想和他聊天 眼前这个家伙 却好像见到毒蛇一样 恨不得马上逃走 难道他就这么没有魅力 一定是故意这样 想吸引我的注意 嘴唇鼓起 心中猜测 不过 无论怎么看 对方眼神中都没有丝毫作为的样子 一切发自本心 好像他的魅力在对方眼中 和其他人没任何区别 看到这些 碧人小姐有些泄气 之前良好的自我优越感 瞬间消失 直到此刻 他已经知道对方根本不是卫装 而是真把他当成了普通人 好吧 你这个火龙之灵 灵性太足 我根本无法炼化 知道这些 碧人小姐再没什么傲气 将来一说了出来 无法炼化 烈云一愣 他炼制的火龙之灵 虽然灵性十足 但对于修炼火焰的人来说 炼化起来应该非常简单 没办法炼化 倒是他没想到的 碧人小姐 在下第二分队统领 可否敬你一杯 正想继续问一下 到底怎么回事 就听到脚步声响起 一个中年人端着酒杯走了过来 烈云知道继续和碧人小姐 站在一起的话 肯定会引起太多人注意 以抱拳 转身向外走去 反正在制瑶营 他的地位很高 只要不离开营地 对方想要找他 不会浪费太多时间 与其在这里被所有人注意 还不如直接离开 碧人小姐也明白他的想法 不再多说 转身和其他人再打起招呼 这些人都是父亲的属下 就算他有些不太愿意 也不能搏了面子 至于后面的舞会 果然选择了沸童 让他兴奋的差点没昏过去 不过 只跳了一支舞 碧人小姐就以身体不适为由 转身离开了 至于去了哪里 没人知道 离开大厅 聂云直接回到沸童给他安排的住处 看弟弟正在修炼 也没浪费时间 身体一晃 再次进入那物世界 之前在混沌海洋 利用那物世界创出了瞬移的方法 他想在这个世界也是一下 来的路上通过和沸童交流 知道这个世界拥有瞬移 不过那是大地强者的专利 只有达到地级 创出一种新的大道 才能脱离环宇神界的法则桎 随意去自己想要去的任意地方 烈云知道他现在的实力 距离地级还有很大差距 但是他比别人强的是 拥有可以赋予任何属性的无尽丹田 也有可以容纳万物 甚至可以升级的那物世界 在混沌海洋可以借助那物世界的力量进行瞬移 在这里或许依旧可以 一旦成功 战斗力增强可能不会太明显 但保命手段必然大大增加 那物世界空间波动融合 悬浮在那物世界的空中 灭云精神缓缓向外延伸 控制体内的力量 与环宇神界的特殊法则缓慢融合 当初他在混沌海洋创出瞬移 就是利用那物世界的法则与外界相容 现在顾忌重视 看看有没有可能成功 强大的精神力量 控制那物世界的空间之力 缓缓向环宇神界靠拢 才易接触 念云脸色一沉 整个人不由自主地晃动了两下 环宇神界的空间法则 很明显远超那物世界 压力极大 这就好像把气球放进一万米的深水中 强大的压力下 前者根本承受不住 虽然他释放在外的只是一些空间法则 并非真正的空间力量 也就被压迫灵魂差点爆裂 没缓过气来 这样不行 收回力量 念云陷入沉思 空间法则释放出去都遭到这么强大的压迫 如果他借此瞬移 不用想 肯定会被直接压成肉饼 难以活下来 这个方法 行不通 环宇神界的空间压迫力太大 那物世界无法与之融合 如果用特殊方式联通呢 沉思了不知多久 一个想法在脑海冒了出来 环宇神界的空间压迫力太大 他现在的那物世界还差得很远 根本无法融合 不能融合 如果只是单纯的联通呢 就好像混沌海洋和环宇神界 两大世界完全不同 按照常理应该没有任何交集 可事实并非如此 不但交融了 还有一个可以行走的通道 让人可以直达混沌海洋 虽然只是交融了一点 也说明有联通的可能 那物世界和混沌海洋差不多 如果能让其与环宇神界融合 又会出现什么现象 试一下 有了想法 心中在也遏制不住 念云深吸一口气 眼神凝重 正准备调整状态 进行试验 就听到外面响起了敲门的声音 第1892章对战 呼 身体一晃 念云出现在房间内 还真心急 精神向外一扫 她已经看出外面来者是谁 念云苦笑一声 虽然猜出这位碧人小姐肯定 会过来询问如何炼化火龙之灵 真没想到来的这么快 连第二天都等不到 碧人小姐 请 打开房门 念云招呼 见她进入房间 碧人小姐犹豫了一下 还是跟着走进来 半夜三更的进入一个男子房间 有些说不清楚 不过 他们都是修炼之人 对于这些不算特别在乎 看碧人小姐如此着急的找我 想必想知道如何炼化这个火龙之灵吧 在房间坐好 念云笑道 是 碧儿也不坐 站在原地应了一声 她来的目的就是这个 没什么可隐瞒的 碧人小姐怎么如此确认 我一定会告诉你 念云一声轻笑 抬头看向对方 自己貌似没说非要告诉她吧 看你的实力 应该也达到中品王者了 我可以让父亲封你做统领 没想到她会这样说 碧人小姐眉毛一皱 不过没太大意外 淡淡道 在她看来 眼前这人故意这样说 无非是想要点好处 答应即可 没什么大不了的 统领 念云摇头 别说统领 就算这个制摇淫 她都不会待太长时间 这个条件自然没什么兴趣 不要太贪心 统领已经是极限了 不然 以你的实力就算当上 也做不了多长时间 见她摇头 碧人小姐秀眉一簇 露出不悦之色 看来眼前这人的贪心程度 超出了她的预料 她说的不错 制摇淫虽然也有高过统领的地位 但没有足够实力镇压 没人听从命令 依旧没什么用 我的实力 听到对方略带不善的语气 念云并不意外 笑了一声 那就看看你有没有看走眼了 话音结束 念云手掌一翻 凌空拍了过去 手掌一动 空中立刻出现三个幻影 如同快速抽动的鞭子一样 挤压的空气发出啪啪啪三声脆响 三边掌 这套掌法是念云在混沌海洋时学到的 动作很简单 只要将肌肉体内力量用好 就能释放出来 如同抽动的鞭子一样 发出脆响 这三声脆响并非好看好听 实际上是在短时间内打出气劲 每一掌都用出了最大力量 脆响过后 三掌的力量合一 形成一道 让人平常的攻击瞬间爆发接近三倍的实力 嗯 碧人小姐没想到眼前这人说动手就动手 脸色难看 这里是军营 她父亲的意念可以随时笼罩过来 如此情况 这家伙居然还敢出手 不得不说 胆子真够肥的 心中虽然觉得对方胆子大 不愤对她这样一个美女动手 眼中却也露出兴奋之意 她一直闭关修炼 达到现在的实力 和人实战的机会并不多 有人愿意和她战斗 自然求之不得 想到这点 也就没通知其他人 粉拳捏紧 抬手赢了上来 她的拳法很明显 比之前的冠灵等人要高明许多 不过 也不知道是实战少还是其他原因 算不上高明 聂云只觉得一道炙热力量扑面而来 没有太多花哨 三鞭掌和碧人小姐的拳头对碰 发出啪 啪 翠响 醒客间 念云鞭掌为止 连连向前弹出 这三指 宛如尖锐的锥子 只刺碧人小姐拳头上的三处血位 因为便招太过急促 空气发出呜呜的声响 嗯 没想到眼前这个少年便招这么快 碧人小姐脸色一沉 拳头一缩 急忙向后退回 看对方的指令 如果不退的话 拳头弄不好就废了 哗啦 后退两步见对方并未趁机追来 碧人小姐郊区再次一晃冲了过来 这次她改变了策略 不再是单纯的拳头 而是双掌 十招须招结合 手臂如同抽来的丝带 让人看不清她到底想攻击哪个方位 这正是火神宗的绝招 她修炼了好几年武技 烈焰千换手 这招虽然没真正凌敌过 但必人知道 即便废同那种实力 也抵挡不住 招数复杂多变 往往看到的是十招 真正落下来 确实虚招 明明是虚招 实际上确实实招 这招最厉害的就是葛幻次 让人防不胜防 难以抗衡 她对这招有着必胜的信心 正因为如此 才赶深夜进入聂云房间 丝毫没有畏惧之意 烈云一声轻笑 也不多说 左手向侧方横放 右手向前一点 她似乎没有看到对方的招数一样 只是将手指放在身前等着攻击 动作看起来简单 但落到壁人小姐眼中就不简单了 如果不出意外 她的烈焰千换手最终攻击目标 正是对方手指的两个点 不改变招数的话 对方手指指向的方位 依旧是她手上致命的穴位 不可能 一声娇斥 逼人小姐脸色难看 再次后退 怎么都没想到 对方破解她这招 比刚才还要简单 只伸出了两根手指 对方无意为知道也罢了 如果是看破了她的招数 才想出的对策 战斗经验该有多可怕 世界上怎么可能存在如此厉害的人物 心中震惊 觉得不可能 身体又是一纵 冲了过来 这次和前两次完全不同 用上了她的火焰天赋 两根手指笔直前身 还没来到跟前 就散发出让人头晕眼花的炙热 这种热量和熔眼火焰的热完全不同 是一种让人从内到外的灼烧 连续两招失败 她施展出了火神宗的特殊火焰 不错 看到这个火焰 念云眼中金光一闪而逝 似乎得到了她想要的东西 唯唯一笑 也不躲闪 手指并起 同样的指了过来 轰 刺根手指在空中对碰 发出一个闷响 登登登登 灵人小姐连续后退几步 眼中充满了悍然 这 这 连续三次进攻 三次后退 对于她这种宗门天才 打击实在太大了 嘴唇都有些哆嗦 第1893章 我是好人 同样级别的强者 宗门弟子因为修炼五纪功法的特殊 远胜散修 眼前这个少年 出现在父亲的军团 虽然比一般散修要强一些 但在她心中 还是和她这种宗门弟子 还是没法比的 正因为带着这种良好的自我感觉 认为同样级别 击败这个少年易如反掌 怎么都没想到 对方根本没出什么力气 就将她打得三进三退 连身都靠近不了 除了第一招 对方当先出手 剩下的两招都是她主动进攻 用尽了全身力量 对方一点仓促的味道都没有 闲停信步 单凭这一点 就知道对方的实力远超过她 用再多手段也肯定战胜不过 没想到被称作废物的第九分队 居然隐藏了这样一个高手 这种战斗力 就算遇到上品王者 恐怕都能权狠而退 甚至战而胜之 要知道环宇神界 每一个级别之间 都有不可跨越的鸿沟 越级挑战 那都是超级天才才能做到的事 即便是她 都不敢去想 李的确拥有足够的实力 我可以向爹爹引荐 让你做副将 强压住心中的震惊 碧人小姐道 眼前这个少年的实力 超出了他的预料 也超过了一般统领 足以做副将了 智瑶一共有四个副将 最差的都有巅峰王者的实力 强的更是达到了圆满王者级别 眼前的少年 虽然实力还比不上那几位 年龄优势在哪里摆着 以后的成就肯定不比这几位低 如果真能成为副将 也算给他父亲挖出一个人才 说完副将 弊人小姐本以为眼前的少年 会感恩戴德 立刻答应下来 却见他似笑非笑的看过来 表情古怪 好像对这个所谓的副将 根本不屑一顾 你到底想要什么 难道 想到什么 脸色一沉 弊人小姐秀眉扬起 乌黑的双眸中带着冷冷的煞气 哼 做人要亮亮而行 明白告诉你 我就算找道吕 也不会在父亲的军营中 我劝你还是断了这个念头吧 道吕 烈云愣住 见对方想要杀人的目光 这才明白他想多了 看来这丫头以为自己拿 炼化火龙之灵的方法 想要要挟他嫁给自己 还真敢想啊 理想多了 我对你没兴趣 刚才不和你说 是因为不确定你的体质 没办法说 和你战斗就是为了看清你的修为 和实力 好给你制定炼化方案 苦笑着摇头 念云精神移动 一道意念传递过去 正是炼化火龙之灵的方法 和他说的一样 刚才之所以与这个碧人小姐战斗 的确为了摸清楚对方的体质和能力 每个人体质实力不同 炼化的方法也就不尽相同 想要快速把这个火龙之灵炼化 只有详细了解对方才能制定出最好的方法 如果对方站着不动 让叶云力量在他体内游走一遍 也可以弄清楚 但这样做的话 对方肯定不愿意 这才动手 以战斗的方式摸清底细 当然这样做也是有私心的 对方毫无防备 肯定会施展出最强的招数 其中在火神宗修炼的火焰也会自然而然使出 也给了他堂而皇之观察的机会 给我制定炼化方案 听到你想多了 我对你没兴趣几个字 碧人小姐差点没活活气炸 强忍住怒火向毛海中传来的讯息看去 一看之下经不住愣在原地 这个炼化方案详细无比 甚至将他真气运转的路径都标明了 如果对他修为天赋知道的不清楚 根本做不到 这真是对方刚刚制定的方法 如果真是这样 真的错怪对方了 想到这 碧人小姐翘脸一红 有些尴尬 同时也有些恼怒 自己也不愁 相反还是一个大美人 眼前这家伙一点表示都没有也就罢了 居然还说 对你没兴趣 简直气死人了 居然就是这样 关注他 他恼怒 不理会他 也觉得恼怒 我的意见 你就在这里炼化火龙之灵 遇到不对劲 我可以出手帮忙 烈云并不知道眼前女孩心中想些什么 犹豫了一下开口道 火龙之灵是他亲自炼制的 对方真要在炼化过程中出现问题 可以随手解决 不花费太多精力 要是其他人这样做 哪怕实力比他还强 恐怕也没他做的好 这样做 不是为了讨好这个女孩 而是怕她弄错了 真出现什么问题 责任就会落到她头上 麻烦不少 不用了 不知她的想法 逼人小姐想到了什么 脸色一红 多谢好意 如果还有不明白 自然回来找你 说完交去一晃 向外窜了出去 片刻消失在黑夜 有你吃苦的时候 见对方不理会自己的建议 转身就走 念云也不阻拦 摇摇头 火龙之灵他虽然制定了最合适的炼化方法 也不是这么容易炼化的 没人护法 就算不会出现走火入魔 吃些苦头是一定的 既然对方不愿意接受自己的建议 吃苦是自己的 就管不着了 哼 还以为是什么正人君子 和其他人一样 说几句就露出尾巴了 离开小院的碧人小姐 被凉风一吹 脸上的红润这才消失 心脆了一口 火龙之灵是炙热之物 想要炼化不走火入魔 首先要将身体毛孔全部打开 不能有丝毫置顾 也就是说必须脱光衣服 就算有衣服 也肯定承受不住热量 烧成灰烬 对方要给自己护法 很明显知道这件事 心中肯定存了一些乌绰念头 等炼化火龙之灵再找你麻烦 冷恒一生 碧人小姐急忙 向自己的住处飞掠而去 烈云不知道自己的好心好意 被别人误会成轻浮浪死 就算知道 也只能无奈的苦笑 火龙之灵是他炼制的东西 他出手帮对方炼化的话 不需要脱衣服也可以做到 正因为如此 根本没想到这点 也就造成了误会 嘿嘿 收获不小 念云手指一弹 一道碧绿色的火焰从指尖冒出 忍不住笑了起来 第1894章丹田重新排列 等在环宇神界创立宗门 并且独占实地中的一个 火神宗的强大毋庸置疑 其中拥有地级强者 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 拥有大地 就等于拥有一条新的大道 将被人小姐使用火焰观察了一遍 她已经在丹田形成这种特殊天赋 这种火焰和焰火相似 却又不同 就好像水银河水 前者拥有后者的很多特性 流动液态 但在本质上 却根本不是一样东西 普通火焰 是红色 熊熊燃烧 靠近的人 能感到从外到内的灼烧感 而火神宗的火焰 呈青色 释放出来给人一种 从内到外的炙热 仔细说起来 这种火焰和走火入魔形成的 星火有些类似 让人难以驱除 比焰火的能力强大不少 提纯 拥有这种天赋 念云精神移动 星色的火焰变得更加恐怖 将周围的空气都烧得有些扭曲 这种火焰是火神宗那位开派宗师创出来的 除了他的血脉 和他同意 其他人不能修炼这种火焰 也无法修炼 地云不同 只要感悟火焰属性 完全可以利用丹田重新复制出来 而且复制出来的力量可以进行提炼 变得更加纯正 其他人 只有血脉和开派宗师无限接近 力量才能越纯正 他完全不受这种限制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即便是他 也有些搞不清楚 但不管如何 对他来说是好事 拥有这种赋予天赋的能力 在还宇神界就等于多了一件保命的能力 这种火焰 居然直接能在焰火丹田内生出 奇怪 提纯完火焰 让身体彻底适应和掌控 聂云将注意力集中在气海之中 感悟完这种火焰的属性后 他本来打算用空白丹田赋予属性的 谁知焰火丹田震动了一下 就将这种属性运转起来 也就是说 他得到了这种火焰天赋 却没使用新的丹田 而是焰火丹田蜕变的 按照常理 焰火和这种火焰是完全两种形态 不属于同一个大道 现在却实打实的融合在一起 即便是他 都觉得有些摸不清头脑 嗯 融合这种天赋后 焰火丹田排名靠前了 心中正在奇怪 突然涅云愣住 气海中的丹田 已经重新排列 融合了火神火焰的焰火丹田 从二十多名的位置 逐渐向前 片刻后就进入了前十的行列 超越了五道 元气 灵魂等丹田 向最前面靠近 翁 焰火丹田停了下来 静静悬浮在天道丹田的前面 在主丹田 那物丹田和吞噬丹田后面 天道丹田前面 焰火丹田彻底停下来 聂云看清楚了他移动的新位置 之前赋予的吞噬丹田 也发生了移动 井排在主丹田和那物丹田后面 现在刚刚移动的焰火丹田 来到了吞噬丹田后面 两大丹田占据了以前天道丹田的位置 天道丹田排行第三 这两个占了位置 原来如此 丹田的特殊 聂云早就知道了 也知道这些丹田的排列 和大道等级的排列相同 这两种天赋排在天道前面 说明力量已经超过了天道 原来所谓的超越三千大道 实际上是创出超越天道的力量 聂云明白过来 这两个丹田排在天道丹田前面 说明其中蕴含的力量超越了天道 也就是说 环宇神界所谓的超越三千大道 实际上是创出了超越天道的力量 只不过和它的主丹田 那物丹田还差得很远 真不知道主丹田 那物丹田是什么级别 看到新诞生的吞噬 火神两大丹田和其他丹田一样 围绕主丹田旋转 聂云心中愈发奇怪 这两样超越天道的天赋 居然也要乖乖听从主丹田的 真不知道这个丹田到底什么级别 研究了一会 发现吞噬火神两大丹田和其他丹田没有冲突 和其他天赋一样 都受到主丹田节制 这才放下心来 精神退出气海 聂云重新回到那物世界 尝试与环宇神界沟通 只不过 两个不同世界 并非简单连接在一起就可以成功的 试验了不知多长时间 都没有丝毫门路 聂云早知道这点 倒没产生什么急躁心理 第二天中午 费彤来到房间 高兴的说志尧将军亲自召见了他 闲谈中 他将在青山部发现 囚龙兽的事说了一遍 志尧将军很是重视 决定过几天前往探查 费彤将这件事透露给志尧将军 是聂云拿的主意 来之前就说好了 囚龙兽的实力凭借他们现在肯定战胜不过 那个山谷诡异异常 到底存在什么 谁也不知道 如果这个志尧将军亲自去的话 或许就能打开谜团 至于碧仁小姐 昨天晚上回去就开始宣布闭关 到现在还没出来 志尧将军动作很快 第五天的时候 专门派人来找费彤 让他过去 时间不长 费彤回来 告诉聂云 将军已经做好了准备 打算去那个山谷看看 不过 这件事他不想惊动太多人 希望能够秘密出发 聂童就在这里修炼吧 我跟你一起去 聂云犹豫了一下 道 对于那个山谷 他也很好奇的 而且还可以亲自看到 黄敬强者出手 无论如何都要跟上去了 至于聂童 聂云想了一下 还是不要去了 倒不是说他实力不行 他的实力 实际上还远胜过自己 之所以让他不去 是因为志尧尹选择的地方 灵气很充足 在这里修炼 能让修为快速晋级 聂童虽然再次突破的可能性不大 待在这里 却能更好地巩固修为 让实力更进一步 与其两个人都冒危险 还不如让他留在这里继续修炼 对于这个决定 聂童也欣然同意 做好决定 沸童也准备了一下 这才带着聂云向志尧将军所在的中军帐走来 将军 这位是我在外面认识的朋友 聂云 进入大厅 沸童连忙介绍 志尧迎在外面执行任务 并非在皇朝 规矩没那么严格 带个朋友进来 不算违反军纪 就好像志尧将军也将女儿带来了一样 嗯 志尧将军目光如电 向聂云看去 聂云也是第一次近距离见到这位皇境强者 目光坦然的迎了上来 通隆隆 二人的目光一接触 聂云顿时感到一道天崩地裂的力量压迫而来 如同山红暴起 直刺灵魂 对方虽然没有可以对他进行攻击 但身为将军 常年征战 又作为皇境强者 本身释放的威压实在太过恐怖 让人难以抗衡 感受头颅深处产生的压迫感 聂云知道不躲避 弄不好就会受伤 正想将脑袋转过去 突然感到压力一清 随即眼前的志尧将军笑了起来 费童 你这个朋友不错 如果愿意的话 希望能够加入咱们志尧营 志尧将军一笑 满天的压力全都消失不见 仿佛根本不存在一般 多谢将军 听到这话 费童知道将军已经认可了皇子殿下 兴奋的脸色涨红 急忙抱拳 在我的压力下 没有陷入苦战 还能想着躲避 说明意志力远超常人 很不错 如此意志力和见识 难怪能将逼人随手打败 丝毫获胜的希望都没有 志尧将军笑道 呃 听到这话 聂云脸上有些尴尬 随即苦笑 看来之前他的举动 没瞒顾眼前这位 幸好来到军营 没做出什么特别的举动 否则 对方弄不好 真会将自己斩杀 第1895章 再回囚龙山谷 相对于聂云的震惊 志尧将军心中的震惊 比他还要大 柳儿那天离开去找这位少年 他就知道了 后来发生的事 全部在他意念的笼罩下 碧儿的天父 作为父亲知道的很清楚 如此实力居然在眼前这个少年手里 连续三招败退 碧人只是震惊 而他却是震撼了 这个少年战斗时的动作 虽然看起来简单 但是无论时机还是眼力 都远超这个年龄实力所能拥有的 即便是他 将实力压制到中品王者 想要如此轻易战胜女儿 都很困难 可 这个少年却轻易做到了 可怕 本来他认为对方可能是 其他对头势力派来的奸细 后来观察了一段时间 将这个念头打消了 如果真是其他对头派来的奸细 刚混入志尧营 应该小心翼翼才是 绝不是现在这样弄出这么大动静 当然 将念头打消 并不代表不再怀疑 同一费同带着他一起去 求龙兽所在的山谷 实际上也正有亲自考察的意思 烈云不知道志尧将军的想法 不过 猜也能猜出来 对于这种想法 他并不排斥 也不理会 反正他也不是奸细 对志尧营也没什么所图 只是想着借助这个跳板成功 融入环宇神界罢了 过一段时间 肯定要离开 对方想要观察 想要怀疑 只要不出手 都没什么 志尧营虽然不大 但这里毕竟是火神宗的地盘 一举一动 肯定有人监视 所以其他人都留在这里 我们及格单独去 不要惊动太多人 免得麻烦 过一会就出发 志尧将军道 环宇神界拥有九州十地 无边海 普天皇朝的势力范围 并不在这里 这个火神域实际上是火神宗掌控的地方 正因为如此 志尧营的一举一动 弄不好都被人监视 即便志尧将军都不敢贸然行动 实际上要不是志尧将军的女儿是火神宗弟子 恐怕他这个军团连进入这里的资格都没有 正因为如此 一切都要小心 是 聂云 沸童同时点头 爹爹 你们要去哪里 我也去 三人刚说完 就听到一个脆声响起 随即碧人小姐走了进来 此时的碧人小姐比前两天更加飘逸 无论气质还是皮肤都有了明显变化 我的乖女儿晋急了 好 好 志尧将军笑道 听到这话 聂云这才看出来 眼前这未必人小姐实力似乎有了突破 之前和她一样 中挺王者 而现在已经达到上挺王者级别 和聂同相差不大了 看来我还是低估了火龙之灵的效果 火龙之灵是她炼制成功的 本以为最多改变天赋 没想到还让这未必人小姐成功晋级 当然 聂云并不知道 眼前这个女孩之所以能够晋级 并非单纯火龙之灵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志尧将军出手了 聂云制定出来的炼化方案 让必人小姐吃了大苦头 幸亏她这位爹爹出手 作为皇境强者 亲自出手 再加上她手中宝物无数 这才让必人小姐短时间内突飞猛进 成功晋级 爹爹 让我去吧 这样万一和火神宗发生什么不愉快 我也能周旋一下 必人小姐道 嗯 志尧将军点头 她悄悄行动 虽然看起来神不知鬼不觉 但不代表火神宗的人不知道 女儿跟着 能避免不少麻烦 走吧 做出决定 也没什么可耽误的 志尧将军交代了几句 带着聂云等人从中军帐走了出去 没惊动任何人 直接离开了军营 你们的速度太慢 走到那里不知要花费多长时间 我带你们走吧 出了军营 从沸桶口中确定了方位 志尧将军说道 那个山谷的确离这里挺远 当初聂云等人可是整整走了七八天 聂云等人立刻感到被一股力量笼罩 身体一轻 就飞了起来 志尧将军轻轻一晃 以直向前飞去 环宇神界 拥有皇进实力就能飞行 志尧将军虽只是下品皇进 却也是实打实的皇进强者 带几个人飞走 并不困难 志尧将军飞行的速度 虽然不快却比地下行走快得多了 之前七八天地路程 此时不到一天 就已经走完 还不到第二天中午 就看到之前那个山谷 出现在面前 将军 就是这个山谷 沸铜向前一指 志尧将军点点头 手掌一松 众人落在地上 原地休息 调整到最佳状态 咱们再进去 落下来 志尧将军并未着急让众人进入山谷 而是交代一句 看到这种安排 聂云忍不住点头 飞行了一天 他们的精气神都有所下降 此时贸然进入不知情况的山谷 的确有失偏颇 志尧将军做出这种决定 说明他虽然拥有黄境实力 却并不鲁莽 聂云一直被带着飞行 消耗并不大 盘西坐了一会 就完全恢复过来 随即睁开眼睛 站起身来 探查周围的情况 聂云 看了一圈 正想回到众人所在的地方 听到一个喊声 转头看去 碧人小姐也修炼完毕 走了过来 多谢你的火龙之灵 碧人看了眼前的少年一眼 道 他刚才修炼完毕 见少年不见了 不知为何心中一紧 此时见他没什么事 只是在观看四周 这才松了口气 从小到大 他的性子一想很冷淡 从未主动关心过某人 此时冒出这种想法 让他有些尴尬 想了半天 只能归结到火龙之灵身上 客气 聂云轻轻一笑 并不在意 火龙之灵 对对方来说很珍贵 对他来说 倒是可以轻松炼制 不算什么 没什么可值得炫耀的 这地方真的和你们说的那么诡异 那头小球龙兽真的死了 现在又复活了 路上 废同将要去的地方和他说了 只是碧仁小姐始终不敢相信 还有这种事情 我也不知道 很多事只是猜测 进去了就知道了 聂云不敢将话说得太死 开口道 第1896章五行迷光阵 那个火龙之灵是在什么地方得到的 见聂云不想多说 碧仁小姐不再继续追问 犹豫了一下 道火龙之灵对火神宗弟子 拥有洗金发髓的能力 无数人做梦都想得到 但这东西珍惜无比 想要找到困难重重 他很好奇 从哪里得到的 一次机缘巧合罢了 聂云总不能说是自己炼制的 真要这样说 对方不相信不说 弄不好还会把他当成白痴 火龙之灵他炼制起来非常简单 实际上是沾了那物世界掌控者的光 如果没有一个单独世界 其中的法则由他说了算 就算实力再强百倍 也不可能将这种东西炼制出来 这就和煤炭的形成一样 即便知道成分 没有特殊环境 特殊情况 也不可能形成 不说就算了 碧仁小姐有些气节 她其实并不是想知道火龙之灵的出处 只是孤男寡女有些尴尬 随口问几句 本以为对方就算不想洗说明 也会介绍一下 做梦都没想到得到了如此敷衍的回答 以往在其他男人面前无往不利的美貌 此时在这个少年跟前 一点作用都没起 你们在这 准备出发吧 暗自生气 碧仁小姐正想在说些什么 就听脚步声传来 沸桶走了过来 回到刚才调席的地方 智瑶将军已经彻底恢复 站在原地 目光炯炯的向谷内看去 气息沉稳 如同一座高不可攀的大山 难怪能成为一个军营的将军 但这份气度 就不是一般人能够对抗的 进去 站立片刻 感受完周围环境 智瑶将军当先向谷内走去 谷内的环境和前几天没什么区别 安静的让人心慌 跟在智瑶将军身后 聂云感到那种让人心悸的感觉减轻了不少 很快 众人走过之前的药园 此时已经空荡荡一片 又走了片刻 再次看到那个古怪的山洞 就是这个山洞 沸桶点点头 智瑶将军也不说话 身体轻轻一晃 如同一道清风 当先进入其中 聂云等人跟在后面 踩走了几步 就感到一股力量压迫过来 行不自禁的停住了脚步 抬头看去只见 智瑶将军一脸严肃 挡在外面 刚才力量正是他释放出来的 是正法 正法 众人一愣 尤其是聂云 满是奇怪之色 之前他和废同 聂同三人进入过这个山洞 没见到正法啊 虽然他的实力远比不上黄境强者 但拥有天眼 阵法师等诸多天赋 有没有阵法 还是一眼能够看出来的 五行迷光阵 一种隐藏极深的迷阵 一旦开启 被困其中 即便是我 也很难出来 智瑶将军目光炯炯的看向前方 见聂云二人有些疑惑 解释道 可能你们上次来 阵法没启动 所以可以轻松离开 哦 烈云点头 一些隐藏极深的阵法 只要不启动 和平常没什么区别 不是阵法高手很难看出 正因为如此 才有隐秘性 可以偷袭伤人 心中想着 天眼暗暗运转 向四周看去 眼中金光四射 入眼处还和上次一样 可以清晰看到球龙的脚印 以及那种特殊的龙器 阵法却没看到 这个阵法隐藏的这么深 烈云奇怪 天眼天赋在混沌海洋的时候 无往不利 在隐秘的阵法也能一眼看破虚妄 怎么什么都看不到 这是黄敬强者利用借力不值的阵法 没达到黄敬根本看不出来 按照常理 我这种实力 也很难看出 幸好我以前遇到过类似的阵法 曾被困许久 对这种力量有了特殊感应 才能顺利发现 似乎看出了聂云等人脸上的迷惑 智瑶将军道 借力 借力是黄敬强者特有的力量 你们现在距离黄敬还有很远的距离 不知道很正常 也不用想太多 只知道黄敬强者一旦使用借力 只要没达到这种境界 什么都觉察不到 智瑶将军道 还有这种力量 烈云神色凌然 原本他以为黄敬强者只是力量增加 达到一定水平了 看来并非如此 嗯 想达到黄敬强者 首先要孕育一戒 创出戒时 只有戒时能和环与神戒能够相互融合 不受压迫 才算拥有冲击黄敬的契机 当然 能够成功的几率也很低 据说不超过一成 智瑶将军没说话 碧仁小姐似乎对如何进入黄敬知道的很清楚 轻声解释 她身为火神宗弟子 宗门内有晋级黄敬的详细介绍 孕育一戒 戒时 逆人眉毛皱起 越来越糊涂了 不过 她也知道现在不是询问这个的时候 反正距离黄敬实力还有很大一段距离 询问再多也没用 当即屏蔽杂念 不再询问这个问题 抬头看向智瑶将军 这个政法能够破解或者绕过去吗 既然是黄敬强者布置的政法 肯定不可能随便放在这里 之前他们没触动 不代表无法触动 很有可能进入更深的地方就会自动开启 连智瑶将军都如此忌惮 真要被困其中 麻烦肯定不小 要是能在政法开启前 就破坏掉 或者绕过去 自然最好 绕肯定绕不过去 破解的话 到时可以试试 不过我也没太大把握 智瑶将军深吸一口气 眉毛扬起 紧盯着山洞里面 站在原地看了一会 她突然手指一弹 一道气静射了出来 落在不远处的岩石上 片刻功夫 巨大的岩石就被削成一根根手臂粗细 一人多高的石柱 足有三十多根 先让这个阵法现行 再想办法破解 做完这些 智瑶将军脸色更加凝重 手掌凌空一抓 一根石柱就飞了起来 轻轻一推 笔直向山洞内飞去 落 一声轻喝 石柱一晃 落了下来 笔直插在山洞的一个角落 依法抛制 智瑶将军速度很快 不疑会三十多根石柱就全部落在洞内 分散各个角落 第1897张破阵 呼 放完三十多根石柱 智瑶将军吐出一口气 脸色非但没放松 反而变得更加凝重 烈云从侧面看去 只见他额头上已经出了秘密一层汗水 实力达到他这种境界 就已经变得万毒不清 摆邪不尽了 更别说皇进强者 能让智瑶将军出这么多汗 足见刚才精神损耗之大 看来这些石柱并非胡乱放置 其中肯定牵扯了不少东西 和聂云猜的一样 智瑶将军并没有继续动手 而是在原地休息了促十个呼吸 这才再次睁开眼睛 去 一声低呼 将指尖咬破 智瑶将军一弹手指一滴精血向前飞了出去 这滴精血在空中闪烁出耀眼的光芒 如同一块水晶 聂云不用靠近 就能感受到这滴精血中蕴含的可怕力量 精血中似乎压缩了无数时空 可以预见 要是将这滴血液扔进混沌海洋 三大至尊欲必然承受不住 直接坍塌 一滴血就如此可怕 不愧是皇进强者 实力之强 让人不可思议 却夜向前飞行 突兀停在诸多石柱中间 似乎被无数力量牵引 再无法动弹 智瑶将军眉宇凝重 双手交叉连续捏了几个法印 向前点了过去 轰隆 一声轰鸣 血液顿时释放出万道光明 一股特殊的力量将整个山洞照耀的一片光明 之前排列的诸多石柱 同时聚想 像是被什么压迫 笔直向地面下钻去 瞬间失去踪迹 滋滋滋滋滋 持住进入地面 空中的气流立刻一阵激道 仿佛地震一般 让众人晃动了几下 不过旋即恢复过来 嗯 好像没发生什么变化吧 众人再次向眼前看去 全都有些迷惑 只见眼前的山洞和刚才没什么区别 石柱沐入地面与地面平行 颜色相差不大 不仔细看的话 什么都看不出来 血液也消散在空中 再找不到蛛丝马迹了 仔细看一下 智瑶将军没有直接回答众人的话 而是松了口气 仿佛完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过了半天才开口道 仔细看 聂云也有些疑惑 不过他知道堂堂黄敬强者肯定不会如此开玩笑 这样做完 必然有了变化 当即不再多问 天眼开启再次向前看去 一看之下经不住已愣 这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五行迷光阵 天眼照射下 之前什么都没有的空旷煽动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阵法 如同一个五角星矗立在众人面前 里面一道道细线缠绕复杂至极 一旦触碰 已然引动狂潮 让人陷入其中 无法自拔 之前天眼也看不到阵法 现在却能清晰看到 看来智瑶将军刚才的举动 目的应该是为了让其现行 刚才我用了黄敬强者特有的手段 让这个隐藏的阵法显露出来了 不过想要破解 还是比较麻烦 智瑶将军脸色沉重 并没因为使得阵法现行 感到高兴 的确很难 聂云点头同意 这个阵法利用五行金木水活土的力量组成 相生相克 环环相扣 众人不走到中心位置阵法不会触发 一旦来到中间 阵法启动 必然将所有人困入其中 难以离开 聂云在混沌海洋也算见过无数阵法 拥有阵法师天赋 了解诸多阵法的奥秘 但看到眼前这个五行迷光阵才知道之前了解的阵法与之相比 肤浅至极 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即便他有阵法师天赋 想要破开这个阵法 也很难做到 你们在这里等着 我过去试试 如果被困住 你们别在这里待着 先离开山谷 一天内如果我出不来 立刻通知智瑶营的副将 让他们尽快赶来 联合破阵 智瑶将军犹豫了一下道 爹爹小心 听父亲说的如此凝重 必然这才意识到眼前这个阵法的可怕 忙道 嗯 宠溺的看了女儿一眼 智瑶将军身体一晃大步向前走去 眼前这个阵法 洞口处是一个深门 只要走的不深 就不会触碰 没有任何问题 就好像当初的刁永二人进入其中都没事一样 不过前进到一定距离就不行了 无论走任何方向都会触碰 阵法一旦启动 就让人陷入其中 再难出来 智瑶将军 手掌一翻 一柄长枪出现在掌心 表面气息环绕 带着乌液的声音 居然是一件巅峰级别的王品神兵 通过和沸彤的交谈 聂云也知道了这个世界兵器的分级 他之前所说的封王神兵 正是这个世界的王品神兵 分为下中上以及巅峰四个级别 向上还有黄品地品 别说地品 黄品神兵就异常稀少非常珍贵了 即便智瑶将军地位不低 也只有一件巅峰王品 距离黄品还有很大一段距离 和这件巅峰王品神器一比 聂云顿时明白 之前的真血王冠 不过下等王品神兵 从肉流王者手中得到的长枪 也只是中等王品神兵罢了 至于巅峰类的王品神兵 即便给上一件 也很难练化 康拿出巅峰王品神兵 智瑶将军整个人的气质 立刻发生了变化 宛如一头刚刚下山的猛虎 散发出让人恐怖的力量 虎下山 是想觅食 气势十足 声势骇人 上山虎是吃饱了 气势就会大减 智瑶将军手持长枪 全身的战役燃烧到顶点 黄境出奇的实力显露出来 聂云等人虽然离得很远 依旧感到压力潮水般涌来 情不自禁地后退了几步 满是骇然 这种力量 别说动手 单凭气势就能将他们这种实力的人活活压死 开 气势继续到顶点 智瑶将军双眉如同刀锋 手中长枪猛低一阵 呼啸向前刺了过去 这枪的气劲一出现 如同食指一般 发出耀眼的光芒 猛低急在五角星阵法的中心处 通龙 受到冲击 阵法晃动起来 一道白光闪烁 众人双眼立刻失去了色彩 但再次看清楚 不远处的智瑶将军已经失去了踪迹 第1898章陷入阵法上 智瑶将军进入阵法了 聂云紧盯着前方 眉毛皱成疙瘩 他的天眼虽然看不到智瑶将军的去处 但对方绝不是凭空消失 而是被阵法吸了进去 陷入阵内 这种迷阵 里面看不到外面 外面也肯定看不到里面 否则 只要一个人站在阵外 通过特殊传讯方式给阵内的人传讯 岂不简单就把阵法破解掉了 爹爹他 不会有危险吧 逼人小姐一脸紧张 放心吧 将军不会有事的 沸同充满了自信 和将军征战多年 作为一个军人 他已经将这种自信融入了骨髓 只要将军出马 没有摆不平的事 但愿吧 和比尔的担心 沸同的自信不同 聂云锦兵着眼前的阵法 思绪不停跳动 如果眼前有人注意的话 可以看到他的双眼金光不停闪耀 如同一条巨龙直幅在内 随时都会一飞冲天 正是天眼天赋运转到极限的标志 身为阵法师 混沌海洋又了解无数阵法 虽然比不上万法主宰 却也不是毕人 废同能够比拟的 眼前这个阵法 五行相生相克 生生不息 源源不断提供能量 仿佛一个天然的巨龄阵 找不到规律 只凭蛮力的话 别说黄敬初期 就算中期后期 恐怕都没办法 制瑶将军的实力 他很是赞同 意志力也很坚强 但对阵法的研究 就不好说了 到底能不能破开 他也不清楚 轰轰轰轰轰 外面的三人 正在各自紧张不停观看 就听到地面一阵阵晃动 疯狂肆虐的力量 横扫如同狂风扫石 耳膜都快要被震碎 声音很小 散发的力量 却被阵法安全吸收 一点都没释放出来 即便聂云等人 也没有丝毫感觉 阵法能将将军的力量吸收 恐怕他很难破阵 涅云脸色一沉 对方能量无法散发出来 并非好事 破除弥阵 就好像破开关在周围的笼子一样 里面吵得在响亮 也是内部问题 不将困住的金币打碎 就永远无法出来 刚才的声音很小 似乎爆发了制瑶将军全部力量 按照常理 阵法就算无法直接破开 也要晃动几下 才有破解的希望 而现在只听到声 阵法纹丝不动 那只有一个原因 他攻击的力量全被阵法吸收干净了 就好像敲鼓 用的力量再大 发出的声音再响都没用 因为鼓响说明没敲破 反而用尽力器 对方不响了 才是好的开始 很难破阵 什么意思 逼人小姐站在跟前 将这句话停在耳中 立刻满是着急 但愿只是猜测 聂云不敢把话说得太死 正打算将自己的猜测说出来 突然一道狂风席卷 三人脚下同时一软 随即一个响亮的声音在不远处响起 吼 声音比阵法内转来的轰鸣还要响亮 如同霹雳一般乍起 囚龙兽 聂云 废同脸色同时一变 他们对这个吼声到现在还心有余悸 正是当初听到囚龙兽的声音 哗啦 正在心惊 一道气盲猛地滑了过来 在空中形成一道漆黑的痕迹 小心 聂云脸色一沉 将眼前下的有些呆傻的 拉着碧人小姐猛地一拉 同时整个人甩手一拳赢了过去 轰 拳头碰到一个坚硬的东西 立刻钻心的刺痛 皮肤炸开 流出鲜红的血液 刚才的黑影居然是囚龙兽锋利的体爪 聂云的实力虽然不弱 但和这种成年就能达到圆满王境的王兽比起来 还是差了不少 哗啦 拳头和对方铁爪碰撞的时候 聂云本身也没停歇 拉着碧人小姐连续后退了几步 这才看清 眼前一头球龙兽正双眼赤红的看过来 仿佛猛虎看到了几头带仔的羔羊 转头向一侧看去 沸桐也后退躲过了致命攻击 站在不远处大口喘着粗气 碧儿的实力远胜沸桐 比武战斗的话 肯定能够获胜 但生死相搏 死的一定是他 这样说 不是说他的实力不行 而是面对危险的认知 感悟 他一个未经世世的宗门弟子 又怎么可能比得上身经百战的沸桐 正因为如此 刚才自己要不是拉了这个女孩一把 球龙兽刚才的偷袭 就能让他身受重伤 战斗力直接变成零 多谢 必然小姐也意识到了这点 脸色下的惨白 不理会他的感激 聂云警钉着眼前突然冒出来的球龙兽 刚才虽然在观察阵法 实际上周围的环境也在监视之中 并未发现有任何动静 这头球龙兽从哪冒出来的 阵法 难道这家伙是从阵法里面窜出来的 聂云愣住 山洞就这么大 如此巨大的王兽 也只有从阵法中走出来 才能不被发现 阵法 糟了 想到这点 聂云瞳孔一说 怎么了 碧人 沸桐现在都以他为中心 见他这副模样 全都不由紧张 不理会二人的问话 聂云向眼前的阵法看了一眼 里面的轰鸣声依旧不停响起 不过没了刚才的凶猛 似乎制摇将军破阵的力量减弱了不少 看完阵法再次向眼前的囚龙兽看去 正是几天前见到的那头 仔细看去 果然在对方胸前看到了一处疤痕 先退出去 再想办法 维毛皱起 聂云道 退出去 没想到他做出这个决定 沸桐二人都是一愣 快点 聂云知道眼前这头王兽不可能给他们太长时间考虑 一拉臂人立刻向洞口的方向退去 这头囚龙兽虽然还没成年 但真正实力已然达到巅峰王者 远不是他们能够抗衡的 他现在的实力和上品王者还能对抗一下 和巅峰王者对碰只有死路一条 好 向后推了两步 聂云突然发现眼前的囚龙兽并未追过来 反而眼中露出玩味的笑意 心中不由一阵 停下 急忙呼喊 后推的脚步猛地停了下来 哗啦 刚停下来就感到背后一道刺骨寒风闪了过去 转头一看 只见身后不知何时站着另外一头囚龙兽 锋利的提爪正闪烁着耀眼的寒光 第1899章陷入阵法 下 好险 聂云心中震撼 刚才要不是他看出前面这头囚龙兽的古怪 意识到背后肯定有问题 急忙停下来 恐怕此刻肯定被对方劈下的提爪击中了 看刚才这找的威力 自己现在这种实力 就算能够侥幸逃过一死 也要重伤失去继续战斗的力量 好可怕 吼 后面守住带兔的囚龙兽 没伤到聂云等人 似乎有些不满 发出一声吼鸣 向前一步踏来 与此同时 对面的囚龙兽也走了过来 两大王兽逼近 众人顿时感到一股压力如山月岛他搬来到跟前 让人呼吸都有些困难 身前的囚龙兽是巅峰王境实力 身后这个丝毫不差 也是巅峰王境 两大巅峰王境封锁退路 现在就算想逃也逃不掉了 聂云 怎么办 被人脸色惨白 一点想法都没有了 从出生到现在啊 一直修炼 哪里遇到过这种阵仗 早已吓得傻了 要不是聂云还保持冷静 肯定已经疯狂 向左冲 精神力高度集中 时刻防备两头囚龙兽爆起伤人 同时聂云悄悄给二人传音 向左 这样不就陷入阵法了 二人同时一愣 众人逃走再被逼回来 方位已经发生了变化 左边正是刚才智瑶将军进入的阵法 智瑶将军皇境强者进入阵法 都没出来 他们进去不一样九死一生 现在没其他办法 对方很显然也想逼我们进去 聂云无奈的摇头 如果有其他可以逃走的路子 他绝不会这样做 而且也看出来了 这两头囚龙兽没直接痛下杀手 很显然也打算将他们逼进阵法 对方有这种打算 就算自己等人找到真正逃生的路 肯定也同样会将自己三人赶回来 啊 听到这话 逼人 非同急忙向身前身后两头王兽看去 果然也被他们看出了不同寻常 和聂云说的一样 这两头王兽完全可以疯狂攻击 将他们斩杀 没动手 很显然是想把他们逼入眼前的五行迷光阵 走 聂云知道对方不可能给太多时间考虑 而且听阵法中的动静越来越小 时间也不允许 当即不再多说 一拉比尔和费同 向左冲去 呼 他施展了天行师天赋 速度极快 闪电一样 眨眼功夫就脱离了桎 五行迷光阵因为制瑶将军的进入 早已完全启动 三人只走了几步 就被一股雾蒙蒙的气息笼罩 陷入迷阵之中 好 两大球龙兽似乎也猜出他们会冲入阵法 紧跟着走了过来 不过 和聂云等人的漫无目的不一样 悠闲的进入阵法 雾蒙蒙的阵法似乎对他们没有丝毫阻碍 什么都看不到 这个五行迷光阵本身就是迷阵 让人丧失方向感 如果找不到破阵之法 只会在原地旋转 永远都无法离开 没有方向 四周全都一样 我们该向哪个方向走 进入这里 沸桐也有些迷茫了 前后左右甚至上下都一模一样 如坠入深深的湖水 该如何走 不管向那个方向 咱们都必须快点离开这里 如果我猜的不错 这两头球龙兽很快就会追过来 聂云道 追过来 不是他们将我们赶过来的吗 为什么有要追我们 必然不太明白 刚才他都可以清晰感受到球龙兽的目的 和聂云说的一样 打算将他们赶入阵法 既然这样做 又怎么可能冲进来追他们 你是宗门弟子 父亲又是黄境强者 我不信没有一点保命手段 聂云丁着眼前的碧人 在外面动手的话 一旦逼你使出这种手段 他们就算实力强 也讨不到好处吧 将我们逼到阵法就不同了 如果我猜的不错 这个阵法对他们没有丝毫影响 可以随意出入 什么 碧人愣了 不敢相信 连他父亲都破解不了的阵法 这些球龙兽可以自由出入 怎么可能 不过 这种侥幸心理 没存在多长时间 就被湮灭 因为他听到身后响起了脚步声 以及球龙兽类似磨牙的动静 好像这两头家伙和聂云说的一样 已经走了进来 随时都会对他们进行攻击 跟我走 聂云也听到了动静 脸色一沉 转头吩咐 在外面他们就算战胜不过 至少还能抵挡一阵 而在这里 眼前全是迷雾 什么都分不清 再被围上的话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肺同 碧儿也意识到了眼前的危险 不敢再做停留 紧跟在聂云身后 生怕走丢了 前进了一会 听到脚步声消失 聂云再次停下来 这样万无目的寻找 咱们永远出不去 必须想办法才行 念云眉毛皱起 看向眼前的碧人 你有没有办法可以和志尧将军联系 有 碧人点点头 手掌一翻 取出一枚通讯玉牌 玉手在上面轻轻一点 片刻后绣眉促起 这个阵法能够阻碍传讯玉符联系 我联系不上 看到他的举动 念云一阵无语 这女人是真傻还是假傻 这种迷阵 第一个能力就是屏蔽调传讯 如果讯息能够传递出去 迷阵也就没有所谓的威力了 完全可以通过传讯询问位置 想办法走出来 传讯玉符被屏蔽 还是有很多手段可以传递消息的 念云本以为这家伙会有 才不由问了一句 没想到他做出如此幼稚的举动 我来吧 知道这个宗门弟子教养惯了 肯定用不上 念云只好自己想办法 一把抓住毕人小姐的手掌 将他拉到跟前 你要干什么 见他的动作 毕人小姐吓了一跳 脸色难看 这家伙不会兽性大发 想要干什么吧 这里危机重重 生死只在一念之间 如此情况还想这个 有没有搞错 第1900张成年球龙兽 如果给念云知道这女孩心中的想法 肯定会直接晕过去 这家伙的感觉也未免太良好了 以他这副模样 就算在脱光衣服躺在床上 都没啥兴趣 更别说这里了 不管他心中的想法 念云霜眉如风 拉住毕人小姐的手 并只做剑 轻轻一化 一滴鲜血就飞了出来 血脉追踪法 毕人小姐和志瑶将军是妇女 血脉相连 这地方传讯无法使用 却肯定阻挡不住血脉的感应 血缘关系天地治理 任何人都无法违背 鲜血飞到空中 滴溜溜旋转 念云捏了及格法绝 点了过去 嗡 一声冥响 血液发出淡紫色光芒 在空中形成一个六角形的光圈 滴溜溜旋转 哗啦 六角形停了下来 伸出一个箭头 如同一道细线 向远处蔓延 聂云看了一下 在这边 确定好方位 众人不再停留 快速走去 五行迷光阵雾气迷茫 伸手不见五指 聂云只好一手抓着毕人小姐 一手抓着沸桶 快速前行 山洞看起来不大 镇内空间却是不小 走了足有一刻钟 依旧处于雾茫茫的地方 看不到终点和起点 咱们再走 能找到复兴 刚开始毕人小姐还挺有信心 走了一会 迷雾越来越重 越来越看不清楚 经不住有些怀疑了 这个正法 不光给人视觉迷惑 找不清方位 更给人一种精神压迫 长时间待在里面 自省心都会被彻底磨平 毕人小姐就是这种情况 刚开始对眼前的少年信心很足 觉得她有可能做到 伴随时间推移 变得越来越没有自信了 没回答她的话 聂云看了一眼悬浮在不远处的六角星芒 眉毛一皱 问你话呢 呜呜 见这个少年不理她 毕人小姐脸色难看 一跺脚 不过话还没说完 感到身上一颈 被人从后面抱住 嘴巴也被捂上 急忙向后看去 这才发现站在侧面的少年 不知何时已经来到她的身后 将她全身孤住 一动都不能动 呜呜 不管怎么说她都是个少女 被人一下抱住 捂住嘴巴 立刻吓得花容失色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尤其是丰满的翘臀 和对方身躯紧贴在一起 紧张害怕之中 不知为何 还有一种淡淡的期待 这种感觉让她心慌 不想让智瑶将军死 就闭嘴 耳边响起少年冷力的声音 感受到耳边男子特有的呼吸 霸气无比的话语 逼人小姐脸色一红 刚想反抗的动作 不知为何停了下来 整个人变得酥软无力 没有一点反驳的想法 吐出一口气 好不容易将心慌压制下去 逼人转头一看 只见身后的少年 见她没反抗也没说话 已经放开 乌黑的双眉扬起 紧盯着前方 刚才羞愧的难以见人 生怕对方看到 可当知道对方果真没看她 又忍不住有些失落 这时才想起少年的话 忍不住问道 我爹爹怎么了 少年没回答她的话 依旧向前看去 逼人小姐顺着她的眼光看去 忍不住一愣 前方迷雾消失 出现了一个直径 促十米的空白区 一个高大的人影正处理其中 背对他们 宛如一座大山 爹 看到人影 逼人眼睛一亮 就要过去 结果手臂一紧 少年再次将她拉住 别盲动 你过去只会更麻烦 停顿了一下 逼人没再向前 也没说话 对于这个少年 虽然不知道理由 却还是挺相信的 静静站在原地 等了一下 他果然发现了不对劲 脚下的地面微微晃动 如同轻微的地震一般 如果不仔细观察 根本发现不了 空白区的父亲 手持长枪 全身肌肉绷紧 力量如渊四海 似乎随时都会爆出强大的攻击 能让一位黄敬强者做出这种举动 如果说没事 就连他都不相信 正在疑惑的时候 空白区边缘的迷雾中 一道凄厉光芒陡然射出 直对制尧将军 这道光芒阴寒恐怖 如同划破苍穹的利刃 当头劈下 速度又快又急 看这招的威势 如果聂云对上 可能连反应都没来得及 就会被劈成两半 当场死亡 翁 至遥将军面不改色 手中长枪一转 猛地向利刃刺了过去 利刃快 他的动作更快 两大攻击眨眼功夫 在空中连续碰撞了促十次 脚下的地面 在双方对攻的冲击下 颤抖的更加厉害 呼 就在众人以为制尧将军这一下 必然将利刃挡在外面 无法伤到的时候 一道微风响起 有一道黑影不知何时出现在他的身后 突然加速 横着劈来 看到偷袭的这招 利刃小姐全身不由自主的有些僵直 脸色变了 他虽然很相信父亲的实力 但也知道这招一旦打在身上 即便黄敬出席 一样会深受重伤 难以抵抗 不用担心 至遥将军不会有事 正想冲过去帮忙 耳边响起少年的声音 抬头看去 就见念云一脸的沉稳 好像对眼前的一幕 没有丝毫担心 不理会少年 急忙再向中间看去 此时至遥将军手中的长枪 不知何时已经调转了方向 将两侧的攻击全部挡在外面 攻击挡住 他此时也终于看清偷袭的家伙 到底是什么 居然是头囚龙兽 不是之前追赶他们的两头 而是成年的 每一头都有七八米长 乌黑的体爪 宛如长刀 轻轻一画 岩石就变成鸡粉 配合上星红的双眼 让人只看一眼 就心生恐怖 两头成年囚龙兽 加上之前两个的话 就是四个 这里怎么会有这多 两头成年囚龙兽 每一头都拥有圆满王晋的实力 和王晋初期还有一定距离 所以 尽管拥有五行迷光阵这个地利 但想要短时间内斩杀至遥将军 还是做不到的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见父亲没事 但是 短时间内没有性命之忧 碧仁小姐也就放下心来 看向少年 请不吝点赞 快点 κ 4 快点 3 3 6 6 6 5